现前,寥寥而得,了是明了。 即信心清静则生十相是也, 十相是诸法真相,诸法的真相是平等相, 是无有高下之相,这统统现前了。 华言经,上提卢浙那佛的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 弥陀经,无量寿经,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是平等法界,那就现前了,你就看到,你就接触到, 这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你证果了。 一无二,结无能所。 虚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明善法。 这个意思很深。 前面教给我们修一切善法, 这是,班若经,与其他经很不相同的所在。 班若最忌讳,最怕的是这相,是坐实,这最怕了。 说修一切善法,你就折了修一切善法的相,这就坏了。 我们看看现在学佛的同修,无论国内,国外,大家都懂得断恶修善。 你再仔细一观察,断恶的人这了断恶的相,修善的人这了修善的相。 这有什么不好之处? 我们世间人看这也不错,蛮好。 这是好人。 没错。 他是好人,断恶修善是好人,记住,这是六道里面的好人,出不了六道。 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出六道,不要做好人,要出六道。 要出六道,佛教给我们一切不执着,才可以出六道,就怕执着,亦执着六道出不了。 要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佛一面说,一面就把他否定掉,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决定不能执着。 一,以无我修一切善法。 是曰能修边浅。 非善明善,是曰所修边浅。 有能有所,便是分别执着。 我乡我见仁在。 故当浅之庆静。 要用无分别执着之心去修,便得菩提。 以无我修一切善法。 是曰能修边浅。 能修的是我,我断恶,我修善,无我,把我这一个念头要放下,善尽管去做,不能有我的念头,这叫学佛。 如果修一切善法,我修善法,我要得善的果报,有因,有果。 你修善因得善果,能不能得到。 能得到,三界六道有漏的善因善果,不能出离六道。 如果以,无我,来修一切善法,这个果报就不在六道里面,六道里面都有我,可见得超越六道轮回了。 这是从能修边上教你放下。 非善明善,是曰所修边浅,我们所做的善事,那个也不能执着。 譬如我们今天在此的干的这个事情,善事。 我们大家在一起研究,金刚经,讲解,金刚经,这是善事。 如果把这个当作一桩善事看,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我们又折了香,这依着香,这个善事又变成三界六道里面有漏的善事。 岂不想想,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金刚经,上说,他没说法,说法者无法可说,没有说一句法,要有人说佛说法,那叫傍佛。 他把所有一切善法没有放在心上,事情有没有做。 天天做,他做了四十九年,他怎么没做? 心里面痕迹都不落。 这是说明诸佛菩萨在始法界里面是现种种身,是现种种法,他不住,符合了,金刚般若,的精神,金刚般若,的原则,应魔所住,而身其心,能,所两边都离开。 有能有所,便是分别执着。 我乡我见仁在。 这一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分别,执着有粗细不同,我们六道凡夫分别,执着非常粗。 四果罗汉,辟知佛,佛在经上常讲,他们见私烦恼断了,我执破了,超越三界,永托轮回,他们没见性。 为什么? 他法执未破,我执已破,法执未破。 那我们要问,他法执没破,谁执着法执,那还是有个我,如果要没有我,你想想看,谁执着法执。 可见得还是有我执。 有我执,佛为什么说他我执破了? 粗的我执破了,维系的我执没破。 所以讲无名,有讲界内,界外,三界以内的无名他断了,三界以外的无名他还存在。 这别说阿罗汉,原教等觉菩萨,经上讲他还有一品身相无名未破,最维系的执着,我们要问,谁执着他,还是有个我在,那个我是非常非常的维系。 这个道理,事实,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 到什么时候我执才断得干干净净,完全没有。 成佛,成佛没有了,我执,法执统统干净。 只要有丝毫的见解在,那就是分别,执着,我像,我见仍然存在。 故当浅之庆净,浅就是放下,离开,要把他离得干干净净,正道等觉的果位还要离,还要放下,他那最后一品身相无名,维系执着要是不放下,就不能圆满菩提。 这也是说明斑若法里面没有别的,放下而已。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什么? 放下,不失而已,不放下不行。 刚才我们举了一个比喻,我们年岁大了,快要走了,这个家业财产还在那里操心,给这个,给那个,放不下。 真正放下的人是没事,真放下。 会不会给后人留下纠纷? 如果你真放下,我相信没有纠纷。 为什么? 你做出样子给人看,你的后人看到你这个样子会感动,真正放得下。 你吩咐这个,吩咐那个,还要立遗嘱,还要请律师,你没放下,你的儿女怎么会放下? 那当然打得头破血流,个个要真,你给他的样子就是放不下。 真放下的好,得自在。 佛菩萨视线这个样子给我们看,那就是放下,讲经说法,红法立身也放下,这是正确,这是真正的般若三昧。 二,法即无法,无修而修。 修一切善法时,便观照非善明善。 若其心中见有善法,即是我见。 即非已无我修一切善法。 法即无法,一如了。 法跟无法我们看起来是二,它法跟无法是一,不是二,一如。 无修而修,我们思想,见解当中,修跟无修是两桩式,而佛菩萨境界当中,修跟无修是一桩式。 无修而修,修而无修,是不是我们无修就是修。 你要这样解释经意,阿比地狱决定有分,将来跺阿比地狱,佛在,金刚经,上讲的,我没错,佛没说错,是你自己把意思解错。 佛修为什么是没修? 无助身心,修。 为什么说他无修? 他不着想。 修一切善法,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他心地干干净净,无相,无念,这是无修,他那个修跟无修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修了就是不修,不修就是修,那好了,你吃饭,吃了就是不吃,不吃就是吃,好了,你就不要吃了。 意思要搞清楚,决定不能够产生误会。 修一切善法时,便观照非善明善,这就是他提得起观照功夫,而观照功夫,金刚般若,里面讲的太多。 譬如前面讲的,三心不可得,诸法原生,你就晓得一切善法是假名,假香,当体极空,了不可得。 虽然当体极空,了不可得,还是要认真去做,认真的去修善。 为什么? 业果不空。 若其心中见有善法,即是我见。 即非已无我修一切善法。 要紧的意思在这里,不能折,折就错了。 心里面不可以有,修一切善法,这个念头不能有。 有这个念头,要问,谁有这个念头? 我,有这个念头,我像旧巨族,我见旧巨族,你还是四象,四见巨族的凡夫, 不是菩萨,菩萨没有四见,没有四相,你怎么还有执着? 于此体会的,这段经文的意思你就明了。 三,此节经文,时乃节是开经以来诸意。 即是开经以来所说诸意,无非令以无我修一切善法,以正平等之性。 至此乃未典名尔。 此节经文,时乃节是开经以来诸意,这节经文是总结, 金刚经,开讲以来,把全经的大意在此的做一个总结。 即是开经以来所说诸意,无非令以无我修一切善法,以正平等之性。 至此乃未典名尔。 一部,金刚经,的宗旨,就是一部,大般若,的宗旨,也就是世尊当年在世二十二年讲般若的宗旨。 二十二年佛讲什么? 无非是教我们,以无我修一切善法,而已,就这么一句,佛讲了二十二年。 你听了做何感想? 这么简单,说这么长的时间。 没错,是简单,时间是嫌长了一点,你做到了没有。 如果你做不到,别说二十二年,二百二十年,都不算长,都不算多,你要真明了,真做到,那才行。 为什么要麻烦释迦牟尼佛讲二十二年? 无我修一切善法,时时在在讲没听懂。 什么叫无我? 什么叫一切善法? 没搞懂,所以佛不能不细说。 听懂了,又放不下,无我,一切善法是懂了,但是放不下,做不到。 佛看到这个情形,佛很慈悲,不放弃,继续不断用善巧方便,诱导我们回头,诱导我们入这个境界,这真正是叫大慈大悲。 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佛对于我们是如何的恩德,你在世间一般父母也做不到。 业障,习气这样深厚的人,佛能够不舍弃他,能够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破弥开悟,真正是难得。 说这段经文是总结全经诸意,这也不是含糊笼统说的,确实把经文经要的地方点出来。 四,此经最初发大愿,行大行两段,是开张明义。 以后约略计之,结是已有五次。 前后自有其浅身次第。 本经一开端,是须菩提尊者看到是尊入舍位大臣起时,从者依,持波道起时回来,尊者看出门道。 看出什么门道? 原来释迦穆尼佛天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把金刚班若波罗密法完全显示在生活当中。 我们要试用,金刚班若波罗密,大家听到还是不太懂得它的意思,我们换句话说,最高,最圆满,最究竟的智慧,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显露无遗。 这就是金刚班若波罗密法。 别人没看到,粗心大意没看出来,须菩提看出来。 看出来,它明了了,别人不明了,所以它的请法是为一切众生起请,希望释迦穆尼佛把这桩事情说破,我们大家才明了。 要是不说破,我们看不出来,肉眼凡夫怎么能看出来,佛的生活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我们生活在无量无边烦恼当中,它生活在究竟圆满智慧里面,这完全不同,这就是佛法最高的享受。 由于尊者这一问,释迦穆尼佛在答复,这一问,一答,我们听了之后,明白了一些,也能沾到一点般若的气氛,这是我们凡夫的利益,这个用意在此地。 虚菩提尊者起请的话,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云和映柱,云和降伏其心,这是起请。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这是发大愿。 这个心怎么安住? 怎样降伏? 这就是修大行。 所以此的讲,发大愿,行大行。 经一直讲到此的,经文已经有五次的总结,讲一段佛做一个结论,讲一段又做一个结论,这是第五次。 而且每一次所说,每一次所结的意思,有浅身不一样,越往后面结的越深,越广。 第一次,三菩提心,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 节度深不住相,不失不住相之矣。 第一次,在我们这个本字经文第三十节,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佛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总结,节度深不住相,不失不住相之矣。 这个意思实在讲是很深很广,但是将居是在,讲一,里面告诉我们,前半部的意思有浅,有深,换句话说,浅的人看得浅,深的人就看得深。 而后半部是为深无浅,深的人看到很深,浅的人看到也很深。 确实在我们看,这个意思,我们也能够很明显就看到浅意。 度深不住相,不失不住相。 度深是帮助一切众生,这里面没有分别,没有选择,没有执着,对待一切众生绝对是平等的。 学佛的众生,我们帮助他,不学佛的众生,我们也要帮助他,赞叹佛法的众生,我们要帮助他,毁谤佛法的众生,也要帮助他。 如果你这里面有分别,你就住相,你就有分别,就有执着,那就不是智慧,感情用事,佛法是平等法。 第二次,五一节,应如是身清静心一段。 节广行六度应摩索住。 为令空有不着,比如时空如时不空之自信清静心现前耳。 第二次做结论,这是五十一节的一段经文。 教给我们广行六度,也就是学佛的人,日常生活一定要遵守六度的教会。 不施是舍己为人,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你在家庭里面,为你一家人服务,家庭里面整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不仅是为一家人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做一个好的样子,给你的邻居看,给别人家庭看。 人是一切人的好样子,家是一切人家的好样子,这叫做不失。 所以不失的意思无限的升广。 你做生意,你经营一个公司,你是所有一切公司的好榜样,我们建一个道场,是全世界道场里面的好榜样,这叫做修不失波罗密。 可见得没有说为自己,真的是为一切众生。 持戒是守法,循规蹈矩,做事情有条不紊。 忍辱是耐心,要有耐心,要有毅力。 精进是求进步。 禅定是胸有主宰,不会被外面静缘轻易地动摇,这是心有主宰,那是禅定。 智慧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佛弟子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 要依六波罗密。 虽依六波罗密去做,世上完全照这个做,虽做而不着香,这是应摩所住,这就是空有两边不住。 在世上这六条做得圆圆满满,不着空,心里面干干净净,一个望面都没有,不着有,空,有两边不住,如时空如时不空,自信清净心才能够现前。 这是第二次为我们节的,意思比第一次深。 第三次,八六节,应离一切相发菩提心一大段。 节离相方是发菩提心。 不但二边不着,并不着亦不应着。 这就是通常讲的,大三空三昧。 不执着有,不执着空,空空意不能执着,我空,法空,空意空,空空都不能执着。 第四次,一二零一二三节,诸法如意,无时无虚,一切皆是等一大段。 节约果位,已是正的清净心者之境界,是一法不住的,法法皆如的,是无我的。 一成不立,将为细之分别执着浅除净净,乃能正佛所正而。 这一大段我们讲过不久,我相信同修们印象比较深刻。 经义虽然是深,但是非常重要,这是从果地上来说明。 以是正的清净心者之境界,佛是举他自己做例子,佛正得法身,正得报身,也不执着,也是心里若无其事,干干净净,这事是尊为我们献身说法。 是一法不住的,法法皆如的,是无我的。 一成不立,将为细之分别执着浅除净净,乃能正佛所正而。 佛之所以成佛,所谓经佛如古佛之再来,佛佛道同,这是我们学佛修行最后的目标,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想正得的是这样的境界。 佛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正的,要一法不住。 不但是间法不能放在心上,佛法能不能放在心上。 不能。 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这才行。 这就是除此的讲维系的分别,执着,即维系的是等觉菩萨,那一点不除还不能成佛,必须要除的干干净净,放下的干干净净,那才圆满成佛,如诸佛之所正。 第五次,一五零一五二节,今次乃是明白开示,一切法性本来平等,无有高下。 故一一法皆不可分别执着。 菩提法如是,一切善法亦如是。 第五次就是这一次。 今次乃是明白开示,前面从比喻上来说,这个地方是直截了当位我们指示出来。 一切法性本来平等,无有高下。 经文上说,这是我们不能不记住,不能不知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而且要常常用这句经文提起观照功夫,到我们心有不平,把这一句经文想一想,念几遍,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们的心在境界上就平了,恢复到平静。 平静是真心,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正的真心,但是清静,平等与真心接近。 真正用功,真正的功夫是什么? 就是这个,这要认识清楚。 不是说我每天读多少卷经,我念几万身佛号,我拜几百拜,几千拜,那是行香,是样子,不是功夫。 功夫是什么? 离相,离念而行不失,修一切善法,这叫功夫。 你要是会用,穿衣,吃饭都是功夫,穿衣,吃饭都是修行,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会的,古德常讲盲修瞎恋,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我们是不是属于盲修瞎恋。 发现自己不对,赶快回头,赶快改过,就对了。 金刚经,是很好的标准,而且是个绝对的标准,是以如来果地上的标准,给我们初学做标准,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故意义法皆不可分别执着,为什么?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你怎么可以执着? 菩提法如是,一切善法亦如是,这是佛举例举到极处。 前面从人来说,讲的是如来法身,报身,这从人身来举例,达到了顶点。 到这个地方以法来说,他老人家举的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通常我们讲无上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菩提心也是平等法,也是不可得,何况其他一切善法。 连如来果地上所振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人家也不执着,我们修一点点善法,有什么好执着的? 世尊的无上菩提,心里面也若无其事,我们修一点点善法,又何必要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错了。 所以读《金刚经》,要从这个地方去反省,去简点。 五,用无分别执着之心,修无有高下,平等平等之一切善法,便弃法性,便见记照同时之本来面目已。 末后这是总结。 用无分别执着之心,这个,无,是惯下去的,无分别,无执着的心。 无分别是平等心,无执着是清净心,无量寿经,经提上,清净,平等,觉。 你能够用清净心,平等心,那你就觉了,你就是觉者,你就不迷,觉者是菩萨,你就不是凡夫。 要用这个心,我们常讲菩萨心。 学佛人也常常挂在口上,菩萨心常,菩萨心是什么? 无分别,无执着,清净心,平等心,这是菩萨。 修无有高下,平等平等之一切善法,用清净平等心,修清净平等法。 诸位要记住,只要心平等,心清净,所有一切法都平等。 都清净。 这就是前面我们常引用宗门的修行方法,从根本修。 我们穿衣吃饭,带人接物,都是清净法,都是平等法。 你不要再去找,哪个法是清净法,哪个法是平等法, 所有一切法都是清净法,都是平等法,是初世间法。 无有一法不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要用清净心,平等心去修才行。 由此可知,离开了清净,平等,一切法都不平等,一切法都不清净, 佛法也不平等,还有大臣,小臣,还有五圣,菩萨,还有十柱,十行,十回向,那都不平等。 为什么不平等? 你的心有分别,有执着,离开一切分别,执着,佛法也是平等的。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平等,无有一法不是善法,而且是平等的善法,这个我们要注意到。 金刚般若,诸位如果会了,你就会修行,你真的会修。 不但你会修行,也可以说你会生活,你会过日子,这个话都是实在的。 你不通般若意,你不会生活,不会过日子,你天天过得这么苦,天天过得这么可怜,你不会过。 通达般若,你过得很幸福,很自在,很美满。 般若在现实上,带给我们的受用就不可思议,真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样的修学,变弃法性,变见记照同时之本来面目,法性就是真如本性,气是气和,能够用清净心,平等心修一切善法,一切善法没有分别,没有高下,这个与见性就接近了。 虽然没有明星见性,但是你确实是朝着明星见性这个方向走,没有走错方向。 你确实是向着明星见性的道路上走,所谓成佛之道,你没有偏离。 变见记照同时,记照同时是法身大事用功的纲领,记而常照,照而常记,记照是果地上的境界。 从哪里修的? 从无助身心上修的。 换句话说,无助的功夫成就了,就是记,身心的功夫圆满了,就是照。 记而常照,照而常记,是法身大事才有的。 我们在,金刚经,上学到,法身大事他们修学的境界,怎么成就的? 原来就是无助身心,用这种功夫成就的,到如来果地上,达到究竟圆满。 记照是同时的,换句话说,无助跟身心是同时的。 不助色身相畏触法,而行不失是同时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修一切善法也是同时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般若的受用。 本来面目,就是明心见性,宗门里面讲的,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就在此地。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是尊经文讲到此的,五次的结识经文,他的用意,他的慈悲教会很明显,很深刻。 学佛的人常常挂在口头上,上报四重恩,天天念回象祭,上报四重恩,四重恩里面有佛恩,佛对我们有什么恩德? 不知道。 回象既古人做的,不好不念,只好念一念,什么恩不晓得,怎么报不晓得,念了,金刚经,应该要体会到,佛的恩德无量无边。 怎么报法? 依教奉行。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九十二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九月二。 请先开经本,第223面。 153,显圣节圈引玉显。 后面这段经文是,显圣节圈。 是第四卷最后的一段,是行门里面的总结。 经文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比喻。 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不失。 一,一大千内,有十万万须弥山王。 聚集七宝,其多等词。 一大千内,一个大千世界里面。 有十万万须弥山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单位世界,有一个须弥山。 所有的这些星球,围绕着须弥山,是尊这个话在三千年前所说的,大致上的状况与我们近代天文学家观测的相似。 但是须弥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只有在佛经里面,看到世尊简单的描绘。 实际上,我们依然没能够发现,在我们推想当中,须弥山决定不是在地球上,这个现在是可以肯定的。 这桩事情我们也无需争论,因为世尊在此的,只是举一个比喻为我们说而已。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须弥山王,根据佛在经上,这都是概略的说,我们不能把它做实,落实,那就有过失了。 一千个小千世界,这是像我们现在所谓一个星团,一个星系,称为小千世界。 这样一千个小千世界,再组成一个大的星系,就叫做中千世界。 再从一千个中千世界,组合起来一个大的星系,就称为一个大千世界。 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 为什么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因为大千世界的组成是由小千、中千、大千这样组成的,所以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不能误会,三千个大千世界,那就错了。 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在虚空当中无量无边,不止三千。 如果这样说法,一千剩一千再乘一千,应当是十亿。 换句话说,有十亿个单位世界,就是十亿个虚弥山,这虚弥山很多。 黄念祖老居士对科学很有研究,他认为佛经上讲的虚弥山,也许就是现在科学家在太空当中发现的黑洞。 到底是不是,我们无法证实,但是他讲的也不无道理,他也有他的理论依据。 我们现在知道太空中,黑洞的确是很多,不只是一个,几乎每一个星系里面都有,他这个讲法也有依据。 二,此隐喻已显,受持广说此经之福得更大也。 佛在此的做个比喻说,这么多的虚弥山王聚集七宝。 前面重重较量功德,一次比一次殊胜,这一次这个人不失,不是一个世界的七宝具,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须弥山王,这是天文数字,我们无法计算的。 这是说,受持广说此经之福得更大,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显示持经之人福报不可思议。 一五四,正结犬。 若人以此般若波罗密经,乃至四巨迹等,受持,为他人说,于钱福得,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辟喻所不能及。 一,于钱福得,指上文以等于十亿虚弥山王之七宝不失者,可谓大矣。 前面比喻当中,于钱福得,就是,等于十亿虚弥山王之七宝不失者,这个福报太大太大了。 金刚经,上每一次较量福得,都会叫我们怀疑,我们念念,金刚经,有这么大的福报吗? 念了一辈子,福报也没现钱,好像不太可靠。 这一装饰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关键在受持,单单是读诵不行,一定要受持,要为人眼说。 受持是依教奉行,把佛在,金刚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全都做到,那个福得就大了。 经上所比喻的,我看并不过分,真正是大,诸位要认真去受持,你才能够体会到少分。 二,然而其福得,皆不能及持说此经者福得之一分也。 多少分之一。 乃至算术辟喻所不能及。 这个简直是不能比。 三,经,虽是文字名言。 然由文字起观照,而相似,而分阵,而就尽成无上菩提。 其一切有相符得所能比。 这是为我们说出一个道理,为什么十亿须弥山王的七宝不失,不及受持,读诵词经的一分。 诸解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那就是观照。 读诵而不能观照没用处,观照就受持了。 什么叫观照? 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之处,要想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 譬如,佛给我们说,是出世间所有的境界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能够提起这一句,这是观照,这是开智慧。 我们决定不迷在现前世相之中,像是幻想,不会迷在这里面。 佛教给我们处世,生活的态度,教我们,应摩锁住,而生其心,于是出世间一切法,不能执着。 无助,就是不执着,身心,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 为什么不执着,还要断恶修善? 这个道理前面都说过。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缘身性空,所谓,当体极空,了不可得,所以教你不能执着。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事实,必须要知道的,因果不空。 善因一定献善果,恶因一定献恶报。 这是说实法界依正庄严,相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它清清楚楚摆在我们面前,这叫作业因果报不空。 所以佛接着说,而生其心,虽生心,虽修善,也不能住,也不能把事情放在心上,那就对了。 所以,在一切时,一切处,要想到,精刚经,上佛教导我们的,你能够时时刻刻想起来,这叫观照。 可不能把它忘记,精彩的句子很多,重要的,譬如讲道,诸法如意,无时无虚,不依不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纲领。 能够应用在一切事出世间法上,帮助我们觉察事实的真相。 佛教给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当中,教我们,不取余香,如如不动。 这个经文我们还没有念到,在后面,表面上看似是释迦牟尼佛教须菩提尊者弘法立身的态度,实际上这两句话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处顺境,处逆境,如果能够用得上这两句话,你一定是长生智慧,不深烦恼,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 因此,绝对不是一切有香的福德能够跟它相比。 四,一显持经说经,能令自他同正法身。 是比报身,如同身外之财,和足孝哉。 一显持经说经,持经是受持。 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修持的人,自己得利益,又能利益众生,把,金刚经,介绍给别人。 能令自他同正法身。 是比报身,如同身外之财,和足孝哉。 孝,是比较,较量。 如来就他自身来做比喻,以佛的报身,经上虽然说的是列印身,三十二相,八十众好。 而实际上,佛的报身,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人家也没有放在心上,若无其事。 这是给我们讲,真正放得下。 诸佛在果地上,依正庄严他都无助,他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随类现身而未说法,那是佛菩萨的身心,无助身心他真的做到了,做给我们看。 果地上依正庄严都能放下,我们今天这一点算什么,何足以挂齿。 五,佛现报身等,原为利益众生,令他受用。 正如以财不失,令他受用也。 故以此为欲。 以显正法身者,并报身之相亦不住也。 佛现报身等,原为利益众生,令他受用,这个意思,华言经,上讲的最透彻,讲的最详细。 诸佛菩萨,我们说菩萨,金刚经,上讲的诸佛,所谓法身大事。 他们现身,报身也好,印化身也好,现土,向阿弥陀佛视线西方极乐世界,毗如这那如来视线的华藏世界。 无论是身,是土,他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众生,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得到这个身,这个身是叶报身。 可是叶报身不要紧,你能够通达般若,就可以把叶报身转变成为智慧的报身,不是不能转的。 这个道理,经典上讲的很多,静随心转,相随心转,依报随着正报转,都是叫我们转。 学佛修行就是要会转境界,转不了境界,你就白修了,你怎么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 会学的人就是会转,如何把我们叶报身转成智慧的报身,我们学佛才真正的受用。 转过来的像是什么? 那就跟词的讲的一样。 没转过来,其心动念是自私自利,一转过来之后,其心动念都是利益众生,把自己忘掉了,自己没有了,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你已经断了四相,四见,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没有了。 转八十乘四至,你真的转过来了。 正如以财不失,令他受用也,这是举一个浅显的例子,这是一般凡夫统统做得到的。 我们学了佛,大概多数人都懂得失财。 无论是多是少,失财的目的都是帮助别人,都是利益众生。 故以此为欲。 以显正法身者,并抱身之相依不住也。 连抱身上且不住,何况硬化身,这是一定的道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金刚经,的四分,性,解,行,正,说到修行,到这个地方讲完了。 下面是第四大段,为我们说明正果。 一五五,究极无助以成正明平等法界明珠法空乡。 科题是,究极无助以成正。 着重在,究极,极到了极处,九世言九。 就像,冷言经,上所说的,经言达到了极处,那就正了。 一,此第四大段,皆说如来境界。 穷究无助,至此而极。 正者,正此也。 此第四大段,这是正宗分的第四大段。 皆说如来境界。 穷究无助,至此而极。 到这个地方讲到极处了。 正者,正此也,佛法里讲到正果,正的是什么? 就是正的这桩事情。 二,出明平等法界,显一切法性本无有我。 结成前说菩萨通达无我法之意。 无我法,在金刚般若这一回上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能够通达无我法,我们一般讲,你开悟了,佛之佛见,入佛之见。 如果你能够契入无我法,你就正果了,最低限度的境界,你已经是原教出驻菩萨,别教出的菩萨。 无我法非常重要,无我法的具体说明,就是离四相,离四见。 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放下了,心里面确实不再有这个念头了,这就是正入无我法。 诸位要晓得,原初驻菩萨以上的,都是这个境界。 三,似明诸法空相,归结到不生不灭。 所以令离相离念已除我之者,无非为浅分别执着。 所谓生灭心也。 浅生灭心,为正不生不灭之性体也。 前面交代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相当的清楚。 说明佛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其目的何在? 其善巧何在? 我们明白,通达了,对于佛所讲的义趣,确实能帮助我们理解,帮助我们深入。 一五五,约度声明无甚凡明度无度念标示。 虚菩提,余意云合,如等物为如来做事念,我当度众生。 虚菩提,莫做事念。 所谓是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 佛哪有度众生。 但是你要是执着佛不度众生,错了。 我们没入这个境界。 我们今天说佛度众生,不对。 佛不度众生,也不对。 怎么说都不对。 为什么不对? 你没入这个境界。 如果你入了这个境界,你说佛不度众生,对。 说佛不度众生,也对。 怎么说都对。 可见得智慧不开是不行的,不开智慧,那是开口变错,动念极乖。 要是开了智慧,一切皆是,一切巨非,怎么说它都是圆融的,它都能讲得通,都有道理。 我们从前面一直读到这个地方,看到这样的经文,虽然不能透彻的明了,我相信也有少分的误触,因为前面有这种例子曾经报告过。 一,义真法界,平等平等,岂有甚凡之别。 义在教文法者,当于法法头上见取平等之理,则可于法法头上的见自信。 义真法界,平等平等,岂有甚凡之别,这是大前提,一定要明了,往后讲经说法,都是以这个做基础。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在四十八院里面,如果是细心一点的人,读了之后一定是有疑问。 没有疑问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很有福报的人,不分别,不执着,一种是粗心大意的人,心态粗了,没留意。 经上说,凡是深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晓得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图三倍九品。 而去往生的人,上至等觉菩萨、文书、普贤都发愿去求往生,下至地狱众生。 这就说明往生的那些人极不平等,差得太大太大了。 而极乐世界又给我们讲四图三倍九品,但是在愿文里说,这一切往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平等的。 生平等,皆是子摩真金色深,相平等,智慧平等,神通平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陋镜通,神足通,没有一样不平等,这怎么不叫人怀疑? 你读了这种经文不怀疑,那才奇怪了,怀疑是应当的。 当然佛在经上为我们说明白,他为什么平等。 原来不平等,到了西方世界就统统平等了,所有的菩萨到西方世界,都做阿维悦智菩萨。 阿维悦智菩萨,我们一般讲是元正三部退。 元正三部退,通常讲七的以上。 上到哪里? 上到等觉。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像七的菩萨? 不是。 七的还差得远。 等觉,确确实实是等觉,他跟佛才平等,所以那个地方是平等法界。 那个平等不是我们修的的,要靠我们修的,那可难,时间可长。 三大阿森止节,无量节。 三大阿森止节,无量节。 那个平等从哪里来的?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的,是这么来的,不是自己修来的,佛力加持的。 那我们要问,阿弥陀佛哪有那么大的神力? 这也能叫人怀疑。 为什么我们的本师是加木尼佛不加持我们? 何以阿弥陀佛愿力,神力就那么大? 这个地方,如果是细究,无量寿经,你就明了了。 弥陀本愿加持是显说,明显的,案里面不可思议。 暗中,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加持阿弥陀佛,统统加持往生的那个人,换句话说,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世的净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是这么回事。 所以是尊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弥陀经,礼四次的劝勉,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佛是慈悲到了极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这个事实,这才不怀疑,这才肯死心踏的老实念佛,才肯万元放下,一生成就。 所以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凡甚的差别。 佛跟我们讲,西方世界有四土九品,你要是到西方世界去看,有没有四土九品? 没有,平等的,大家都一样的。 华藏世界,华严经,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从初诸到等觉,可是你真的到了华藏世界,你去看看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 那个地方平等。 如果你说没有,你错了。 它真的有。 你说有,也错了。 它平等的。 理根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 亦在教文法者,当于法法头上见取平等之理,则可于法法头上的见自信,宗门理开悟的大德,明心见性的这些人,他们入了这个境界。 佛何以为我们讲了许许多多高下不等之法? 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佛说法的义趣。 佛为众生说法,总不外二帝。 佛依二帝而说法,二帝就是真帝,俗帝。 俗帝是凡夫之见,随顺凡夫的之见。 譬如讲净土,说有四图三倍九品,说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随顺俗帝而说。 如果随顺真帝而说,那就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差别。 真帝,俗帝有没有理论依据? 有。 真帝是依字性,真如本性,里面哪有差别? 俗帝所依的是法相。 一个是依法性说,一个是依法相说,性里面平等,相里面不平等。 但是如果你见了性,相也平等了。 没有见性,相是极不平等的。 见了性之后,你才晓得性相易如,性相不耳。 所以这段话,重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希望我们在,法法头上见取平等之理,平等之理就是法性,然后在一切法相里面就见性了,见相就是见性。 2. 佛不起心动念而能随机应缘已度众生者有耳。 1. 素习大悲大怨熏习成种之力,故能有感思应。 2. 应聚二智,成三身。 2. 如大圆镜,光明辨照,故能所应不谬。 3. 佛不起心动念而能随机应缘已度众生者有耳,这个境界我们在前面看过。 3. 譬如释迦牟尼佛当年是现在我们人间,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 4. 佛有说,确实有说,但是佛虽有说而无念。 4. 佛所视线的这一生过程当中,从视线降生到视线入班涅盘,从来没有起一个念头,这一点我们要懂的。 5. 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讲习当中,提示诸位同修,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6. 学一个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6. 佛菩萨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 6. 就在此地。 7. 我们凡夫六根接触六成,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7. 诸佛菩萨对人,对事,对物,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差别就在此地。 8. 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能够现身去度众生? 9. 这的确是个问题。 9. 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先动个念头,然后再去做,不动念头,怎么能做事。 9. 这是我们的老习惯,老毛病。 9. 佛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毛病,他怎么能办事而且还办得那么圆满。 9. 这个不能不问,不能不知道。 9. 此地给我们说出两个原因。 1. 素习大悲大怨熏习成种之力,故能有感思应,佛菩萨能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而这种感应,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 9. 而众生这种感,实在说我们自己都不晓得。 9. 你们知道你们的善根什么时候成熟吗? 9. 不知道。 9. 我们不知道,佛怎么会知道? 9. 佛知道。 9. 这个道理,我们要集用现代的科技,从这上面我们能得一点消息。 9. 现在的电脑,微电波,及其维系,电波在那里震动,我们人决定不能发现。 9. 可是它真的震动,真的在动。 9. 现在用极精密的科学仪器才观测到,就那么一点点的波动,佛心里面就有感应。 9. 但是这种微弱的波动,我们这种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法子发现。 9. 但是真的有感,不是没有感,佛就来了。 9. 而我们这种感,也是无始劫来的善根,在阿赖耶实里面微微的在那里动。 9. 所以佛菩萨真如本性当中,他就起了感应道交。 9. 我们这个波动,他就感应了,这样的现身说法。 9. 我们这里一动,他为什么能接收得到。 9. 它是过去生中,向我们初发心曾经发了愿,众生无边是愿度。 9. 成了佛,不能说话不算话,从前说的话就要作数。 9. 现在成了佛,他能接收这种极为的电波,哪个地方有感,他哪里就有印,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尽虚空,变法界,一个众生都不会漏掉。 9. 是这个道理。 2. 应聚二智,乘三身。 3. 如大圆镜,光明便照,故能所应不谬。 3. 这个意思前面我们没说,虽没显说,可是也含设着有这个意思。 4. 佛在因地当中,因地是修菩萨行,修菩萨行的时候,他具二智,根本智,后的智。 5. 根本智成就了,实在讲根本智就是清静心,我们在《华严经》,看得最清楚,最详细。 5. 善才童子在文书会中,文书是他的老师。 6. 我们今天所说的启蒙的老师,文书是善才启蒙的老师。 6. 文书菩萨培育他什么? 7. 培育他的根本智。 7. 什么叫根本智? 7. 根本智是清静心。 8. 根本智是无知,般若无知。 8. 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无智,知,亦无的,那是根本智。 8. 所以善才在文书菩萨会中的的就是这个,的,无所得。 8. 它在那里的的是,无智亦无的,这就行了。 9. 无智无的,是什么? 9. 原来是清静心,原来是真如自信。 9. 清静心,自信里面,六祖会能大师说的很好,本来无一物。 9. 它在文书会上就是成就了,本来无一物,这是的根本智。 9. 根本智得到之后,要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那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9. 它的的是,体,要从体起用。 9. 起用怎么办? 9. 参学。 9. 老师叫他出去参学,五十三餐。 9. 五十三餐是从体起用,在作用里面显示出魔所不知。 9. 班若经,上讲的纲领全部兑现。 9. 班若无知,魔所不知,这样才成就圆满的智慧。 9. 这个地方,应聚二智,它聚足了根本智,后的智。 9. 它这两种智聚足,五十三餐圆满才聚足。 9. 这两种智慧圆满具足,于是,成三身,法身,暴身,硬化身,它统统成就了。 9. 如大圆镜,大圆镜是比喻佛的真心自信,真心就像大圆镜一样,摩索不照,虚空法界在这里面照得清清楚楚,这是,光明变照。 9. 光明是智慧,是感应,它能够收到虚空法界一切众身心念里面极其微弱的电波,它统统能收到。 9. 无量寿经,上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众身,的阿弥陀佛本愿微神的加持,天眼动视,天耳彻听,它心便知,它是一切众身心里起心动念没有不晓得的,跟这个地方讲得完全一样,同一个境界。 9. 由此可知,身到西方极乐世界,实在讲虽没成佛,等于成佛。 9. 经上讲,皆做阿维悦至菩萨,阿维悦至,是上品的阿维悦至,不是中下品的,下品阿维悦至是七的菩萨,上品的是等觉菩萨。 9. 故能所应不谬,谬是差错。 9. 众身有感,佛的应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一点过失都没有。 9. 这是我们讲到菩萨度众身,实在说是很难讲的,菩萨度众身就好像大夫给人看病一样。 9. 代夫一生当中所看的病人,固然有不少他是把人家病医好了,但是也有不小心把人医死的,用错了药。 9. 哪一个大夫敢说,一生当中对病人没有错开方,没有错下药。 9. 他不敢说。 9. 跟一个法官判案子一样,哪一个法官敢说,我一生当中所断的案子,没有冤枉一个人,不敢讲。 9. 菩萨度众身一负如是。 9. 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谨慎。 9. 菩萨里面有高明的,有不高明的,不高明的就会有错误,高明的没有错误。 9. 什么样是高明的? 9. 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事,他可以说绝对不会开错处方,绝对不会错用了药,可以这么说法。 9. 若非法身大事,已经正的正觉的菩萨,行。 9. 这个靠得住,这种叫做全教菩萨。 9. 像小城阿罗汉,辟知佛,见思烦恼断了,他所正的的使正觉,没错。 9. 我们要遇到这种菩萨,跟他学佛,纵然他有过错,是小过错,不会有大过错,换句话说,不会害我们。 9. 但是可能延误一点,这个可能。 9. 譬如说,你这个病治疗要是很如法的话,一个星期就好了,他治疗的不太妥当,把你拖到两个星期才好,这个情形有。 9. 但是他一定会给你治好,时间拖长一点而已,叫你多受几天苦,有这种可能,不会害你。 9. 如果这个菩萨连正觉都没有正道,那就危险了。 9. 他跟我们凡夫一样,具足四象,四见,还有是非人我,贪甜吃慢,你要是请他治病,相当危险。 9. 他要不把你送到阿比地狱,大概饿鬼,畜生可能都有分,这个就很麻烦了。 9. 就像世尊在,冷言经,上所讲的,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横和沙,这是真的,是事实。 9. 所以,我们学佛要清净善知识。 9. 可是今天这个世界,谁是善知识? 9. 越是真正的善知识,他越谦虚,越不承认,这个我们很苦。 9. 古时候,善知识很容易辨别,大致上还不差。 9. 古时候什么人是善知识? 9. 闭关的人是善知识,住毛棚的人是善知识,你去找他决定不错。 9. 因为从前闭关住毛棚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开悟,没有资格闭关,没有资格住毛棚。 9. 我们刚才举一个例子,善才童子为什么还要去午时三餐? 9. 他为什么不闭关? 9. 一闭关就是告诉天下人,我已经毕业了,我不需要再学了。 9. 善才童子还要再学,还要到处求学,怎么可以闭关? 9. 怎么可以住山? 9. 古时候一闭关,一住山,就等于向大家宣布,我已经毕业了,我没东西好学了,闭关住山是什么? 9. 是白尺干头,更进一步,他要努力用功修行,他到无学位了。 9. 我们还求学,找他做老师没问题。 9. 可是现在这个标准没有了,这人刚刚一剃头就闭关了,什么都不知道,他就闭关了,这个麻烦大了。 9. 现在标准没有了,闭关也靠不住,住山更靠不住,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困难。 9. 在末法时期,实在讲唯一的一个办法,我们找一个真善知识,阿弥陀佛。 大概这个不错,他就叫我们老实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行,这个方子不会错,不会害人。 9. 果然能够如理如法老实念,决定成功。 9. 什么病都治,这个方子好。 9. 这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对末法众生无量的恩德,留了这么一个处方,这个处方不会错。 9. 这是说圆满具足二至,成就三生,他在使法界硬化,决定没有过失,这是到究竟圆满的地步。 3. 莫做事念。 9. 是普界一切人,不可以轮回见,侧缘绝海。 10. 实令学人必当断望念耳。 10. 莫做事念,表面上看是对虚菩提尊者一个人,实际上,虚菩提尊者是代表我们大众。 10. 佛教者虚菩提跟他说话,那个说话也就是对着我们,就是对我们讲的。 10. 是普界一切人,不可以轮回见,侧缘绝海。 10. 实令学人必当断望念耳。 10. 如果我们讲,佛发心度众生,佛有众生可度,佛为众生说法,佛有所说法,这是凡夫的知见,凡夫的见解,这种思想见解叫轮回心。 11. 为什么叫轮回心? 11. 因为在意念当中,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受者,只要你有我执,法执在,心里还有这个东西,你的见解,思想就叫轮回心。 11. 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若菩萨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即非菩萨,他不是菩萨,他是凡夫。 11. 为什么是凡夫? 11. 轮回见,我,人,重,受是轮回见,凡夫才有的,菩萨哪里会有? 11. 这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标准。 11. 四象,四见破了,就出了轮回,你转轮回心就变成菩萨心,菩萨心就是菩提心,你不是轮回心,是菩提心。 11. 真正修行人,真正想在这一身成就的人,要在这个地方着眼,要在这个地方用功。 11. 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拿凡夫的支箭去看佛菩萨,用凡夫的支箭看佛菩萨,佛菩萨都变成凡夫,这就是棒佛。 11. 前面说过,这个罪过很重很重。 11. 自己棒佛还无所谓,还影响别人,影响别人,换句话说,就是断众生的法身会命,这个结罪就很重。 11. 所以佛们,像毁棒三宝的结罪,不是从自己身上结罪的,自己身上结罪没有这么重,从众生边上结罪的。 11. 你影响别人,你影响别人越多,范围越大,时间越长,你的罪就越重。 11. 在这个地方,我们举出一个浅显的例子。 11. 譬如说,十方三室一切诸佛都赞叹净土,这个没话说。 11. 弥陀经,不是假的,十方佛赞叹。 11. 罗什法师翻的六方佛,玄奘大师翻的十方佛,这个经哪里是假的? 11. 现在居然有人说,弥陀经,是假的,阿弥陀佛是假的,不是真的,阿弥陀佛是太阳神。 11. 不但到处去宣扬,还要写成文字,写成书流通,这个罪过就中了。 11. 这个棒法结罪不在他个人误会,不是他个人看错,想错了,将来这个世间,他这些文字,著作,只要世间还有一本在,有一篇这个文字在,他就出不了阿弥陀佛。 11. 必须这个世间,他的影响力完全没有了,他这个文字全部都消失了,他才能出阿弥陀佛。 11. 你们去想想,结罪是这样结法的,是看你影响的。 11. 我们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佛经里面讲的这些合情,合法,合理。 11. 戒律里面结罪不会冤枉一个人,世间做法官的判罪会冤枉人,佛法戒律当中不会冤枉一个人。 11. 所以佛这句话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看法,去批评佛法,批评经典,错解了佛法,这个过失很大。 11. 在中国历史里面我们众所周知的,所谓,错下一个字传语,堕五百事也胡生,那个影响的人不多,说错一句话,果报在处生道,堕狐狸生五百事,说错一句话,没写出文章,写出文章可不得了。 11. 这个老狐狸算不错,灵性很高,遇到百丈法师把这个公案解决了。 11. 这是警惕我们,我们后人学习讲经说法,决定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随着自己的意思,你要负责任。 11. 现在麻烦大了,因为你讲经有录音,有录音带流通,这个不得了,这个跟文字差不多。 11. 你这个录音带传出去了,将来有一个带子留在这个世间,你就出不了恶道,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 11. 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 11. 但是我们初学,佛法不弘扬,我们对不起三宝。 11.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弘法力生的人太少了,一定要发心出来弘扬佛法。 11. 但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开悟,烦恼又没有断,如果讲经说法一定错误摆出,换句话说,不讲还好,讲了决定要剁三图, 12. 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12. 从前老师教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好。 12. 他说我们今天没有能力讲经,我们讲什么? 12. 讲注解。 12. 我给你们这些讲义,将为农居士的注解,我们讲他的东西,错了,他错,我没错。 12. 我们可以推卸责任,他错了,我没错。 12. 句句话都有依据,决定不能够把自己的意见拿来说,那个危险就大了。 12. 只要这里面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见解,哪里会错,错了,是他错。 12. 将来堕落是他堕落,我不跟他堕落。 12. 这是老师当年传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就依法炮制,这个方法好。 12. 所以讲注,选注,我们要小心,要谨慎。 12. 要选好注,他讲得很合理,如理如法,我们选这个注子来宣讲。 12. 注经的人跟我们讲经,性质不相同。 12. 注经是提供参考资料,所以这个注解是越丰富越好。 12. 注经的人就好像才买,叫你去买菜,你买的样子越多越好,多多一扇,买回来,奖经的人是厨师,他做菜,你这个菜统统买了,他不一定全部要。 12. 我做几个菜,选几样搭配,菜就做得很漂亮了,这才能供养大众。 12. 于是我们取注就要注意,譬如说用一个注解,我们取它的大概是十分之一就可以了。 12. 你们如果看江卫农居士的,讲义,我这是,节要,是江卫农居士,讲义,里揭露出来的,分量只有他,讲义,的十分之一。 12. 我没有完全采取,只取他十分之一。 12. 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四个月的时间,来跟诸位报告这一小部分。 12. 这一小部分是他,讲义,里面精彩的部分,精华的部分,我们很的受用。 12. 所以要懂得选注,要懂得取注。 12. 决定是一家人的,我们没有掺杂另外的东西进去。 12. 这是自始至终在思想体系是完整的,是一贯的,我们才真正的受用,真正的好处。 12. 所以我们学讲经要懂得这一个门道,懂得这一个诀窍,凡夫也行,没开悟也可以,这个功德无量无边。 12. 经上讲,福德不可思量,受持,读诵,为人眼说。 12. 无法可说,无声可度,是曰信说,照而常记也。 12. 有声可度,有法可说,是曰相说,记而常照也。 12. 何而观之,正是信相缘容,记照同时之意。 12. 当如是通达也。 12. 无法可说,无声可度,是曰信说,照而常记,大成了一经上,常常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晓得,佛这种说法,是从真如本性那一边所说的,也就是说,佛是依什么说的。 12. 是依真心,依清静心说的。 12. 清静心中,一法,不利,哪有法可说,哪有声可度。 12. 这是从心性上说的。 12. 照而常记,着重在记,记灭了,一法不利。 12. 有声可度,有法可说,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常常看到,而且佛处处鼓励我们要发心,四红誓愿就非常明显,劝我们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可见得有众生可度,我们要发这个心。 12. 是约相说,从相上来讲的。 12. 既而常照,着重在照。 12. 照是对相,既是心性。 12. 从相上说,有声可度,有法可说,从性上讲,无法可说,无声可度。 12. 这些道理,事实,我们要清楚,要明了。 12.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深意,你看到佛的讲经说法,佛的话不能听。 12. 我刚刚学佛,台湾大学有一位严义萍教授,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很熟,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教授。 12. 他就告诉我,佛的话不能听。 12. 我说为什么? 12. 他说他读过,金刚经。 12. 我说,金刚经,怎么? 12. 他说,金刚经,像半桶水一样,倒过来,倒过去,重重复复,前后自相矛盾。 12. 一会儿说有法可说,一会儿又说无法可说,他说佛讲的话颠三倒四。 12. 他不知道他自己没懂,真的是已轮回心策源绝海,我是幸亏没听他的。 12. 那个时候我们是学生,他是教授,我们听了他的话,虽然知道他不对,也不敢去辨白他,也不好意思跟他抬杠,但是晓得他错了。 12. 像他那么样的见解,多的是,太多太多了。 12. 所以这是毁谤大臣。 12. 他也不是有意的,是他自己确实看错了,他以为他看得很准确,没看错,完全是依文解义,三世佛都喊冤枉,这是大学教授。 12. 何而观之,正是信乡圆容,即照同时之意。 12. 当如是通达也。 12. 严教授要是懂得这个意思,他就不会胡说八道了。 12. 把佛的话合起来看,理事,信乡都圆容了,不至于偏在一边,所以你能够体会到绝照同时。 12. 学佛必须开佛之见。 12. 佛之即是一切不可得,知一切即空即假。 12. 佛见即是不值一意。 12. 欲通达佛法为妙之理,非将凡情俗见,一扫而空之,必不能入也。 12. 学佛必须开佛之见。 12. 佛之即是一切不可得,知一切即空即假。 12. 佛见即是不值一意。 12. 佛见即是不值一意。 12. 这都是,金刚经,最惊讶的开示,最重要的几句话,我们果然能把它抓住了,受用确实是无有穷尽。 12. 真的能够帮助你断烦恼,开智慧,却确实实能做到,帮助你现前的生活幸福,自在,美满,不是达不到的,真正能达得到。 12. 一个人烦恼轻,智慧长,体质就变了。 12. 虽然不能像,无量受精,上讲的金刚不坏身,至少你一生不生病,这个可以做得到。 12. 前天在这边的一个同修,带我去洗牙齿,牙医生问我有没有什么药物反应。 12. 有没有生过病,住过院。 12. 我说没有,我一生到现在没有住过院,没有生过病。 12. 这是学佛的好处,不学佛行吗? 12. 这点好处你可以得到,一生不生病,能够的身心健康。 12. 心清净,身体就清净,清净就是健康,也就不容易衰老。 12. 老从哪里来的? 12. 烦恼来的。 12. 人一有烦恼,老的就快,人没有烦恼,就不会老了。 12. 它不起变化,纵有变化,变得非常缓慢,忧虑,烦恼那是大风大浪,那个变化非常快。 12. 这是学佛你眼前就得到的好处,就得到的利益。 12. 要晓得一切法不可得,一切不可得,自然就不执着。 12. 世间人忧虑的是什么? 12. 得失。 12. 没有得到,想尽方法要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丢掉,那个心多难过,日夜不安。 12. 晚上睡觉都做噩梦,那个日子就过得很辛苦。 12. 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即空即假,你这个心放下去了。 12. 纵然得到了,没有欢喜心,若无其事。 12. 为什么? 12. 假的,不是真的,你有什么好欢喜的。 12. 丢掉了也不苦恼,假的,本来没有。 12. 所以你得失的念头打掉了,你的烦恼去掉一大半。 12. 你不明白若,你就不懂得事实真相,懂得事实真相,心开一解。 12. 在生活上,决定没有忧虑。 12. 为什么没有忧虑? 12. 你就懂得一点因果的道理,这个解也解开了。 12. 一饮一浊,莫非前定,有什么好忧虑的。 12. 命里面不该饿死的,今天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到吃饭的时候,会有人送来,奇怪了,他不该饿死。 12. 命里面该饿死的,给你一个金山,照样饿死。 12. 你还求什么? 12. 真正通达因果报应,求的念头都没有了。 12. 了凡先生在,了凡四讯,里面讲的,他的命被孔先生算定,算得很准确,所以他再也不打妄想了。 12. 他跟云谷禅师,云谷那个时候是在南京,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三天三夜在打坐,不起一个妄念,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12. 云谷禅师看到这个人很佩服,三天三夜不打一个妄想,这是相当功夫,结果一问,不是的,他命被人算定了,他说,我打妄想也枉然,所以不想了。 12. 云谷禅师听了笑起来了,我还以为你有功夫,原来你还是个凡夫。 12. 所以真正懂得因果报应,妄念都没有了,何况明白事实真相。 12. 金刚经,上讲的是事实真相,这个身,比命运的道理身得太多太多了。 12. 知一切法不可得,这个前面讲得很详细。 12. 能够得的,三星不可得,过去星,现在星,未来星,所执着的一切诸法,诸法是原其性空,有相无体,当体即空,了不可得。 12. 这给你讲得很清楚,事实是能所惧不可得,比讲业因果报更彻底,更透彻。 12. 明白这个道理,我像,人相才能真正放下,再不会有这个念头了,这个放下了之后,你就明心见性,你就正的原初祝菩萨,你就正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就成佛了。 12.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开佛之剑。 12. 金刚经,上,开佛之剑,这是正宗分的第二段,性,解,行,正。 12. 佛的之剑就是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即空即假,就是不值一意。 12. 一切法,不依不依,中观,里面讲的八部,八部归纳起来说,就这一句。 12. 欲通达佛法为妙之理,非将凡情俗见,一扫而空之,必不能入也,学佛的人很多,学般若的人也很多,为什么学般若不能的,金刚三昧。 12. 为什么学教的人,不能,打开圆解。 12. 为什么念佛的人,不能的,念佛三昧。 12. 这个地方,一句话道破,凡情俗见,四个字。 12. 你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障碍。 12. 凡情,是烦恼障,俗见,始所知障。 12. 给你说二障,你容易懂,这四个字就是二障。 12. 你二障不除,你怎么能证的? 12. 怎么能成就? 12. 要除二障,一扫而空,就是放下,你不放下怎么行? 12. 世间法要成就真实的工业,建功立业真实的,真实的是经的起历史的考验。 12. 你今天封功伟业,人死了,一切都完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12. 你建功立业,历史上世世代代都纪念你,都赞叹你,那是真的。 12. 你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要放下,你要不放下的话,你做不到,你的工业是昙花一现,马上就完了。 12. 看破,放下,是释出世间成功立业的秘诀,越是大功大业,越是要放下。 12. 释法尚且如此,佛法是教你明心见性,见性做佛,佛法是教你了生死,超三界,永托轮回,你还要有凡情俗见,你怎么能入门? 12. 不但你不能正果,你连开悟都不可能。 12. 在这个地方讲,开佛之见,开解你都没有分。 12. 说实在话,这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不是佛菩萨不照顾我们,是我们自己有障碍。 12. 实在讲佛苦口婆心为我们说明这个道理,说明事实真相,劝我们放下,你偏偏不肯放下,那有什么办法? 12. 这个佛菩萨不能勉强我们的。 12. 所以要自己觉悟,自己有智慧,真正肯放下。 156. 是成。 何以故? 15. 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 15. 这是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 15. 前面说,莫做事念,你不可以这样讲。 15. 佛有法可说,有众生可度,不可以这么说。 15. 何以故,是为什么? 1. 实无,略斗,此二字最是彻底。 为实无作念之理也。 15. 这个地方要有个巨斗,念的时候,要把它念出来。 此二字最是彻底。 为实无作念之理也。 小柱里面,实在讲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它的意思很圆满,这二字最是彻底。 1. 要知道,是初世间一切法,都是,实无。 2. 你要讲实相,讲真相,无。 2. 没有。 3. 所有一切你看到它有,是幻相,假相。 3. 这一桩事情前面也讲的很多。 4. 我们今天六根,所感受的六成境界的幻相,实际上是刹那叶因果报的生灭相续相而已, 却确实实是当体即空,所以实无。 4. 冷言经,上所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那个当处到底是占了几许的空间,几许的时间,我们粗心大意的人也不知道,也没有去注意,去追究。 5. 如果你真的要去追究一下,给诸位说,时空都等于零。 5. 这是现在科学上的说法,时间跟空间都等于零,等于零那就是实无。 5. 如果说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一分之一,亿亿分之一它不等于零,那还有,那不能叫实无,实模式等于零,时空都等于零。 5. 这个事实真相,现代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到。 5. 它能够发现到几亿万分之一,它能够发现到这个,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维系的波动。 5. 但是它还没有能够见到时空都等于零,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确实如此。 5. 时空等于零,就是前面讲的,记,记而常照,照而常记,到这个境界了。 5. 那个起作用,真是广大无边,所以它的能力能够变虚空法界,就是它在时空上等于零。 5. 所以时无的意思非常之深,非常之广。 5. 在此的这事举一个例子,时无作念。 5. 诸佛菩萨决定没有这个意念,这是我们要晓得的。 5. 我们今天要学佛,我们讲经说法,有没有这个念头。 5. 不能有这个念头。 5. 你有这个念头,你就有苦。 5. 我要到哪里去弘法,我要为哪些人讲经,错了。 5. 跟佛法完全不相应。 5. 讲经说法是缘分,你们这边同修找我,正好我也没事情干,好,就讲讲吧。 5. 这一切随缘,我没有说一定要到这里来讲,要作意来讲,没有。 5. 所以我们要学随缘而不攀缘。 5. 在这个世间,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明天,这个才自在。 5. 明天还没到,想他干什么。 5. 今天不是很快乐吗? 5. 不要想明天,什么事都没有。 5. 有同修问我,法师,你还有什么事,没事。 5. 什么事也没有。 5. 你要什么,什么都不要,没东西好要的。 5. 记住。 5. 实无,就对了。 2. 众生,之所以成众生,已有念故。 6. 众生之所以的度,已无念故。 6. 度身云者,为令离念而已。 7. 若佛度身有念,则自尚未度,何能度身也。 7. 众生之所以成众生,已有念故。 8. 众生之所以的度,已无念故。 8. 这话说得好。 9. 简单,明了。 9. 你为什么会变成众生? 9. 你有念。 9. 你为什么会得度? 9. 你几时无念旧的度了。 9. 你有念,你没得度,无念,旧的度了。 9. 有念,你是众生,无念,你成佛了。 9. 你至少是法身大事,你成佛了。 9. 你要晓得无念的意思,实无,那个意思要紧。 9. 金刚经,后半部的意思,真的是为生无浅,只有生意没有浅意,这是要记住的。 9. 凡夫跟佛菩萨的差别,有念,无念。 9. 有念,无念要是把它说的具体一点,落实一点,是有四象,无四象,有四见,无四见,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 9. 度身云者,为另理念而已,什么叫度众生? 9. 帮助一切众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教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而已,这叫度众生。 9. 千经万论没有别的,就这么一装饰。 9. 希望诸位从这个地方,细细去领略,去体会,你会的受用。 9. 若佛度身有念,则自上未度,何能度身耶,这是说,佛一再教诫大众,莫做事念,的道理。 9.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讲法? 9. 如果这样讲法,佛就有度众生之念了。 9. 佛说,我当度众生,佛就是凡夫,佛还有四象,有四见,这哪里叫佛菩萨? 9. 佛度众生上且无念,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9. 我们要学佛,就是要学离四象,离四见,离象,离念那叫真学佛了,真用功。 9. 离香,不是说我们这个香不要了,你在家里面,家不要了,你做事情,事业不要了。 9. 事业不要,你就真以为香丢掉了。 9. 你身还在。 9. 不管你跑到哪里,你这个身香还在,你钻到山洞里修行,山洞也是香,你怎么个礼法。 9. 告诉你,心里不执着,外面这个香没有关系,没有妨碍。 9. 华言经,上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9. 妨碍的是什么? 9. 心里面执着的那个香,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 9. 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很有智慧。 9. 中国人打妄想,那个,想,心上有个香,把心上的香拿掉,香没有了,剩下来的是真心,心就显出来了。 9. 分别是,思,心上面一个田,田是画格子,把格子拿掉,剩下的是真心。 9. 现在人讲我有,思想,完了。 9. 思想是凡夫。 9. 思,折了箭,我见,想,折了香,想不就是有香。 9. 所以佛叫我们离念,把思那个田拿掉,教我们离香,把想里面香拿掉,剩下来的是真心,是自信。 9. 所以是教你去这个,不是教你去外面的境界向。 9. 外面的境界向要是去掉,那你就错了。 9. 那还断什么恶,修什么善。 9. 经上讲的清清楚楚的。 9. 不注色身相未触法,而行不失,可见得,而行不失,事事要做,一样也没有少做,做得更积极,做得更圆满。 9. 心里面空了,心里面思想没有了,留下来的是真心。 9. 大家要懂这个意思,要向这个地方去体会。 9. 佛度众生,不过为众生做增上缘儿。 9. 众生自己发大心,行大行,实为主因。 9. 若无主因,虽有增上缘,身亦无从度也。 9. 是故众生的度,实众生自度儿。 9. 佛度众生,不过为众生做增上缘儿,这是一句真话,诸佛菩萨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增上缘。 9. 大乘经上讲,缘有四种,清因缘,所缘缘,无见缘,增上缘。 9. 可见得众生要得度,四缘要具足,四缘当中诸佛菩萨能帮我们忙的,就是一个增上缘,其他的三个缘要自己具足,少一个都不行。 9. 清因缘,没问题,清因缘是什么? 9. 是真如本性。 9. 也就是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是我们做佛的清因缘,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成佛的清因缘有。 9. 另外两个缘是我们能不能成就的关键。 9. 增上缘,佛教给我们做佛的方法,为我们讲解做佛的理论,这是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的,这是增上缘,外面帮我们的忙,我们听了,学了之后,自己要有,所愿缘。 9. 所愿缘是什么? 9. 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是所愿缘,经典末后所说的,信受奉行,也是所愿缘。 9. 我们是不是真做到了? 9. 具足所愿缘,还有一个条件是,无见缘,不能间断,要有恒心,要有毅力。 9. 你具足所愿缘,具足无间缘,你成功了,你四缘具足了,你成佛所有的条件一样也不缺乏。 9. 我们今天修行不能成就,给诸位说,缺少两个缘,轻因缘有,这是理论上有的,没有问题。 9. 增上缘有,我们听经文法,读经念佛。 9. 缺少的是什么? 9. 所愿缘没有,我们所愿还是愿五欲六成,还是愿是非人我,搞这些,没有去缘佛法。 9. 我们所愿缘没有,无间缘没有,无间缘是不间断,我们每天念佛修行,两个终点不错了,还有念二个终点间断,所以你不能成就。 9. 我们今天不能成就,是这两个缘上有问题。 9. 如果这两个缘上大家真抓住,没有问题的话,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9. 所以要晓得,一切诸佛菩萨,善知识对我们的,就是增上缘而已。 9. 我们今天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加持我们的,给我们的是什么? 9. 增上缘而已,也是增上缘。 9.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当中变现的,这是我们具足轻因缘,自信弥陀,为心净土,这是自信里面有的,这是轻因,我们有分。 9. 我们能不能往生? 9. 还是这二缘? 9. 能不能老实念佛? 9. 念佛的秘诀,不怀疑,不夹杂,那是所愿缘,不间断,那是无间缘。 9. 你能够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决定往生。 9. 为什么? 9. 四缘具足了。 9. 理事都搞清楚,我们就有把握了,往生真的有把握。 9. 不但有把握,想什么时候去,就可以什么时候去,你说多自在。 9. 你说这个多快乐。 9. 佛度众生,只不过为众生做增上缘。 9. 众生自己发大心,行大行,实为主因。 9. 若无主因,虽有增上缘,身亦无从度也。 9. 我们从四缘上讲,更清楚,更明白。 9. 要发大心,要行大行,这叫所愿缘,这都是在所愿缘里面。 9. 如果自己不发心,不肯受持,即使佛菩萨亲自来给你讲经说法,也没用处,你不肯做。 9. 是故众生的度,实众生自度耳,这个说话的有道理。 9. 众生的度,真的是自己,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是自己度自己。 9. 佛只是在外面帮忙而已。 9. 即使净土法门,这是特别法门,二立法门,佛来帮忙,灵终佛来接引,实在讲是因为你真性,真愿,真行,真行就是老实念佛。 9. 你具足这三个条件,灵终时佛来接引,还是增上缘。 9. 由此可知,轻因缘,所愿缘,无见缘,还是自己具足的。 9. 所谓是佛不度众生,众生自己度自己。 9. 所以佛菩萨度无量无边众生,没有鞠躬,我度多少多少,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念头。 9. 众生的度成佛了,他很客气,众生自己自度成佛的,他不鞠躬,他没有这个念头。 4. 既有一念,四相具足。 9. 如来正令发心菩萨,除此四项。 9. 但约如来边言,以明无能,摩索,无我之意。 9. 意在令学人了然于平等法界,十五有我而。 9. 既有一念,四相具足,如果有一个念头起来,四相就具足了。 9. 四相具足是凡夫,决定不是菩萨。 9. 如来正令发心菩萨,除此四相,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9. 但约如来边言,以明无能,摩索,无我之意。 9. 意在令学人了然于平等法界,十五有我而。 9. 这个意思是真实的,决定不是虚妄的,我们要能体会,要认真的在这个地方学习。 9. 必须要知道无我法才是真实的,是出世间一切法里面,唯独无我法真实。 9. 诸佛菩萨,佛所以成佛,菩萨所以成菩萨,没有别的,通达无我法而已。 9. 我们之所以不能做佛,不能做菩萨,还做生死凡夫,没有别的,执着有我,有法,我们错在这个地方。 9. 无我法就是无我执,无法执。 9. 这两种执着一般大家都晓得,我法二执,我法二执都空的,无我法。 9. 我们今天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言习报告》第九十三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九月三。 请先开经本二百二十七面。 一五七,明本无甚凡。 9. 虚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 9. 虚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 《金刚经》,在后面越讲越真实,因为愈来愈真实,我们凡夫之人愈来愈不容易体会。 往下说的都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也就是诸法实相。 1. 此事无能度,摩索度之所以然也。 前面说过,不但佛在本经上讲,大臣经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这样的句子,佛不度众生。 佛为什么不度众生? 本经上告诉我们,能度之人,所度之众生,都是原生之法,了不可得,那是从相上讲的。 从性上讲,万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不平等,从性上说,也没有能度跟所度。 这个意思深,决定不可以错会,不能够误会,这是,班若经,难讲的地方,也是难懂的地方。 可是学佛也不能不懂,实在说也不能不讲,我们一定要细心,要谨慎,要维系的去体会去观察。 2. 一真法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同体之性之以明也。 2. 因其同体,故约亦如。 3. 故约平等,无有高下。 4. 譬如精气多种,明相虽各个不同,无非精之亦相亦明,同体亦如耳。 4. 事实真相的确很难懂,很难体会,可是后面这个比喻,从比喻当中我们能够了解一个仿佛。 5. 前面这三句话,一真法界,什么叫一真法界? 5. 就是一切诸佛,什么叫一切诸佛? 6. 就是一切众生。 6. 你说一切众生也行,一切诸佛也行,一真法界也行,乃至于说实法界也行。 6. 明白的人怎么说都行,不明白的人,怎么说都迷惑颠倒,都搞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越讲越糊涂。 7. 明白的人,他知道是,同体亦明,同体,是一桩事情,叫的名字不相同,是一桩事情。 7. 本经里面说,如来者,诸法易如,诸法易如就是如来,如来就是诸法易如。 8. 诸法易如的意思,大成经,佛教经典一打开,第一句话,如是我闻,如是什么意思? 9. 如是就是诸法易如,一切皆是,经上不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世尊四十九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讲些什么? 9. 就是讲这个,千经万论没有离开这个宗旨。 9. 经意要是不容易体会,不容易体会是实实在在的,下面举的比喻好懂,随唐时代的古大德为我们讲这桩事情,就用经跟经器来做比喻。 9. 经是体,可是气那就太多了,我们到银楼里面去看经气太多太多了。 9. 气多他的名就多,用一个名没有办法称这种种差别的形象。 9. 譬如我们用黄金造一尊佛像,造一尊菩萨像,也造一个人像,也造一个小动物像,你会看到这是阿弥陀佛,那是观音菩萨,那是天人,那是小猫,小狗,名称就不一样了。 9. 其实明白人知道一样都是精,不管你怎么叫都是精,成分都一样,重量都一样,价值都一样,一桩事情。 9. 所谓,以精做气,气气皆精,这个我们好懂,诸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9. 但是在实际理体当中,意思无限的声广。 9. 华言经,上说的好,一及一切,一切及一,一是指什么。 9. 一不是专一,不是独一,专一,独一那就错了,就有差别了,不能说是没有差别,无有高下,一是任一。 9. 我们以眼前的事实来说,这是一般人疏忽的,所谓是粗心大意。 9. 我们眼前的境界,有我们的身体在,有我们的生活环境,有许许多多的人物环绕着我们左右,我问你,这是意还是多? 9. 从相上讲,多,从性上讲,一,这么复杂的现象,从哪里来的? 9. 现代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宇宙从哪里来的? 9. 生命从哪里来的? 9. 我从哪里来的? 9.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9. 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答案。 9. 虽然科学家提出种种假设,种种推测,但是总不能叫人心服口服。 9. 这些可以说是大问题,人生的大问题,近代科学家他们都提出来,古代的这些人有没有提出来过? 9. 也提出来过。 9. 你们看宗教的经典,基督教的,新旧约,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里面都有,可见得古人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9. 但是许多宗教家找不出一个答案,就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想出一个上帝,这是上帝安排的。 9. 上帝造的,把上帝招牌打出来,什么答案都圆满了,都解决了。 9. 可是现代的科学家,不相信上帝的话,这个就麻烦大了。 9. 他们要找原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9. 可是在佛法里,佛没有说是上帝造的,佛没有说是神明主宰的,佛也没有说是他造的,没有。 9. 佛给我们说这个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 9. 佛告诉我们,一切为心造。 9. 这是佛指出我们一个答案。 9. 什么人的心造? 9. 佛告诉你,就是你自己心造的。 9. 你能相信吗? 9. 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现在云云众生环绕这周边,都是我自己心造的,你能不能相信? 9. 也摇头不敢承担,但是实实在在是你心造的。 9. 你要不相信可以做个实验,你把眼睛闭起来,这世界就没有了,张开来就现前了,那不是你自己造的吗? 9. 你能说不是你自己造的吗? 9. 这个事实一般人很难懂,所以佛又用梦境来做比喻,这与这个比较相似。 9. 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梦,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有自己,也梦到很多很多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也有虚空,也有山和大地。 9. 梦从哪儿来的? 9. 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梦是我们下意识变现出来的,下意识就是心,心变现出来的。 9. 心在哪里? 9. 不晓得。 9. 冷言经,上,阿南尊者提出心的问题,世尊也不问他什么真心,忘心,都不问,只要你承认有个心,管他真心,忘心,在哪里? 9. 你把心找来我看看。 9. 阿南很聪明,我们找还找不到,他有办法想了七个地方,我们想不出七处,他有办法想出七处,都被世尊否定掉。 9. 心有没有? 9. 真有? 9. 心在哪里? 9. 诗在讲,摩索不在。 9. 那个境界就是你心变的,不现香的时候,心无形无香,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是它现出香来了,那就好办了。 9. 譬如不做梦,你心在哪里真的找不到,一做梦的时候,找到了,在哪里。 9. 梦境就是心,心变成了像。 9. 佛经讲的,全真即忘,真的就是心,忘是境界,整个的心变成了境界。 9. 全忘即真,整个梦境,就是你的心。 9. 梦境这个心能变自己,能变很多很多人,能变山和大地,能变虚空。 9. 我们今天讲,时间,空间,时空现在是科学家没有解决的问题。 9. 时间,空间怎么来的? 9. 有没有开头? 9. 有没有终结? 9. 有没有变化? 9. 这都是大问题。 9. 梦中的时间跟空间从哪里来的? 9. 也是自己心理变现出来的。 9. 如果你把这个道理参透了,佛跟你讲的,现前的山和大地,虚空法界,使法界一正庄严,从哪里来的? 9. 你自己心理变现的。 9. 因为你的心会现相,而且这个相会变,为什么会变? 9. 随你的心的念头再变,如果你的念头不变,那个相就不变。 9. 念头会变,相就决定会变,所谓,相随心转,静随心转,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心,就是这么个道理。 9. 正因为这么一个事实,佛在这部经上才教给我们,无助身心,如果不是这一装饰,无助就好了,何必还要身心,就是你的心决定现相,相决定随着你的念头变,于是佛叫我们身心。 9. 你身善心,这个境界就变得很善,很美,你身烦恼心,现得像就变得很烈,变得很粗,也叫你自己很不好受,道理在此地。 9. 你如果是纯一清净心,那就变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 9. 所以虚空法界,都是自己的心性变现之物,离开心性无有义法可得。 9. 这就好像经根气的关系,我举梦境当中的关系,诸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却确实实是自性变现之物。 9. 我们有这么多人在,也许有人会问,这个境界是我一个人变的,还是我们大家一起变的。 9. 我在告诉你,是一个人变的。 9. 那一个人呢? 9. 那个人是他一个人变的。 9. 他变的,跟我们为什么相同? 9. 同分望见。 9. 譬如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很明亮,亮的是灯光,哪一个灯光? 9. 许许多多灯光,每一个灯光都遍布,你在这里分不出来,可是你席掉一支灯光,它那个灯光就没有了,就是这个道理。 9. 我看你,我变的,你看我,是你变现出来的,各个不相干。 9. 你要是不相信,这两支灯光都开灯,光光互融,其实各个不相干,如果相干,这盏灯关掉,那个光流到它那边,它不能熄掉。 9. 各个不相干。 9. 冷言经,上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讲得很清楚,那很有味道,非常符合于现代的科学。 9. 现在的科学讲地球物理,太空物理,冷言经,上讲这些东西。 9. 大讲到虚空法界,小也讲到电子,盒子,也讲到粒子。 9. 无论是大,是小,都是自信变现之物,离开自信,无有义法可得,时空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9. 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 3. 无胜无凡。 9. 本来平等。 9. 所以佛说,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 9. 概度即无度,成即无成。 9. 所以又说,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 9. 此皆约性体平等一说也。 9.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佛一二帝说法,这种讲法是一真地,所谓一真地就是一事实真相。 9. 事实真相我们凡夫没有发现,没有看到,诸佛菩萨看到事实真相。 9. 就事实真相上来说,哪有凡甚? 9. 有凡甚这是二法,不平等。 9. 什么是佛法? 9. 把事实真相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就叫佛法,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就不是佛法,佛法的定义如是如是。 9. 清楚了,明白了,怎么说都对,都不错。 9. 说,无佛,无众生,对的,没说错。 9. 它本来如此。 9. 说,有佛,有众生,也对,也没有说错,现实的现相如此。 9. 一个是从体上说,一个是从相上说。 9. 如果没有搞懂,怎么说都错,所谓,开口变错,动念极乖,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把它做实了,你不知道一切法无实无虚。 9. 我们在,谈经,里面看到,六祖会能离开黄梅,那个时候寺院里面的大众,对她很不服气,她把一波带走了,那些人都想把一波抢回来。 9. 她跑到猎人队去避难,避难15年,时间不算短。 9. 十五年以后,离开猎人队到广州,现在的光孝寺,听到印宗法师讲,涅槃经。 9. 印宗法师在南方,也是很了不起,很有名气的法师,讲经说法。 9. 那个寺的大殿旁边有旗杆,杆上挂着帆,风吹着,风动,翻动。 9. 有人在争论,有人说风动,有人说翻动,两个争论不休,他在旁边插了一句话,不是翻动,不是风动,人者心动,不是风也不是翻,你的心在动。 9. 当时听的人觉得他讲得很高明,也都很佩服。 9. 印宗法师听到了,讲完经下来接见他,向他请教,知道他是禅宗的六祖,才知道。 9. 于是乎就向他请教,你在黄梅,五祖人和尚说禅定,解脱,怎么讲法,他的回答高明,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 9. 我们在这里看到,无凡,无甚,凡甚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哪来的凡甚。 1. 一个味道。 1. 跟你说有凡,有甚,这是对初学人讲的,对分别,执着还没有破的人讲的,给你讲许许多多的法相。 1. 菩萨,给你说,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哪有那么多。 1.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惹了这么一大堆。 2. 你要懂得佛说法的义去,佛是用许许多多话来诱导你,到最后诱到哪里。 2. 诱导到心地清净,一念不深。 3. 为什么佛讲这些东西,叫你一天到晚在打妄想。 4. 佛跟你讲这些法相名词,你在这里打妄想,比你一天到晚想是非人我,贪甜吃高明多了。 5. 你妄想不能断,佛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诱导你,把你妄想诱导不要落在三恶道里,不要落在轮回里还照打妄想,依着佛经打妄想,这个方法很妙,很高明。 5. 可是佛最后的目的,一定是要把你的妄想全部打掉,恢复到自信,这是他的终极目标。 6. 这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善巧方便。 6. 如果是上根立志的人,佛教他的就简单容易了,没有这些啰嗦,单刀直入,那就很简单。 7. 像,金刚经,都是对上根人说的,不是对中下人说的,没说多少,果地上的境界完全都显露出来。 7. 所以,我们要晓得佛说法的善巧。 8. 因此佛在经上一再地告诉我们,佛所说的法不能执着,因为所说一切法都是因缘身法,当体极空,了不可得。 8. 如果你要想到当体极空,了不可得,那不就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8. 我们为什么在一切法里面,看到不平等,有高下。 8. 因为我们不晓得它是原身之法,也不知道它当体极空,误以为真实,这样才有高下。 8.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懂了,这一段就好讲。 9. 无圣无凡,凡圣这个名词是假定的,哪来的凡圣? 9. 什么叫圣? 9. 明星见性就叫圣。 9. 什么叫凡? 9. 无明烦恼盖付了本性,就叫做凡。 9. 无明烦恼是真的吗? 9. 不是的。 9. 马明菩萨在《大乘其性论》里告诉我们,本觉本有,本觉是真如本性,自性理念本具的般若智慧,不觉本无,不觉是无明,烦恼,本来没有。 9. 本来没有,哪来的凡圣? 9. 从自性上去看,确实没有,凡圣都没有,无圣无凡,本来平等。 9. 现在平不平等。 9. 给诸位说,现在的的确确是平等。 9. 现的香,这是十法界的香,佛,菩萨,身闻,原觉,六道众生,这怎么个平等法? 9. 它真平等。 9. 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平等? 9. 我们是迷在香上。 9. 就像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已经做气,气气皆经。 9. 我们看到气,折了这个香,菩萨,佛,小猫,小狗,畜生,这不平等,香不平等。 9. 可是你仔细论论价值,黄金重量一样,橙色一样,到外面去卖价钱相等,怎么不平等? 9. 平等的。 9. 从直上去看,它是平等,外面样子不平等。 9. 既然体平等,香哪有不平等的道理? 9. 只要你不执着就平等。 9. 凡夫执着,用黄金做一尊佛像,那还得了,天天趴在地下磕头捉衣。 9. 如果做一个小猫,小狗的像,它在那里摸一摸,绝对不会给它磕头的。 9. 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9. 这像。 9. 佛是见性不着香,于是使法界统统平等。 9. 无甚,不着佛菩萨的香,无凡,不着六道凡夫的香。 9. 它,不着了,见香就是见性,使法界平等的,哪有不平等。 9. 为什么佛菩萨不着香? 9. 为什么我们会着香? 9. 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对事实真相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使法界依正庄严,无量无边的色相,这些色相是什么? 9. 都是从真性里面献出来的。 9. 真性为什么献这么多差别香? 9. 差别乃是因果不同,是业因果报刹那生灭的相续香而已。 9. 刹那生灭不是真的生灭,真的是什么? 9. 真的不生不灭。 9. 不生不灭为什么要说生灭? 9. 生灭的意思是刹那变化,是变化,不是真的生灭,香永远不会灭。 9. 如果大家对意思一下会不过来,我们还得举比喻。 9. 譬如今,我们一尊经的佛像,我们现在不想要这个佛像,我喜欢观音菩萨,把这个佛像融掉,再塑一个观音菩萨的像。 9. 我们就讲,佛像灭了,观音菩萨像生了,其实金还是那个,你从那一块金来讲,它没有生灭。 9. 甚至于佛像不要了,你把它做一个金砖,是砖的香,你把它化成一团,有一团的香,它总都有香在,香决定不会灭,香会变。 9. 从便上讲,我们叫它做生灭,其实不是真的有生灭,真的是不生不灭。 9. 我们的身体,你要讲真的,我们这个身体不生不灭。 9. 人会死,死了,你这个身体也没有灭。 9. 现在科学家懂得,身体是许许多多的细胞组成的,细胞是怎么来的? 9. 细胞是很多原子组织的,原子是电子组织的,电子是粒子组织的。 9. 这个身体,原聚它就在,散了,它就离开了。 9. 只是聚散的形象在变化,其实这些物质没有灭,哪有灭? 9. 没有生灭。 9. 这是我们现代科学知道,物质不灭。 9. 它只是在变,佛法讲得清楚,为时所变,为心所现,为时所变,便就是因果的关系。 9. 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的,都是刹那生灭了不可得,唯独因果是真的,因果不空。 9. 所以佛才教给我们,无助要生心,生心的道理在此地。 9. 这个理事非常之深,非常的复杂,我们也只能说一个大概。 9. 了解事实真相,这几句话就都懂了。 9. 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佛度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鞠躬过,我度了多少众生,没有这个念头。 9. 为什么没有这个念头? 9. 为什么没有这个念头? 9. 我们在,《金刚经》,前面看到,佛度一切众生,心里干干净净若无其事,是做而无做,无做而做,他的心清净。 9. 我们讲心清净,做而无做,无做而做,都是从相上说的。 9. 这个地方是从理上讲,是从性体上说,哪有佛道可成。 9. 无非是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而已,放得干干净净,我们就给他起个名字,叫他做佛,成佛了。 9. 其实成个什么佛? 9. 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而已。 9. 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就叫他做凡夫,凡圣原来是这么一桩事情。 9. 佛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教导他修行正果,众生觉悟了,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他成佛了。 9. 是佛度他成佛的吗? 9. 不是。 9. 是他自己放下的,他成佛了。 9. 众生怎么成佛的? 9. 自觉,自悟,自度,自己成佛的,佛没度他。 9. 佛只是做一个增上缘而已,轻因缘,所愿缘,无见缘都是本身具足的,佛哪里度众生? 9. 佛不度众生。 9. 度即无度,尘即无尘。 9. 这些话底下还有一句,平等真法界。 9. 真就是一真,一真法界。 9. 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换句话说,佛菩萨的生活环境叫一真法界。 9. 一真法界怎样证的? 9. 心平等就证的。 9. 一真法界在哪里? 9. 就在面前,我们并没离开,十法界跟一真法界是在一起的。 9. 虽在一起,我们今天见六道,没有见到一真法界。 9. 原因在哪里? 9. 我们的心不对。 9. 这个东西要用比喻说,譬如电视机家家都有,新加坡多少个电视台我不晓得,假定说十个,我们讲十法界。 9. 这十法界的电播都遍布在同一个空间,你播哪一个频道,这个法界现前了,就是这个意思。 9. 十个电视台的频道,都在你的按钮上,看你怎么播法,播哪一个,哪一个现前。 9. 你问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此的,如果我们频道播对了,眼前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真法界。 9. 一真法界的频道是平等心。 9. 心要怎么平等? 9. 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平等了,有妄想不平等,有分别不平等,有执着不平等,你就见不到如来他们那个生活环境。 9. 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诸佛如来生活的环境,我们马上就见到,就得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叫一真法界。 9. 由此可知,十法界不是真的,十法界是十变的,就是你妄想,分别,执着变的。 9. 妄想,分别,执着怎么会变成佛法界? 9. 你打佛的妄想就变佛法界,打菩萨的妄想就变菩萨法界,都是妄想,连佛也不想了,佛的妄想都断掉了,是一真法界。 9. 因此释迦牟尼佛很对得起我们,教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佛法也不能执着,也要放下,帮助你到一真法界。 9. 如果你所有一切都放下了,佛法不能放下,换句话说,你在十法界,住在佛菩萨法界里面,你永远不能到一真法界。 9. 这是很对得起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告诉我们佛说法也是因缘所生,也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 9. 这统统是从性体上来说的,这是约真谛而说,却确实实是一切法的真相。 4. 发心菩萨,通达此意。 8. 应以无能,摩索,无法,无我之心,修一切善法,乃能如是而正也。 8. 发心菩萨,是指发无上菩提心而说的。 9. 就像本经一开端,虚菩提尊者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这就是发心菩萨。 9. 这样的菩萨非常难得。 9. 这样的菩萨,一定得到一切诸佛的护念,换句话说,他发这样的大心,一切诸佛如来都要帮助他成佛,他发的是成佛的心。 9. 那要真发才行,嘴皮上发,心里面没有,那个不行,得不到诸佛如来的加持,要真心。 9. 你真正发这个心,你要,通达此意,此意,尽处讲就是无佛,无众生,无圣,无凡,你要懂的这个道理,从远处讲,本经自始至终所说的道理,你要明了,你要通达。 9. 因为本经所说,就是为发无上菩提心,想成圆满究竟佛果之人而说的,佛的对象是对他们说的。 9. 通达此意是解悟,我们讲开悟了,他明白了,应该要怎样才能够圆满成佛,他懂的。 9. 懂的,要不修没用处,解悟,你理解了,你做不到,没用处。 9. 底下要教你去做,你应该怎么做法。 9. 把这几个原则抓住,守住这个原则,你去生活过日子,照样你做你的工作,无论你是哪一个行业,决定不碍事,一样一天到晚去应酬,只要守住这个原则,你就能成佛了。 9. 这几个原则,无能,摸索,你心里面不能有能锁的念头,无法,无我,法我是讲执着。 9. 诸位要晓得,能锁是无明,我法是烦恼。 9. 无能摸索,无法无我,这是我们讲的,你要离烦恼障,要离锁之障。 9. 能锁是锁之障,诸法跟我是烦恼障,你要破二障。 9. 二障在哪里破? 9. 生活上,穿衣吃饭,工作,待人接物,就在这些地方,要真正做到无我像,无人像,无众生像,无受者像,修一切善法。 9. 一切善法,只要你做到无能摸索,无法无我,换句话说,拿,金刚经,前面的巨子,只要你真正能够做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无论你做什么事都是善法,你穿衣是善法,吃饭也是善法,没有一样不是善法。 9. 如果你有人,有我,有众生,有受者,你念,金刚经,都不是善法,没有一样是善法。 9. 为什么? 9. 你还当凡夫,你出不了三界,你不能够明心见性,哪里叫善? 9. 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什么叫做一切善法。 9.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就没有一样不是善法。 9. 而行善法,修一切善法,是这么一回事情,这样你就能证得。 9. 如是而证,证什么? 1. 一真法界,明心见性。 5. 圣之成圣,凡之成凡。 1. 正由亦无念,亦有念故。 1. 其念,便有高下,便非平等。 2. 圣之成圣,凡之成凡,这一段我们从相上讲。 2. 前面把你要怎样去理解,要怎样去修,这个原则都说出来了。 3. 圣人之所以成圣,凡人所以成凡,正由亦无念,亦有念故,差别就在此地。 4. 诸佛菩萨无念,六道凡夫有念,有念是凡夫,有什么念? 5. 我,人,众生,受者,这是佛法所有一切的念,归纳成这四大类。 5. 所有一切众生的念头,妄想,总不超过这四大类,只要你有念,你就是凡夫,无念就是佛菩萨。 5. 其念,便有高下,你因为有念,六道有高下,天最高,人其次,再畜生,恶鬼,地狱最下,有念就有高下。 5. 再往上去,四圣也有高下,佛最高,菩萨其次,原觉,身闻又其次,有念才有高下。 5. 佛给我们讲,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有高下,五十一个位次。 5. 佛给我们讲,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有高下,五十一个位次。 5. 她为什么有五十一个位次? 5. 因为她有念,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那就是她的念头,她的妄念没有断干净。 5. 那一品维系的妄念,要是断掉了,放下舍掉了,她就成佛了, 5. 那就完全无念了。 5. 为什么说菩萨有这么多阶位? 5. 为什么讲实法界? 5. 念有染有净,念有轻有重,于是才有这些高下的现象,这个是不平等。 5. 实法界不平等,六道当然就更不平等。 6. 会修的人要在极不平等里面,修他的平等心,极不清净的环境里面,去修清净心,这个人叫会修。 6. 古得云,但莫执行去。 6. 莫执者,绝无瞻顾之意。 7. 只要明了道理,认准方向,便亦执行去。 7. 转凡不转凡,成圣不成圣,以及一切生死利害等等,该不挂念。 8. 如此,便与道相应,与性相应,素能成就。 9. 否则反不能成也。 9. 古得云,但莫执行去,这是古大德常常叫借学人,指点学人的。 9. 莫执者,绝无瞻顾之意,绝无瞻顾是没有顾虑,没有怀疑,毫不考虑一直去就行了。 9. 禅宗里面常常用这句话。 9. 只要明了道理,认准方向,便一直行去,这叫真精进。 9. 我们平常讲精进,什么叫精进? 9. 这是真精进。 9. 死的说的很容易,实际上太难。 9. 道理你明白了没有? 9. 方向到底在哪里? 9. 你如果理不明,方向搞不清楚,盲修瞎恋那个不行。 9. 今天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无论哪一个宗派都有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 9. 理不明,方向不清楚,修学无从下手,这事实实在在话。 9. 今天有很多人喜欢参禅,什么叫禅,他不知道。 9. 古人还有个野狐禅,他现在连野狐禅都比不上,你说可悲不可悲。 9. 什么叫禅不知道,真的是盲修瞎恋。 9. 不是堕在妄想里面,就是堕在无明里面,工夫不得力,精神光阴浪费了,这真正是可惜。 9. 唯独念佛这个法门容易,只要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就是莫执行去。 9. 你理论懂也好,不懂也没关系,如果你想真正的利益,真正的好处,你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准没错。 9. 经要不要听。 9. 不要听了。 9. 你听经干什么? 9. 为什么叫你来听经? 9. 是因为你还不老实,你还不肯死心他的念佛,这才叫你来听经。 9. 我讲,金刚经,开端跟大家说过,为什么讲,金刚经,因为你们念佛不老实,不肯放下。 9. 为什么不肯放下? 9. 没看破。 9. 金刚经,的目的在哪里? 9. 帮助我们看破,放下。 9. 看破放下了,你就老实了,你就肯一直去,那才能成功。 9. 所以真正用功,真正想成就的人,诸佛护念,隆天保佑,你不会遇到灾难的,灾难落在面前,也没有你的分。 9. 你有佛菩萨保佑,你不需要找各地方去避难。 9. 你还想找各地方去避难,诸位想想看,你一定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受者,那你一定要遭难。 9. 你什么时候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还有什么难? 9. 没有了。 9. 所有的灾难都消除了,都没有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9. 用功,回家用功就好了,念佛,一个人念就行了。 9. 过去我们要讲大家在一起共修,共修有共修的因缘,有共修的条件。 9. 古时候因缘不错,现在因缘不好了。 9. 现在共修人多,叽叽叉叉的,张家长,李家短,这哪里叫共修? 9. 如果共修的话,修六道轮回,不是修西方净土。 9. 西方净土是修清净心,跟那么多人在一起,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嘴巴里说的,都是杂心闲话,心怎么能静得下来。 9. 不说话,你们打佛七指语,你不说话,眼睛还会看见,你心里还会打妄想,只是不说而已,你还是不清净。 9. 所以现在真正修行,说老实话,回家去念佛,一个人修。 9. 一个人,有的时候精神提不起来,依重靠重,古人所谓怕自己懒惰懈怯,所以大家在一块而修行,彼此互相勉励,看到别人念佛,自己不念不好意思,共修的意义在此地。 9. 现在变质了,现在这个好处没有了,在一块反而麻烦。 9. 自己精神提不起来,怎么办? 9. 现在有办法,有念佛机,有录音带,这个可靠,他不会给你找麻烦。 9. 特别是现在念佛的录音机,还有随身听,你戴上耳机,你在家里一天到晚念佛,不妨碍工作,又不妨碍别人,家里人不念,你也不妨碍他。 9. 如果你的妄想多,你就把声音开大,大的时候,外面什么都听不见,比念佛堂好。 9. 大声把妄想压住,把妄想扶住。 9. 心很清静,可以开小一点,或者是照顾别的事情,声音小一点,还能够听得到外面声音,不想听外面声音,声音就开大一点,好极了,比什么都好。 9. 现在利用这些科学工具,自己真正用功确实得力,这个比打精进佛妻好太多了。 9. 你一天到晚念,真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魔所著,而生其心。 9. 身心是修一切善法,你一天到晚在工作,都是善法,都是帮助别人,都是利益大众,自己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心里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说这个方法多好。 9. 我学佛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当中,我所看的,所接触的,所感受的,我觉得小道场比大道场好。 9. 人越多越复杂,麻烦事情越多,所以道场要小,越小越好,人越少越好。 9. 诸位想象,净土宗古来的祖师慧远大师,他是东晋时候人,最初第一个念佛堂,在江西庐山见的。 9. 那个时候,他的同修算不少,123个人,这叫道场,不是随随便便人来就可以。 9. 远功大师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有名气的谢灵运,这个诸位在历史上读到,他的文章写得好。 9. 谢灵运曾经到庐山拜访远功大师,想参加他的联社,不答应,拒绝他,不让他参加。 9. 远功念佛堂,进去不是容易的,想来念佛就来念,哪有那么容易。 9. 要保持一个清静的环境,你心心不清静。 9. 你心不清静,你不要来。 9. 谢灵运为什么被拒绝? 9. 心不清静,喜欢写文章,喜欢作诗,满脑袋这些东西,打妄想,文人的习气太重了,会影响大家的清静心,远功拒绝他。 9. 陶渊明,会员大师就很欢迎他,但是陶渊明没有参加联社。 123个人。 9. 我们在,西方雀纸,里面看到,绝明妙行菩萨的道场12个人。 9. 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9. 诸位自己仔细去想想,人少好,小道场固定的这么多人,真正用功。 9. 人少,道场小,开销少好维持,不要拉信徒,拉信徒想方法找钱来养道场,诸位想想那是什么道。 9. 想尽方法去拉信徒,甚至于不择手段,你想想看它是什么心。 9. 贪甜吃慢。 9. 它是什么道。 9. 三恶道。 9. 那个道场是三恶道,不是佛道,不是菩萨道。 9. 佛道是平等心,菩萨道是六度心。 9. 现在道场很多,你要看清楚它是哪一道,糊里糊涂走进去,可不得了。 9. 如果那是地狱道,那麻烦就大了。 9. 一定要认识清楚。 9. 我跟大家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所以你要晓得西方极乐世界的道场,在你家里,不在别的地方,一个念佛的随身听,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之道,要懂的这些。 9. 转凡不转凡,成圣不成圣,以及一切生死厉害等等,该不挂念。 9. 如此,便与道相应,与性相应,素能成就。 9. 否则反不能成也。 9. 我刚才说了这一大堆,好像与这几句也有关系。 9. 真正修行人,要把所有一切的念头统统放下。 9. 佛在经上交给我们,转凡成圣,法相宗教给我们,转食成智,净土宗教给我们,一心不乱,这些说说算了,不要去理会它。 9. 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决定有障碍。 9. 念佛的同修求什么?求一心不乱。 9. 念了几个月,念了一、两年,跑来找我,法师。 9. 我念了这么久,为什么还得不到一心不乱? 9. 我听了之后就告诉他,你这一生都不会得到一心不乱,他听了很茫然。 9. 我说我跟你讲真话,你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不乱? 9. 你因为有一个,一心不乱,的心障碍了你,你得不到。 9. 怎样才能得到一心不乱? 9. 把一心不乱的念头拿掉,你就一心不乱了。 9. 你心里面放个,一心不乱,你怎么会得到? 9. 永远得不到。 9. 金刚经,佛讲,法上应舍,你为什么不舍? 9. 听明白了,知道了,知道之后要舍掉,不能执着,交给你老实念就行了,自自然然就到一心不乱,求不得。 9. 一求就坏了。 9. 所以你修行有一个念头,我要转凡成圣,我要转实成智,你永远落在世相里面,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你这一生没指望了。 9. 这个道理,这些事实,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要真正把障碍排除掉,真正放下。 9. 转凡不转凡,成圣不成圣,一心不一心,一概不要去理他,这是佛法边的事。 9. 在世间法边上的事情,一切生死利害等等,不要挂在心上。 9. 你家庭里面的事情,你工作里面的事情,人与人当中这些事情,复杂的不得了。 9. 学佛的人应该怎么样面对他。 9. 统统放下,没事。 9. 你把这些事情挂在心上,坏了。 9. 要知道是初世间法,都是夜因果报,这个人跟我很好,过去结的善缘,好缘,但是要知道,缘有尽的时候,缘尽他走了,好。 9. 没事了,走了。 9. 遇到一个恶人来缠绕,也是缘分,也有尽的时候。 9. 缘剧缘散,剧也好,散也好,不放在心上。 9. 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心里面若无其事,我们那一句佛号才念的好。 9. 我今天想求西方极乐世界,只抓住阿弥陀佛,其他的都不想管。 9. 现在人得失的观念很重。 9. 今天发财了,得到很多钱了,若无其事,与念佛不相干。 9. 今天输了钱,输了几百万,没事,若无其事,不相干。 9. 我身也没带来,死也不带去,你要真能放得下,你这一句佛号才能念的好,佛号念好了,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9. 事出世间法都不受干扰。 9. 佛在这不经末后告诉我们,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一切人事物的相不取,不取事不执着,一切都随其自然这就好,根本没事,何必一定斤斤计较,死都不肯放下。 9. 那是自找麻烦。 9. 没人害你,自己害自己,没人害你,没有人逼迫你,自身烦恼,自己迷惑颠倒,你能怪谁。 9. 盖不挂念,决定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世间法,出世间法统统不放在心上,你能这样做,就与道相应。 9. 道是什么? 9. 清净心,平等心,这是道。 9. 与性相应,与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什么? 9. 世道之体,清净平等觉的本体,就是真如自性,与这个相应。 9. 素能成就,明心见性,我们念佛人讲,理义心不乱,你很快就可以得到。 9. 你得到这个,你才能解决事出世间一切问题,没有一样你不通达,没有一样你不能解决。 9. 否则反不能成也,只要你有一丝毫的牵挂,你就不能成就。 9. 无论是释法,是佛法,心里面没有真正放下,还有牵挂,那就不行,一定要舍得干干净净,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心要空,心要净。 9. 心本来是净的,本来是定的,不动的,本来没有东西,你不能把它放一个东西在里面,谈经,上说的,本来无一物。 158. 约性相名非一意总显如意。 15. 虚菩提,于意云合,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 15. 虚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15. 后半段跟前半段意去大大不相同,前半段虚菩提尊者答复的多半是,不也是尊,多半是这种语气,后半段他的语气变了,如是如是。 15. 后半段是讲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完全是从法身大事果地上的境界来说的。 15. 问一位,可以观想有相之应生,即是观想无相之法身否? 15. 亦有相,亦无相。 15. 若只以为可,未免取相,而有这相之过。 15. 若只以为不可,未免灭相,而有堕空之过。 15. 试看长老所答,可以增长见地不少。 15. 问一位,可以观想有相之应生,即是观想无相之法身否? 15. 法身就是真如本性,这个意思是说,可不可以从相上去见性? 15. 就是这个意思,看法相就是法性。 15. 亦有相,亦无相,法性是无相的,法相是有相。 15. 有相的相,是从无相的性变现出来的,这个理根是我们都要明了。 15. 若只以为可,未免取相,而有这相之过,不能执着有。 15. 若执着,可以,那就变成这相。 15. 若只以为不可,未免灭相,而有堕空之过,这两边都有过失,过失从哪里产生的? 15. 诸位要记住,这,就有过失,如果不着,说可也行,说不可也行,都没有过失。 15. 由此可知,过失身在,执着,若执着以为可,执着是病,执着以为不可,毛病还是在执着。 15. 试看长老所答,可以增长见地不少,增长见地就是增长智慧,我们一般世间人讲增长见识,有这个意思在。 15. 二,如是,据,实非应诺之词,乃是说理。 15. 如者,诸法如意。 15. 试者,一切皆是也。 15. 亦显为如则皆是,不如则皆非。 15. 此明法法皆是原生,不执着原生相,而会归亦如性。 15. 则法法虽皆怨生,亦即法法皆是佛法矣。 15. 它这里答的,如是如是。 15. 如是句,实非应诺之词,乃是说理,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样子,往往是依文解义,如是如是,那就对,是可以,我们不是这个解释吗? 15. 这个解释就把意思完全搞错了,不是这个意思。 15. 金刚经,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我们要不小心看这个句子,准会把它讲错,意思会错了。 15. 它答的,如是如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肯定,这种字句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说理,这里面含着有理。 15. 如是,诸法如意,是者,一切皆是。 15. 这两个字的意思深。 15. 如果是,诸法如意,那就都是了,没错。 15. 所以它的意思,亦显为如则皆是,不如则皆非,先把这个前提说出来。 15. 此名法法皆是原生,法法皆如。 15. 不执着原生相,而会归亦如性,这是前面一个,如是,的意思。 15. 则法法虽皆怨生,以及法法皆是佛法,这就是一切皆是的意思。 15. 这一段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大家就更容易明了。 15. 如果你把性相,性是实法界一正庄严的理体,本体,就像我们做梦一样,能现梦境的那个心事体,便现出梦境,那是像。 15. 性跟相不一样,性看不见,所以叫它做空,但是这个空不当做,无,讲。 15. 一般人说到空,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 15. 它有,有为什么说它空? 15. 你看不见,你听不到,你也摸不到,不但摸不到,想都想不到,换句话说,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达不到,它确实存在,无处不在。 15. 因为六根都达不到,叫它做空,它真有,它能现象。 15. 在梦中现出境界相,我们讲它能现象。 15. 你要是把这些道理事实统统都搞清楚了,相就是性,相是性变现出来的,岂就是经,那就对了。 15. 这就,为如皆是。 15. 如果你执着性不是相,相不是性,那就,皆非,你都错了,对性你看错了,对相你看错了,对相你也看错了,你说是,说非统统都错,一切皆非。 15. 明了通达了,一切皆是。 15. 法法虽皆怨身,亦及法法皆是佛法,什么叫佛法? 15. 真相通达明了就叫佛法。 15. 佛视觉的意思,你能够真正明了一切法都是原生,那一切法怎么不是佛法? 15. 你确实都明了,都清楚,知道一切法都是原生,你绝不会执着一切法。 15. 为什么你不会执着? 15. 因为一切法当体极空,了不可得。 15. 佛在这部经上前面讲得很好,我们凡夫能执着的是心,能执着的三心不可得,这是告诉你,能执着是空,当体极空,所执着的一切法,人,是,物,那是刹那生灭业果相续的相,也是当体极空。 15. 能所矩空,了不可得。 15. 能所矩空,能所兜了不可得。 15. 你要是真的把这个真相搞清楚了,哪一法不是佛法。 15. 样样都觉悟了。 15. 两称之者,令人当众是如字。 15. 必其能如,而后方是耳。 16. 两称之者,令人当众是如字。 如是如是,如是两称特别加强语气 佛经一开端,如是我闻,第一字就是如,如,是什么意思 如的真正意思,就是诸法一如,诸法如意,你懂得,如,了,就一切皆是 一切经里面,如是,用,金刚经,这两句话,真的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诸法如意,一切法皆是佛法,是尊所说一切经,都是发明这个道理,都是说明这个事实 所以这两称是教我们重视这个,如,字 必其能如,能如就是对于如的意思通达明了,然后一切法皆是佛法,是,是这个意思 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在三十二相里,却确实实就见到如来的报身,法身 正是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从一法里面能够见一切法的法性,能够通达一切法的法相,可见这个意思的确很深 四,若领会的信相亦如 既不灭相,亦不直相 则观三十二相应生,即是观如来法身也 亦显即亦如以,观相即是观性 这个境界是法身大事的境界 在中国过去宗门里面,这个境界特别明显 开悟的人,见了信的人,老师常常勘验他,就是测验 禅宗里面像,武登会员,传登录,这些记载都是学生开悟,见信了,老师考试测验的记录 其中问答,用现在的话来讲都是口试,没有笔试,不要写文章的,这一问一答,老师就晓得,学生是不是真的开悟了,真正开悟也要请老师印证,所以那是考试的记录 他们一问一答,我们都听不懂,不晓得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听不出他的意思 如果你要懂得,一如,懂得,皆是,禅宗语录,你听起来就很有味道 如果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听不出来,好像所问非所答,问的话也奇奇怪怪,答的话是莫名其妙 你有这种感触 实在讲,宗门里面的疾风,就是测验问答的这些语句,最原始的大概就是,金刚经,上 金刚经,上,释迦牟尼佛根须菩提一问一答,如果要没有注解,没有详细说明,我们看起来也看不懂,也是所答非所问 159,别浅情直浅取相明非依破解释浅 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关如来者,转伦圣王则是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三十二相关如来 经意都在课题上,所以课题非常重要,它就是解释经文的,为我们点名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这一科,就是这一大段,曰信相明非依亦,非亦非亦就是不依不亦 前面这一段,总显如意,注解里面就详细发明这个道理 第二段,前面是总说,别浅情直 佛法所谓是绝法,正绝,正等正绝,无上正等正绝 凡夫为什么不绝 就是有情直,有这个东西就不会绝悟 如果你要真正求绝悟,必须把情直放下,这是最难放下的 为什么难? 无始劫来的习气太深太深 有一些根历的人,一听佛法他懂了,他明白了,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好 可是就是放不下,好像不忍心放下,不好意思放下,这还是货,还是迷 在这种状况下,释迦牟尼佛只好在说,在给你讲了四十九年,给你讲了二十二年般若 由此可知,放下是真难真难 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 千百遍,千百遍的重负,就是这个情直太深太深了 这是从,浅取香明非一,从这方面来说,还是叫我们放下,浅,就是叫我们放下,叫我们舍离,从,取香,这方面来说 所以佛与佛举这例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转伦圣王也有三十二相,他是不是如来 须菩提答复,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亦,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一,佛之言此,正应出发心修观者,无名分毫未破,方在夜时之中 若闻亦如皆是,是法平等之说,不揣分量,据未观相及是观性 不知所观者,正是时而非性也 一切学人应于此中细细勘验 佛看学人,看学生,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 有听明白的,少数,太少太少 多数都是把意思听错了,自己把意思听错了,并不知道自己错 还以为自己听清楚,听明白了,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不但现在很多,释迦牟尼佛在世,当时这个情形就不少 我们正是此的所说的,出发心修观者,好在我们还没有一般若来修观 一般若修观就很麻烦 我们今天是用念佛的方法,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是修观 观是观念,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法 我们观念错误了,把观念修正过来叫修观 我们能够把事出世间一切法放下 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观念是正确的,所以念佛也是修观 如果说念佛不是修观,他对于念佛法门不了解 不但对于念佛法门不了解,他对于一般大乘佛法也不了解 出发心修行人,无名没破,无名没破都是在夜时范围之内 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所有一切的行为 都是心一世在做主宰,香宗里面所说的八十五十亿心所 六道众生,声闻,圆觉,全教菩萨,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亿心所 换句话说,你没破无名,破一品无名,那就见法身,正法身,那是法身大事 圆教初驻,别教初的,这样的人才是,金刚精,的当机者,金刚般若,标准在此地 他们真正是万法一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法身大事,不是我们境界 我们今天在,金刚精,上,也听到这个话,这是释迦牟尼佛对法身大事说的 我们听了,以为自己听懂了,我们也来学学,不揣摩揣摩自己的分量 以为贱相就是贱性,人家贱相是贱性没错,一点都没错,我们贱相还是贱相,决定没有贱性,要懂的这个道理,确确实实不是我们的境界 我们要在这里面留意,要细心去勘察,不能搞错 错了,不是佛错,佛没有说错,经没有记载错,我们把意思会错了 意思会错了,麻烦很大,很容易堕在恶曲空,你修行的方向就错了 后来的结果当然就错了,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也就是古德所谓是盲修瞎恋 看这经典盲修瞎恋,这个叫冤枉 这就是我们常讲,开经济里面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他是错解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这是搞错了 这一段意思还很长,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言习报告第九十四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九年二月三年九月四 请先开经本第二百三十面 二,必须尽空诸相,搅决秦时,方族与于信乡一如 倘有为系分别执着,便是夜时,和云观乡即是观信乎 世尊讲这不经,实在是相当不容易,因为听众之中,尤其是在今天末法的时代 错会意思的,曲解意思的,几乎常常可以见到 为了防止把意思解错,所以委屈完转善巧的教会,我们在经文当中,处处也能够读到 佛与大菩萨的境界,必须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境,然后才可以说,诸法一如,一切法皆是佛法,也就是说,从乡上就见到真性 我们在,班若经,上这些话听多了,最怕的是我们也学会了见相就是见性,以为自己见性了,这就坏了 这就把自己悟门堵死,这一生当中决定不会开悟了 为什么? 以为自己开悟了,以为自己弃入如来境界,殊不知自己依旧是凡夫 凡夫之人物以为自己是圣人,这叫以凡烂圣,罪过就很重 所以佛在后面许许多多的教训,极力的防范,唯恐我们错解了 经上把这些道理,说得很清楚,事实真相也都说出来,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开悟? 还不能阵入 我们的障碍就是在情时 情是烦恼,七情五欲,时就是分别,就是所知障 我们是被二障障住了 二障没除,性相就不是一如,性不是相,相不是性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执着 有执着,性相决定不是一如,你要是把性相以为是一如,这里面的过失就太大了,这是不能不知道防范 为什么? 严重了就是所谓恶取空,波无因果,造的罪业就很重 倘有维系分别执着,此的所讲的维系分别,执着,说实在的话还是粗香,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讲,那的确是相当维系 见思烦恼,这是指你见思烦恼没断,换句话说,你是六道里面的凡夫 见思烦恼要是断了,他有能力出三界,有能力涌脱六道轮回,距离佛之佛见就接近了 他能不能说性相以如? 还不行 有能力断见思烦恼,正阿罗汉果,辟知佛果,全教菩萨,不行 他还没有到性相以如 那些人还有情时,当然比我们是维系的多了 这就是此的所讲的维系分别,执着,在佛法里也叫做界外的无明,三界以外的,三界就是六道,六道以外的,这是维系的,这也要把它断掉 大臣原教里面常讲,沉沙烦恼断掉,无明烦恼也破一瓶,至少要破一瓶,就可以说性相以如,见相就是见性,真的不生烦恼 这个事情实在讲,我们在境界里面可以勘验一下,试验试验我们是不是到这个境界了 到易如的境界 易如境界就是原教初驻菩萨的境界,法身大事的境界,他的心完全平等,妄念确实不深 日常生活当中,随便粘一法,都可以来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到这个境界 夏天热了,新加坡这个地方夏天热,你穿个棉袄行不行? 如果穿着棉袄也不出汗,差不多有一点易如的味道,冷热易如 到北方冰天雪地的地方,也可以穿一件T恤,不冷 万法易如,冷热易如 你行不行? 这可以试验,一试验就试验出来了 真的入了易如境界,好臭易如,没有分别,执着了,香臭易如,很新鲜的菜吃得很有味道 放上几天已经臭了,腐烂了,吃了是不是还是津津有味 决定不会生病,这就真的倒易如 如果没有这个功夫,自己要晓得,经上讲的是佛菩萨的境界 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受规矩,按部就班 教你断恶你就断恶,教你修善你就修善 不可以说,善恶易如,你没这个功夫 功夫到了是没错,你没到这功夫 这就讲我们还是有意识,还是有分别,执着,六根对境界还是有喜欢的,有讨厌的,这个不行,这是凡夫 诸位要记住,法身大事决定没有这种现象,他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他入了易如的境界 我们还有分别,执着,这个维系的分别,执着,已经可以说到阿罗汉,辟知佛,全教菩萨,他们都没有到易如的境界 这事件像是相,绝对不会在相里面见到真性 我们今天理上是有那么一点点模糊的现象,事实上我们完全看不到 三,易如平等,唯有诸佛方能究竟 必须既不执实,且虚相易敏,执下一念不深,并不深亦无,方是易如而不易 直虚虽易如平等,而易无所谓易如平等,乃未真易如,真平等 其夜时未空者,所能妄以自负 易如平等,唯有诸佛方能究竟,法身大事有四十一个阶级 初驻菩萨,我们以原教来说,初驻菩萨是刚刚正的易如,往后去,无明分分断,真如分分显,必须要把四十亿品无明断净,真如就圆满的显现出来了 所以说是为诸佛方能究竟,诸佛是指缘交的佛果 必须既不执实,且虚相易敏,心要真清净,真清净心里面是一念不深 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古大德的注解里面,也有说做四十一位法身大事,所以是四十一位诸佛,这个讲得通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就成佛了 为什么? 见了性之后,两边都不执着 从这一句来看,既不执着时,也不执着虚,时事有边,虚事空边,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这是从原初驻,往后去都是这样的境界 直下一念不深,并不深亦无,方是亦如而不亦,一念不深了,如果还有个一念不深,他还不是,还没有见到亦如 还有一个妄念在 真正做到一个念头都没有了 我们要问,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到底是有念还是无念? 在我们现前境界里,这一句阿弥陀佛有,真有 一点都不假,西方极乐世界也真有 灵命忠实,佛真的来接引,我们真往生,有 可是这个有,也能够念到亦如,这看你功夫,念到亦如的时候,不是不念,还照念阿弥陀佛 不但阿弥陀佛非有非无,这一句名号也是非有非无,两边不着 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着无,心里面干干净净,若无其事,不着有 可见得这一句佛号,你那个功夫要是会用,懂得,金刚般若,的原理原则,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空有两边不着 这个方法好,比大臣任何一个宗派法门修行都踏实,因为你不到亦如的境界也往生,生凡胜同居土,如果到达亦如的境界,那也往生,生时抱庄岩土 这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其他法门不达到亦如不能见性,不能超越十法界,功夫诧异等的,连六道都出不了 这样就很清楚,很明白,修学的方法总没有念佛来的稳当 直虚虽亦如平等,而亦无所谓亦如平等,乃为真亦如,真平等 其夜时为空者,所能妄以自负 末后的教诫非常好 这是给我们提出严重的警告 夜时不空,千千万万要记住,我们确确实实末入境界,不但末入,连正解都还有问题,也就是纯正的理解我们还有一段的差距 如果你真正理解,你一定肯做,一定肯干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理解的不够透彻,真理解到透彻了,一定会去做 四,经云,以三十二相观如来,明明存有能观,所观 便是分别执着,夜时婉然 乃云,如是如是 殊不知早已非如,毫无一事已 古今多少行人,粗念少席,便未以正三昧 席气人在,折云任运腾腾 世皆已混乱未圆容,先有不堕落者 此事行门歧途,必须时的,以免物堕 经云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这事释迦牟尼佛教者须菩提尊者给他说 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 明明存有能观,所观,有能有所 能,我观,我看,如来三十二相是我所看到的,有能有所 能所从哪里来的? 从分别执着来的 夜时婉然,换句话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事,对物,还是夜时当家,夜时就是妄心 我们今天讲用心,什么心? 生灭心,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妄想心 死的讲的夜时,就是妄想心 有这个心在,真心就不能现前 前面讲的一如平等,给诸位说,是真心,不是妄心 真心就一如平等 我们不会用真心,虽然有,不会用 可是必须要知道,真心跟妄心是一不是二 离了妄心去找真心,找不到 佛在经上,关于这一个事实也说的很多 真妄不二,全妄即真,全真即妄 我们在前面用精跟器来做比喻,用梦境来做比喻 真心,妄心是一不是二 佛在经上常用水跟波做比喻 冷言经,尚用这个比喻 把真心比做水,妄心比做波浪 波就是水,水就是波,没错 但是波跟水的样子不一样,作用不一样 波是冻的香,水是浸的香 换句话说,波要是不动,那就是水 妄心就是波,它在动 佛法修行是修定,修清净心,定下来之后,那就是真心,定下来那就是一如平等,动的时候不平等,动的时候不清净 我们现在这个心是动的 维系的分别,执着,那是小波,小浪,微波 我们六道凡夫的心是波涛,大风大浪 什么是风,外面的境界 境界一诱惑,风就吹动了,你心里面贪甜吃慢都起来了,贪甜吃慢是大波大浪 三界之外的全教菩萨,声闻,圆诀,他们对于外面境界的感受,是微波,微浪,他确实还有波浪,但是我们凡夫已经看不出来,觉得他很平,他要跟法身大事一比较,那就很明显,他的确还有小波浪,法身大事没有了,这波浪没有了,完全平静下来了 夜时要懂的,夜时就是心动,动的心就是妄心 须菩提很聪明,佛这一问,尊者懂得佛的意思,所以前面说,如是如是,这是前一段讲的,乃云如是如是 书不知早已非如,毫无疑是已,前面讲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尊者答复里面的深意,精华的意去,为如即是,如果通达易如,那有不是 就在乡上就能见到信,这一段是预防还有维系分别,执着的人,如是如是,他不能说,不是他的境界 法身大事答,如是,没错,佛点头,我们如果跟着答,如是如是,佛马上就摇头 这是真的,一点不假 那个答复的话没错,都是,如是如是,意思不一样,一个是真正明了,一个是随着人家言语在乱说,不是自己的境界 这是对于妄心做当家的人,他要说如是如是,那就错了 古今多少行人,粗念少席,便未以正三昧 席气人在,折云任运腾腾 世皆已混乱未圆容,先有不堕落者 这一段话说得好 把释迦牟尼佛说这一段的意思,慈悲都为我们显露出来了 由此可知,悟解佛所说的,自古就不乏其人,何况于现代 粗念少席,粗的妄念少了,少了,这个人怎么样 的清安,刚刚的受用 心里面很安静,这是出的清安,刚刚的这个境界,这是我们学佛出不功夫得力 外面境界干扰小了,外面五欲六成接触之后,不会大风,大浪 小小的波浪,感觉到自己的心很平静,不太受外面境界诱惑,这是清安 于是他误会,以为自己已经证的三昧,这在佛法称为增上慢 没有证的,他自以为证得 但是他并没有骗人,不是存心骗人 他自己搞错了,搞误会了,没证以为证得了,这种情形很多 我过去曾经遇到一位老居士,他告诉我,欢欢喜喜的告诉我,他证得阿罗汉果,我怎么讲他都不相信,他自己认为他真的证得了 他也不是欺骗人,也不是打妄语,实在讲是误会 到最后我搞得没法子了,我说好吧 真正正的阿罗汉,那一定有神通,这我们在佛经上读得太多了 虚陀环就有天眼通,天耳通,虚陀环是出果 你既然是正的阿罗汉,是四果罗汉,我们在他家客厅里面聊天 我说你大门外头有人走过,你有没有看到 他说,没有看到,那你没有正的阿罗汉,墙壁你看不穿 你真正正的阿罗汉,门外墙壁外面任何人走 你一定会看很清楚,你有天眼 你天眼还没有得到,你连虚陀环也没正到 这样他才相信,才知道自己误会了 他是心清安,念佛功夫真的的一点利益 从前遇到外面境界,人家赞叹很欢喜 人家要是骂他几句,生气好几天 现在遇到这个境界,大概已经不动心了 已经无所谓,就以为自己正的阿罗汉果,其实那还远得很 但是总是好境界,有进步了,可是不能有误会 有误会,功夫就不能再向上提升 这是粗念少席,这个情形确确实实有,以为自己正的三昧 席气人在,席气还在,也学菩萨游戏神通,那还得了,那不得了 任运腾腾,就是常讲的,诸佛菩萨是现在我们人间游戏神通 像大家所晓得的,古时候的技工活佛,那就是任运腾腾,他什么忌讳也没有 近代民国初年,也有一个这么样的法师,金山活佛,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 我们最近这里印的,金山活佛神异录,那是乐观法师写的,我们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看 那是任运腾腾,但是他那个样子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法子 这个法师,你们去看看,传记,就晓得,他一身都不洗澡的 他冬天,夏天就一件衣服,他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他吃东西是乱七八糟的 人家丢在地下东西不要的,他都捡起来吃,别人供养他的钱,钞票 他一拿到手就吃下去,那个钞票细菌多少,他那个学不得 我们在他的,传记,上,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从来不洗澡的,有天好心的居士准备洗澡水 让他洗个澡,那个洗澡水,人家喝了,什么病都治好,奇怪不奇怪 我们看到金山寺的妙善法师,就想到古时候济公是真的不是假的,妙善法师跟济公非常相似 这个我们学不得的,为什么 我们习气还在,他没有习气,他可以做,我们不能做,我们要这样做,那就是,以凡烂圣,我们凡夫冒充圣人,那还得了 是皆以混乱为圆容,他们是圆容,我们做不到,这是冒充不得的 先有不堕落者,先是少,少有不堕落的 怎么可以学这种人,自以为的自在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这是现在社会学佛人都应该要警惕 中国的佛教,无论出家,在家,都吃肠素,素食 现在学密法的人很多,密法吃肉 密宗真正修行有德行的人,他吃众生肉是超度他,你吃众生肉,有没有能力超度他 你要是没有能力超度他,是不是吃他半斤,将来要害他八两,这个问题就严重 不要认为好像密宗对于五欲六成都可以充分去享受,又能及身成佛,这个法门太好了 换句话说,不断贪甜吃也能成佛,所以学密的人很多很多 他将来会不会有结果 印光大师在文超里面讲的很多,怕的是将来都要堕三徒,不能及身成佛,哪有这个道理 我们必须要了解密宗的历史,密宗沉传的状况,你才晓得,他的生活方式怎么来的 密教在中国,在西藏,西康,青海,这些高原地带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主要的食物就是牛羊肉 他没有稻米,没有蔬菜,这是不得已的 你现在有五谷杂粮,有蔬菜可以维持生活,你就不应该再吃众生肉 虽然吃肉不是杀生,但是间接的杀生,不是直接是间接的 你不吃肉,人家就不杀了,因为你要吃,他杀了再卖给你,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懂的 所以我们纵然学密 也不应该学他们那种生活方式 为什么? 我们的分别,执着犹存,不要说言语造作,起心动念都有罪过 所以这个的确很少有不堕落的 此事行门歧途,必须识的,以免误堕,这是修行里面的岔路,你要认识清楚,你才不至于误会堕落了 我们要问,古时候济公长老,他视线的那个是为什么? 诸位必须要知道,诸佛菩萨印化在世间,视线种种形象,都是感应道教 他自己没有意思,完全是众生的感应,印一类众生之机 济公出现在宋朝,那个时代大家持戒很严 持戒很严有所谓死在戒条之下,被戒律捆死了,动弹不得了,这是对于佛制戒的意思不清楚 所以济公是现一个真正解脱自在,你太保守了,他就视线开放,破你的分别执着 如果济公长老在我们今天,他一定是现一个规规矩举持戒的人 为什么?我们大家现在不持戒,开放自由,他一定是现很守规矩的人,都是给我们做榜样 我们有什么病,他用什么方法来治我们的毛病,要明白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区,众生的并不一样,每一个时代众生的并也不一样 所以佛菩萨应现在世间,种种不同,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你疑惑就没有了 你才能看出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真正是普度众生,都是利益众生的 五,不应,者,亦显非绝对不可 若其情食以空,则有相等于无相,无相何妨有相 而非少有情食者,所应混乱也 故曰,不应 此语正是切戒学人者 这一段,须菩提尊者答的话,不应,是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不应,实在讲也是各活剧,班若经,里面说老实话,没有词句,字字句句都是活的,怎么讲都讲得通 亦显非绝对不可,跟前面答复的,不也,意思相同,不是绝对不可以 若其情食以空,则有相等于无相,无相何妨有相,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行 有什么不行 就跟前面讲的,如是如是,可以 条件事业时真正空了,也就是说,必须要转八十乘四至,这样的人行 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转时晨智,那就不可以 而非少有情食者,所应混乱也 顾约不应 对于全教,二圣,小成声文,原觉,六道凡夫来说,不应 不应是包括阿罗汉,辟知佛,全教菩萨,他们维系的妄想执着没断,所以不可以说见相就是见性,不可以 此语正是切戒学人者,对我们初学,可以说是严重的告诫 六,佛说亦如平等,是另一意皆不可值 经以相关性,明明执一 上的约亦如乎 佛说亦如平等,是另一意皆不可值,不能执一,不能执一,一是空相,一是种种不同的形相 由此可知,一是性,一是相,性相两边都不能执着 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色空,色就是意,空就是意,色不意空,空不意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意如 如何能见到意如? 还是这么个道理,两边不能执着,执着一边就不如,就不是 所以说一意,就是两边,都不可以执着 经以相关性,明明执一,我在相上见性,性相两边你执着一边,所以明明执一 上的约亦如乎,那就不是意如的境界 从相见性,不执着相也不执着性,那就意如,你还有相可见,有性可见,你两边都执着,哪里是意如? 意如的境界,说实在的话,言语道断,心形触灭,意如说不出来的,也想象不出来的 你一想就是维系的分别执着,早已经不如,早已经不是,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诸位要从这些文字言语里面去体会,你可不能执着言语文字,执着言语文字,那你就完全错了,你都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必须把分别,执着统统抛弃,舍得干干净净,一如就在面前了 有一如这个念头,就不如,这很重要很重要 7. 转伦圣王,以实善化是,为人是第一大福德人 据三十二乡,由有漏福叶而成 不同佛之由无漏法身而献者也 世尊告诉我们,世间福报大的人就做王,大国王,小国王,都是过去身中修大福报的 现在民主国家的总统也是王,都是过去身中修大福报 但是总统的福比国王要差的很多,为什么? 国王一切自己可以做主,总统还受国会的干涉,受人家的限制,不能完全做主,福报差一点 福报大的当王,所有的人都得要听他的 最大的王,佛告诉我们是经伦圣王,伦王 为什么称他为伦王? 他有伦宝 伦宝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兵器,打仗时他用这做兵器,所以称作伦王 最大的伦王是经伦圣王,他统治四天下,四天下就很大了 要照黄念祖老居士的意思来说,四天下就是一个银河系,他是这一个银河系的王 这个银河系这么多的星球,都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是经伦圣王 银轮王管三周,一个银河系的四分之三,同轮王管两周,二分之一铁轮王管一周,银河系的四分之一 这个范围也了不起,他的势力能够达得到,就是他的轮保可以达到的地方,他的武力可以征服的地方 我们这个世间没有轮王出现,自古以来,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轮王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统一全世界的国王都没有,历史上都没有,何况还要统辖其他的星球 我们现在科学家往外太空发展,要征服太空,那大概就是轮王的观念,就这个念头了 近来常常看到有飞碟到我们这边来,也许就是轮王的轮保 实际的样子,我们没有见到,但是我们看到许多许多的报道,大概不是假的,是真有这些事情 我自己见过一次,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学佛 我在台北,见到一次飞碟,我见到的时候,他停在空中不动,大概停的有十几分钟,很明亮 有些人说那个恐怕是军中打的信号弹,打上去的,面积很大,很亮 但是十几分钟之后,他就移动,刚刚移动时速度很慢,越来越快,一下子就不见了 到第二天报纸上也登了,看到的人不少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重视,这是不明的飞行体,它可以停留在空中,我只看到一次 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绝对不是看错,很多人看见的 我想佛经上讲的轮保,大概就是这些东西,确确实实是佛所说的,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他用这个来征服其他的星球,这是统辖太空,不是统辖这一个地球,一块版图,不一块版图。 不是的,那是小王,那个不是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福报大,世间真是第一大福德人,过去生中修的大福德 以实善化是,必定是仁慈的,教人以实善业道,以这个教化众生 转轮圣王也是有三十二项 由此可知,世间的福报,三十二项是果是报,是果报,果报必有因 他的因修得很圆满,所以他的果报圆满,但是他是有漏的 什么叫有漏? 妄想,分别,执着没断,修一切善福,的这么大的果报 他跟佛不一样,佛的福报也是圆满,但是佛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因此佛的三十二项,比转轮圣王的三十二项还要殊胜 这两个一比较,佛的三十二项非常明显 这是附带在此的说,介绍一下转轮圣王 160,说记结成 耳识是尊而说记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这首记在《金刚经》里面也很重要 一、耳识,二字,是令学人应与上段文痛时体会 应记中所说,正是所破所解之所以然故也 耳识二字,是令学人应与上段文痛时体会 两小段合起来,是一个整个的意思 这两小段不能分的 我们今天这两小段同时来看 所以意思能看得圆满 应记中所说,正是所破所解之所以然故也 也就是说,为什么佛不许维系分别 执着没有断的人,不可以说在箱上就能见性 他举三十二箱举这个例子,不可以说从箱上去见性 道理在哪里 这一段说出来,这首记子说得很清楚,很明白 二,色,统治一切色相,三十二相意在内 两,我,字,指如来言,即是性也 应生,该说法在内 正位不可只取上来意如平等诸说,向文字应生中求也 色,统治一切色相,三十二相当然包括在其中 若以色见我,假如你从乡,见我,这个,我,是性 两我字,指如来言,即是性也 诸位要懂得这个意思,如果不懂意思的话,就会搞错了 释迦牟尼佛说,若以色见我,以应生求我,我不从色看你,我从哪里见你 我们当然是见色闻生,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讲经说法,才知道 所以这个我,不是讲我们个人的我,这个我是讲的真如本性,是讲如来,用这个做代表的 就是后头说的,不能见如来,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我就是如来,就是说你从乡上不能见性,是这么一个意思 色身相畏处法这是六成,六成通常用一个,色,代表,色不能见性,身相畏处法都不能见性 法理包括佛法,如果从佛法里面可以见性,那世尊绝对不会在本经上说,法上映舍,何况非法,绝对不会说的 佛法也不能见性,你要见性,佛法也要舍掉,你才见到性 别的东西放下,是尖法,出世尖法,统统放下,佛法是宝贝,法宝不能放下,坏了 照样不能见性 一个色代表了,色身代表了 身,用这个,身,就把说法包括在里面,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都是以阴身为佛事 这个我们大家都晓得,那个时候没有写成书,都是阴身为佛事 正位不可只取上来 亦如平等诸说,前面讲亦如,诸法亦如,无时无虚,不依不易,诸法平等,无有高下 这些说法就包括在阴身里面,佛说了这么多 如果你要像文字,阴身当中去求,求明星见性,就错了 那是人家行邪道,就错了 心外求法,这就变成外道了 为什么? 下面说明了 三,若以色见,以阴身求 显然夜时用事,执着六成镜像 故斥之曰,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事则欲观亦如,非尽空情时不可 若以色见,色见就是相见,你要是想从相上见,以阴身求 显然夜时用事,执着六成镜像 故斥之曰,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佛这个话,用意太深太深了,很难体会 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慈悲到了极处 我们不论别人,想想自己,自己现在在学佛,是不是从色相,阴身当中求 我们真的是搞这个 多少人在佛堂里面,我们看到他烧香跪在佛菩萨面前,在那边祷告击鼓击鼓,搞了半天还不起来,他就是从色相上求 知识分子从,大藏经,经本里面去求,经本也是色相,听讲经从阴身 民国初年妙善法师是现的,破我们这个执着 妙善法师一个人也没有妙,他居无定所,今天到这个信徒家住几天,明天到那个信徒家去住几天,一年到头都在外头游荡,不知道人在哪里 可是每一个家庭都很欢迎他,都把他当活佛来供养,他没有拘束 他念佛跟别人念的不一样,平常他从来也不拜佛,人家跟他鼎礼,他赶快跪下来也向人家鼎礼,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一般出家人看他好像看不习惯,在家人鼎礼,出家人接受是应该的,哪里一看到在家人鼎礼,赶快就趴在地下磕头环礼,他就是这个习惯 破我们的执着,破我们的分别,破我们的习气 寺院,安堂佛门的道场,要供养庄严的佛像,不但佛像要庄严,叫一般人进来一看生欢喜心,还要布置许许多多的道具,帆状,宝盖,香花供养,诸位要晓得,这干什么的 这是不是修行?不是 接引众生的,他用意在此地 我们道场里面注重,每天做早晚课,威仪整整齐齐的,唱戏表演给别人看的,要懂得这个意思 给那些初学佛的人,没有学佛的人,让他看到这些人对佛这样的尊重,大概佛还不错 我们去打听打听,接引他入门,这就是唱戏表演给人家看 真正修行是不着想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寺院道场所有一切设施,都是为了接引众生的 但是你要晓得,众生,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文化背景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你要了解他们,然后你要用什么样的设施,才能度化这一方的众生 你要拿着中国这一套,还拿着中国古来这一套,去度现代的外国人,决定行不通的 所以佛法一定要懂得现代化,本土化,你才能度当地的那些众生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譬如话大家都喜欢,可是有一个地区,他特别喜欢某一种话,你在佛堂里面供养,就选择他们大家所喜欢的这个话,他看到欢喜 一切为众生,佛菩萨不要,佛菩萨一切一如,他哪有这个分别执着 所有一切的选择,都是为当地众生,为他们来选择的 他们喜欢什么,譬如建一个道场,他们喜欢什么形式的 像我们现在这些道场,都建设中国形式的 新加坡这个地区,被中国同化了 可是在外国,你建出这样的道场,说实在话,对象对谁 对华侨,外国人不进来 外国人一看,这中国古老的文化,他不进来 色相,阴深,我们要会用他,绝不能执着他,执着就错了 这个地方讲,还有维系的执着 显然夜时用事,执着六成静香 故斥之曰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是佛在此的,呵斥这一类的人他错了 行是修行,他不是修行正法,他修行的是邪法 邪正的标准,我们要知道,你一定成佛,这是正法,不能成佛,那是邪法 你学佛了,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修一点福报是邪法,不是正法 诸位要知道,正法的标准,一定是超越六道轮回,勉强来讲阿罗汉算是正法,超越轮回了,但是他还不能算纯正,因为他还有维系的执着 真正纯正的正法是法身大事,那是正法 我们今天说老实话,别说破无名,见私烦恼服都服不住,没有这个能力 你要不相信,自己坐下来五分钟,很冷静的去观察,你心里面有没有妄想,五分钟当中不晓得想了多少 你就晓得心里面妄念的起伏,伏不住 试试看念念佛号,看看压得住压不住,还是压不住,这个就知道不行,有什么能力了生死出三界 实在讲除了念佛代业往生,没有第二条路 对我们这种人来讲,正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对我们来讲统统是邪法 为什么?不能陈旧 不能见如来,就是不能见性 事则欲观易如,非净空情时不可,情是烦恼,时是妄想分别,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见性,这是把道理说出来了 可是又怕我们还有疑惑,刚才讲了,我们学佛不能离开佛乡,不但寺院里面有庄严的佛像,我们居是,学佛的人家,家里面也供养佛像,怎么能离得开色相? 四,佛经中美令人观佛相好,须知此事方便 故令舍染观境 所以,十六观经,中,最要者为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术行文 明的一切为心,则知虽观相好而不知识 其分别执着知情时潜意 佛经中美令人观佛相好,须知此事方便,这是对初击来说,初学佛的人有好处 为什么? 你的夜时里面,一天到晚都是贪甜吃慢,这个对于自己伤害太大太大了,既然有妄念,有妄想,我不想别的,专想佛,这个好 把妄想的对象换一换,这是各方便法,临时的办法,教你想佛像,教你想佛经,佛经里面讲的这些意思,你就想这个,想这个比想世间五欲六成好太多太多了,这是初步的修学,可是功夫要知道向上提升,并不是到此为止,要知道向上提升 此事方便 故令舍然观尽,佛像是清净的,菩萨像是清净的,你要是常常观想有好处,最小的好处,最明显的好处是相随心转 你的相貌天天想佛想久了,就变成佛像,就变成菩萨像 所以你供养一尊很庄严的佛菩萨像,天天想,想个五年,十年,你的相貌会变,会变成佛菩萨的像,体质会变,会变得很健康没有毛病 佛菩萨身体健康没有毛病,一切法从心响身 所以佛法修行,对观想非常重视,静宗的修行,十六观经 所以,十六观经,中,最要者为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术行文 这两句是我们净土宗修行的原理,基本的理论 从这个理论上,我们就明了念佛成佛,我们得到这么一个答案 是心是佛,这个心就是真如本性,一切万法之本体,这个心根词的经上讲的如来是一个意思 佛就是这个心献出来的,菩萨也是这个心献出来的 从这一句里面,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是心做佛,是心做佛是我们现在干的 我们天天想佛,天天看佛像,我们就做佛 能不能成佛? 决定能成佛? 为什么能成佛? 我们心性本来可以献佛 从这两句,我们把它展开来看,是心是菩萨,是心做菩萨,从这个道理一引申就如此 菩萨是我们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我们只要念菩萨,想菩萨,就变成菩萨,道理在此地 同样一个道理,是心是人,是心就做人,是心是鬼,是心就做鬼,是心是地狱,是心做地狱 实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心做的 这两句是把总的理论,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而实实在在讲,实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依这个道理,绝没有违背这个道理 是心是鬼,是心做恶鬼 前面那个心,是心是佛的那个心,那个心是一,前面讲一意,那个心是一,是真如本性,是万法的理体 下面这个心是实心,就是分别心,分别,妄想,执着的心,妄心 前面那个心是真心,真心是本体,能现,后面这个心,能变,他把境界变了 所以佛在这个地方交给我们,应摩锁住,而生其心,就是那个境界相会变 什么是鬼? 贪心是鬼? 贪财,贪明,贪色,贪佛法都不行,不能说我贪佛法就做佛,没这回事,贪佛法还照样做鬼 为什么? 贪心做鬼,并不是讲贪的对象,是讲贪心 所以是出世间法不可以贪,记住,要贪的话,就是我做鬼了,将来就变恶鬼道,是心是鬼,那就恶鬼道现前 地狱是什么? 田会,极度,不能有 有田会,有极度,是心做地狱,那麻烦大了,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这几行文,真是把实法界依正庄严的原理讲清楚了 明的一切为心,则知虽观相好而不知识 其分别执着知情时潜意 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观相而不执着相,观想而不执着想 这是两边不着,那个能见性,那就是能成佛,是心做佛,在实法界的佛法界里面 连这个念头统统都没有了,那就超越实法界,超越实法界所现的是一真法界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定要懂的,知道怎样修法 五,念佛人虽观见弥陀现前,极乐世界现前,亦不可这也 决定不执着,要知道事实真相 念佛人有见阿弥陀佛的,梦中见佛的人很多,定中见佛的人也很多 念佛,念佛堂里面止净的时候,就是坐下来念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有人见佛,见莲花,见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情形 见到之后,要若无其事才好,如果一见到,这不得了,我念佛有功夫,见到佛了,你们都没有见到,我比你们高明太多了,这就完了,这着魔了 见如不见,真正见到这个瑞香,心里面若无其事,从来也不会把这个当作话题来给别人说,这是好境界 如果你见到之后,常常在外面炫耀,你所见的不是真的,是魔境界 真正的感应,是心清静,感应西方一阵庄严现前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过去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出祖 他一生当中见过三次西方极乐世界,从来没有告诉过人,任何人都没提过,他往生的时候说出来的 他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现前了,他告诉大家,他说我要走了,这个境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 人家问他,你见的境界怎么样 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那个没错,经是证明,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因为慧远大师那个时候,佛经净土宗的经典翻译成中文的 只有一种,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最初远功大师建立净土宗,就依靠一部经,无量寿经 这是我们净宗第一经,这个要晓得 现在人一般讲不老实,沉不住气,小小境界就到处炫耀,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佛菩萨绝对不献这个境界给你看,为什么 你静不住 一定要大风大浪不动,佛菩萨视线一下,让你增长信心 让你自己晓得往生极乐世界有决定的把握,是这个用意,不是叫你到处炫耀的 可是有许多感应,初学的人有,以后就没有了,我也遇到过 有个同学他告诉我,他初学的时候,感应很多,看到光,闻到香,绝对不是自己烧的 闻到一香,一年当中会有好几次 现在学佛,学了十几年,一次都没有了,他问我是不是退步 那我也给他答复,就跟,金刚经,上讲的答复一样,亦是亦不是 怎么,亦是亦不是 如果你自己这些年来念佛,一面念佛一面还是打妄想,那就一点不错,你完全退步了 为什么说亦不是 如果你这么多年来,用功很得力,确实烦恼轻,智慧长,那就不是退步 因为你初学常常有这些感应,增长你的信心,信心有了,不能再现了,再现就变成魔了,哪有常常现的道理 再现是什么时候? 灵中皆影,相一定现前,平时不会来打扰你,不会来干扰你 所以完全看你自己修行的境界,这个答复也是一可一不可,不是一个肯定的答复 所以境界现前不可以执着,不可以炫耀 现在有很多地方,见光见什么,还要照相,还要录音,到处拿去炫耀,不好 佛法是教修清静心的,不是搞神通感应的,这个要记住 神通感应决定是坏事情,不是好事情 所以,佛法决定不以神通感应做佛事 六,上来浅相已浅到极处 应少有所取,便者色相 便是向外持求 便非正知正见 便是法知我知 便与空际知性相为 岂能见如来哉 上来浅相已浅到极处 浅相是叫我们放下 所有一切的法相都要放下 以至于到最后维系的分别 执着也要放下 这达到极处 应少有所取 便者色相 我们自己修行用功 要常常在这个地方回光返照 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之处 还有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现前 就是我们一般人讲 心里面有忧虑 有牵挂 稍稍有旧者相 四相都聚足了 便是向外持求 向外持求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攀缘 你是攀缘 你不是随缘 便非正知正见 你的想法 看法都是错的 不是正知正见 生活是修行 修净土的人也要生活 修净土的人也离不开社会 也离不开人群 你每天都要对人 对事 对物 这一句佛号念念提醒我们修清净心 念念提示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这叫真正念佛 这心里面有佛 除佛之外 一切要放下 心里面不可以有丝毫分别 执着 不可以有丝毫的牵挂 牵挂是六道 是轮回 无论牵挂什么都是轮回 心造轮回业 这样往生就困难 便是法执我执 有丝毫的忧虑牵挂存在 就是妄想 就是烦恼 妄想是法执 烦恼是我执 便与空际知性相为 学佛的人 我们只有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明心见性 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干什么 还是为了明心见性 在我们这个世间环境不好 障缘太多 明心见性不容易 我们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别的 换一个环境 那个地方没有障碍 十方诸佛插土 诸佛都有净土 不能说诸佛净土不好 诸佛净土障碍少 不是完全没有障碍 比我们这里障碍少 好一点而已 西方世界完全没有障碍 论到修行的环境 西方世界是 所有一切诸佛差土第一 假如不论修行 论庄严 依正庄严 论美好 有许多诸佛世界超过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 超过极乐世界太多太多了 但是要论修行的环境 没有一个世界能够跟极乐世界相比 这也是世尊为什么教我们选择西方世界 为什么要教我们念佛求生弥陀净土 道理在此地 这就是有妄想 分别 执着 就与性德相违背 空迹之性就是清净心 你的心不清净 你有分别 你的心不平等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物 要练 本来这些人我看不顺眼的 我练习 练习看得很顺眼 本来有一些人我看了很欢喜 练习看得很平淡 要把他看平等 要把自己的心恢复清净 这是功夫 念佛人如何下手 阿弥陀佛 遇到人不欢喜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不欢喜就没有了 遇到这个人生欢喜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也把心念平等 念清净了 念佛的方法好 你要会用 会用就是会用功 不是说一天念几万声 看到这个人还讨厌 看到那个事情很喜欢 那有什么用处 那没有用处 所以要会用 在其心动念之处 一句阿弥陀佛压平了 恢复到平静 这教会用功 你 不会 岂能见如来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九十五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 灵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九月五 请先开经本二百三十三面 一六一 且灭相明非意标示切解 虚菩提 如若做事念 如来不以具足相顾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莫做事念 如来不以具足相顾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 此段经文 一六一一六二节 不但在后半部中 有万君之众 即开经以来 所说不应取非法 非非法 以及说即非 是明等意 直至此处 方说明其所以然 这两小段的经文非常重要 世尊在本经旅次的教我们 不可以取非法 不可以取非非法 非法是空 非非法就是有 空有两边都不能这 不但空有不能这 空空也不能这 正是一切经中所讲的 三空三昧 三空三昧 因为无论是大臣 小圣都说 人空 法空 空空 空也空 在本经经文上 我们曾经看到许多句子里面都有 即非 即非 是明前面曾经为同修们详细的报告过 经文到这个地方 是尊总算是把 为什么叫我们两边不住 空空也不能有 道理在此的说出来了 二 二 前半部是对出发大心者说 空有皆令不着 以何忠道 凡说即非 是明处 语气大都两边坚固 既不着有 亦不着空 是明 含有名相虽假 未尝不适之意 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这个大意我们在 节药 第四卷的开端 给诸位报告过了 说明 金刚经 前 后两半他的大意 前面是对出发心的人说的 出发心 实在说不是普通人 大臣经上给我们讲 发心注就是原教出注菩萨 出注菩萨是出发心 对他们说的 一问一答当中 意思都是教导空有两边都不能者 说 即非 就是不能住的意思 说 即非 不着有 是明 不着空 为什么不着空 明相虽然假 假的他摆在我们面前 这一桩事情 我们的确不能够疏忽 一定要把这些理事搞清楚 不搞清楚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谓是提不起关照功夫 也就是我们常讲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对人 对事 对物 你是怎么个看法 大臣经上给你讲的那些原理原则 你有没有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统统 如果统统没用上 日子还跟平常一样 一天一天过下去 这个不行 这样一天一天混下去 学佛等于没学 你没用上 没有看清眼前种种现象的实况 你没看见 佛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虽然讲一坛只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生灭 这在古代时候的人已经就很难想象了 所有一切现象 实法界一正庄严 是这么一回事情 也因果爆刹那生灭相续的现象 所以说真的 是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这是真话 绝对不假 我们凡夫心太粗了 佛跟我们说 我们都体会不到 但是这样的话 如果对现代的科学家来说 那他们的体会就非常非常深了 比我们体会要深 我们照佛在经上讲 一谈指六十刹那 经上讲 历世就是身体非常健康强壮的人 他谈得快 谈得有力量 一秒钟一般讲 可以但四次 并不多 四剩六十再乘九百 刚好两个十万八千 换句话说 就是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秒 佛给我们讲的事实真相是如此 这在从前人确实很难思维想象 在今天不行 今天何以不行 我们晓得佛说话是方便说 并没有讲到真实相 真实相上实在讲 佛在经上有 人言 上给我们说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当初 那个时空鸡鸡呼呼等于零 现代科学家没有法子观察出来 我们现在用现代科学来观察 科学家已经肯定了所有物质的现象 只不过是波动而已 说波动 说粒子都讲得通 我们就以现代科学的尝试来说 大家都知道光的速度 光有波 光一秒钟的速度是三十万公里 如果以一公里的长度来说 光走一公里要多少时间 三十万分之一秒 他一秒钟走三十万公里 就是三十万分之一秒走一公里 一公里是一千公尺 光走一公尺 那是多少时间 那就不是三十万之一秒 一公分呢 再要观察 一公分的千分之一 一公分的万分之一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 人言 尚所讲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的那个状况 这是今天科学家没有法子观察到的 我们讲千分之一厘米 万分之一厘米 光要多少时间通过 这是事实的真相 实在讲 佛这两句话讲得最好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当处灭尽 这两句话讲得非常的圆容 实法界一阵庄严是什么 就是这个现象 不止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灭 那是世尊的方便说 当处出生 当处灭尽 是世尊的真实说 你以为有个东西存在 没有 凡夫以为他真有东西存在 不晓得这事业因果爆生灭的相续相 不知道 经经计较 妄想 分别 执着牢不可破 众生迷惑颠倒 迷在哪里 不了解事实真相 迷 意识里面胡思乱想 嘴里面胡说八道 身体胡作妄卫 干这些事情 这是世尊眼睛当中看到所谓 可怜悯者 真正是可怜 全非事实 出发菩提心 出破无名的人 金刚经 上半部为他们说的 特别提示空有两边不住 这是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 像有体空 像是幻香 就是香都不可得 我们所看到的香 因为它是香续香 所以产生了误会 三 后半部是对已经发大心 修大行 并能不取一切法香者说 但恐其独独取这菩提法香 则中未空济之类 中不能正性 而此之圣系 最为难除 故后半部所说 皆向者有边痛浅 虽即非 世民并说 含有法香虽是 中未假明 空有不着 后半部是对已经发大心 出注以上 二注以后 已经发大心了 发大心 修大行 这些人不但超越六道 而且统统超越十法界 后半部是对已发大心 修大行 并能不取一切法香者说 但恐其独独取这菩提法香 则中未空济之类 已经正的一真法界 宗门所谓明星见性 见性就做佛 是这样的人 他虽然见性 虽然成佛 他成的是分正极佛 并非究竟圆满佛 分正极佛是真的 决定不是假的 网究竟的果位 他还有四十品无名霉段 换句话说 那还相当遥远 这些人依旧继续不断在修学 他是法香 非法香统统都舍掉了 为什么 不舍不能破一品无名 他统统放下了 统统舍了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真性 这个境界 在我们净土宗里面 就是出正理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是法申大事 是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申 将来申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身时报装沿土 到西方世界成佛快 什么都放下了 唯恐他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放不下 怕的是这个 那是不是真的 真的 却确实是 十四十一位法申大士 他们念念当中都要求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这个没放下 这个要是放下了 他就正的就尽缘满佛 为什么是尊在此的要提起这桩事情 这里说出来了 等觉菩萨 我们不看别人 看文书 普贤 文书 普贤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 毗卢浙那佛的后补佛 他为什么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 他为什么不在华藏世界断 最后一品身香无名 正无上阵等正觉 他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里面我们想象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断那一品无名成佛 在时间上来的快 因为西方世界修行的环境好 总是为这个原因 在华藏世界时间要长一点 到西方极乐世界时间很短 他就正到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他是表演做给我们看 鼓励我们 现身说法 华藏世界等觉菩萨都要求生净土 那我们不求生还行吗 总之两个意思 除这两个意思之外 没有理由 可能两个意思都有 因此我们晓得 一针法界里面的法身大事 真的什么都干净了 所谓的最后一品身香无名 就是极其维系的执着 他要正无上正等正觉 佛在金刚会上 极力告诫这些人 这个念头不能有 他要是 独独取着菩提法相 他有一个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有这么一个念头在 中为空济之类 空济 是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如来果地上的 他没有办法正的 只要有这个念头在 中不能正性 正性是正究竟圆满之性 而此直圣系 最为难除 这个执着的确是非常的维系 我刚才是就现代科学 已经知道的光的速度 来跟诸位说明 也因果爆刹那生灭的现象 光是不是达到究竟 还有没有比光速度更快的 有还有 可见得我们用光速 来亮一个厘米 一个极小的距离 观察他生灭的现象 用光的光波来观察 还不是真实相 还不是就近为细的现象 所以这个执着太细了 细到什么程度 决定是细到他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 自己知道他就能除掉 就可以断掉 因为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断不掉 由此可知 初驻菩萨破了一品无名 第二品的无名 他不知道 等到他发现了 还有一品无名 再把这一品无名断掉 他就变成二驻菩萨 三驻菩萨的无名 他不晓得 就这么个道理 他知道了 他就能断掉 到等觉才发现 后面还有一品 那一品断掉之后 再仔细去观察 没有了 那才证到究竟的佛果 究竟的佛位 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难 难在这个地方 由此可知 我们在这里也得到一个结论 一个证明 佛法是知难行义 知真的是难 断不难 知太难 你发现太难了 断不难 故后半部所说 皆向着有边痛浅 这事 即非是明 他的用意不一样 前半部 即非是明 是空有两边不取的意思 后半部说即非是明 还是在有的这边 这个 有 诸位一定要晓得 就是叶因果报刹那的香续香 还是这个香认识不够透彻 叫你在这边放下 在这边也要离开 虽即非是明 虽即非 并说 含有法相虽是 中未假明 空有不着 可见得这个意思 比前面的意思的确是深 刹那生灭的香续香虽然有 幻香虽然是有 这也是假象 假明 万万不能够执着 执着就错了 四 信是一切法本体 像是表面 修行欲正性者 既不应指取香 亦不应断灭相 此一定之理也 信是一切法本体 像是表面 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修行修什么 你将来希望的什么 无论哪一个宗派 无论哪一个法门 总而言之 最后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 即使我们念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 还是明心见性 还是见性成佛 还是这么一桩事情 如果学佛不拿见性做目标 这就错了 那你就是深深逝世继续去搞轮回 你在佛门里面无论怎么修法 你所得的是有漏的福报而已 这一桩事情不难懂 我们也说的很多 相信同修们多少都会有一点印象 一定要知道 我们学佛为的是见性 换句话说 为的是彻底正确的明了宇宙 没有人生的真相 不愿意 不甘心做一个迷惑颠倒的人 我们想做一个明白人 诸佛菩萨是明白人 修行欲正性者 既不应指取香 亦不应断灭相 此一定之理也 这是一部 金刚般若 所说的总持 大主义如此 取香 在把香里面执着 断灭 是一定要把香拿掉 把香去掉 那也错了 香怎么能去 香是不会消灭的 你要想把香灭掉 没这个道理 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这个道理 因为香根本不存在 你怎么灭它 它要真有个东西在 可以灭它 它没有东西在 你灭什么 所有一切法香不生不灭 这个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可是这个说法 我们听了很迷惑 我明明看到人有生老病死 植物有生住一灭 矿物有沉住坏空 怎么说没有灭 那个灭是你看走了眼 你看错了 实实在在没有生灭 诸位想想 刹那叶因果报生灭相续 你想想这句话的意思 你在这一句里面体会到一切法不生不灭 那是真的 所以香灭不掉的 灭不掉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生灭的现象 刚才讲 我说你看走眼了 香不会灭 但是它会变 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你就不认识了 你以为前面那个香灭了 后免心的生了 其实它没有生灭 它会变 香会变 不会灭 所以 你要想把一切相灭掉去正性 没这回事情 那你就错了 错用了心 这个错误的认识 就又变成障碍 叫所知障 障碍你永远都不能见性 你的亏就吃大了 明白事实真相 香跟非香都不要去理会它 没事 它有香也好 没香也好 绝对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是妄想 分别执着 不可以 这是一定的道理 也许你们听过黄念祖老居士讲开示 这边进宗学会把它的录音带做了几个CD片 我今天听了两片 它里面有个比喻很有趣味 以金做气 气气皆经 实在讲它这个比喻是古人的比喻 也是古人的问答 我们一般人少见 以金做气 气气皆经 它说 我现在要你把黄金拿来 我不要气 那个金是什么样子 黄金是什么样子 它是长的 还是方的 还是圆的 还是扁的 黄金是什么样子 我相信你要是答复我的话 一定跟释迦牟尼佛跟须菩提的答复一样 它不是方的 它也是方的 它也不是圆的 它也是圆的 它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是 对不对 不是这样答复吗 方圆是相 我说我要性不要相 性跟相是一体 性跟相是分不开 没有相就没有性 所以后半部讲 你要是把相断掉 那性也没有了 就是这个意思 教你不要执着相就对了 你不执相 那样样都是金 执着相 金就没有了 金在哪里 没有了 就找不到了 迷了 不晓得相就是体 体就是相 性相不耳 这种开示实在讲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如果细心在这上面揣摩 我常常常能够提起 宗门的话说提起 移情 观察世间 乃至于出世间法 会开悟 为什么会开悟 慢慢看清楚了 看清楚 放下了 再也不执着了 一不执着 就开悟了 智慧就现前了 我们今天听经 学佛 为什么不开悟 就是听虽然是听 学虽然是学 一丝毫也不肯放下 毛病发生在这个地方 你不肯放下 你亏就吃大了 我跟你们大家相比 我相信你们也会感觉到 我比你们有智慧一点 为什么我比你们会有智慧一点 说老实话 我比你们放下的多一点 就这么个道理 你要是比我放下的更多 你的智慧就在我之上 我不如你 这不是从外头求的 你放下一分 你就的一分智慧 放下十分 你就的十分智慧 我不过放下一 二分 你们是一分都没放下 事实的真相就在此地 有一些老同修们 如果你们很细心 过去也曾经听我讲过经 或者你们听录音带 我讲的经 每一次讲的不一样 每年讲的不一样 境界不相同 一年比一年讲的清楚 一年比一年讲的明白 一年比一年讲的维系 这是什么道理 智慧增长 智慧增长 是不是不是我继续不断的看经 研教的的智慧 跟诸位说 不是的 如果你这样看法 你就错了 你这样学法 你也错了 真相是什么 我一年比一年 我一年比一年放下的多 道理在此地 今年比去年放下更多了 想一想七十岁了 古西之年 古人常讲 人生七十古来西 说的不好听 该死了 这世间与我没分了 没学佛的人 老人会执着 学佛的人统统放下了 随时打算往生 所以智慧就比从前更多一些 智慧从哪里来 放下来的 我刚刚学佛 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看破 放下 放下 看破 看破是智慧 放下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不执着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佛法也不执着 我们达不到 金刚经的境界 我们还执着阿弥陀佛 还执着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不执着不行 这个不执着 我们往生就落空 见性见不到 往生再落空 麻烦就大了 所以非执着不可 其他的不执着了 明文立养 佛法 是法我统统不执着了 一切随缘 很自在 所以人家问我 我说真话 没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等着往生 没事 这才叫的大自在 没事了 我把这个道理说给诸位 你们如果有心 这是提供给你做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所以烦恼轻 你肯放下 智慧自然就增长 五 言 如来 言 具足相 显性虽无相 而亦无不相 说一具足相 文者可以领会 具中引有修福德 是正性者 必不断灭相 且修福得广度众生 这是修学大成的人 不能不知道的 防止你又执着非法相 执着什么 执着空 执着空的样子 什么都不干 没事就什么都不干 那就错了 那佛也不度众生 佛为什么一天到晚再度众生 诸佛菩萨修福从来没有中断过 修福就是不失供养一切众生 这个是从来没断过 这就说明诸佛菩萨 空有两边不住 心清净 确实没事了 不住有 时时刻刻 再再处处弘法立身 不住空 空有两边不住 弘法立身随缘 哪里有缘 哪里就去 坐而无坐 无坐而坐 这才叫做无住身心 这才叫两边不住 所以这个地方 经文里面佛说 如来 如来是从性上讲的 说 巨族乡 巨族乡是从乡上说的 性乡两边都说道 性跟乡的关系 底下这一句话说的好 性虽无乡 而义无不相 这就是刚才问的比喻 我问你 你拿黄金给我 黄金是什么样子 他无相义无不相 从这粗显的比喻当中 诸位细心去领会性乡的关系 你要在这里面明了 佛有更深的意思 巨族像是三十二像 八十众好 这是我们世间人所说的 我们世间人所观察的 而实际上在大乘经上 佛告诉我们的 像 华言 观无量受佛经 佛有无量相 像有无量好 不止三十二像 三十二像 八十众好 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 视线的列印身 我们世间人以为人的像 貌长的这样 就算是贵像 好像 世间人以为的好像 贵像 佛统统巨族 三十二种统统巨族 一样也不欠缺 实际上佛的报身是无量相 无量好 具足像是讲佛的报身 一样也不欠缺 样样都圆满 我们凡夫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相长的好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体质好 健康长寿 还要年轻不要老 看看诸佛菩萨 他真的做到 他们真的是健康长寿 美貌又不老 在冷言会上 阿南尊者看到释迦牟尼佛 他心里想 这种香不是父母所生的 一定是他自己修成的 阿南发心出家 是为了好香才出家的 你们在冷言经上看到的 他为了爱美出家的 看到释迦牟尼佛的香很圆满 想的这个相貌 这么出家的 由此可知 诸佛菩萨的香好 也能度众生 也能够把众生引到佛门里面来 接引的手段 香好怎么来的 真的是修来的 这不是假的 佛像修佛修来的 佛的三十二香 将为农居士的讲义 那一段我没有截录 太麻烦了 并不是很重要 太繁琐了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那是果报 果报一定有业因 修什么样的善因 的哪一种的相貌 由此可知 每一个人的相貌 生下来的相貌 是你过去生中修的 但是相会变 你老的时候跟你年轻的时候 如果有照片比一比 相貌会变 不一样了 这就说明相随心转 如果你这一生当中修行心地很善良 你的相貌就变得很慈祥 就很丰满 假如心里很显恶 相貌叫人看到会害怕 看到你的相貌会含毛直竖 那是心胸非常显恶的人 从相貌里能看到一个人的心性 这也就证实佛跟我们讲的 依报随着正报转 我们这个身是一报 正报是心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相貌 随着我们的心转 心清净 相貌也清净 身体也清净 心慈悲 相貌也慈悲 身体决定健康 佛这个地方说具足香 就含着有修福的意思 决定不能把修福看清了 成佛 我们在受三归一誓词里面 归一佛 二足尊 足就是词的讲的具足 圆满的意思 二是智慧 福德两种圆满 佛并不是一种智慧圆满 福德也圆满 他那个福德从哪里修的 就是度化众生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的福德 这个福德最大 佛在此的教给我们一定要修福 不能不修福 成佛一定是福会圆满 不会偏在一边 福重要 修福里面 大成经上常讲不施供养 三种不施里面 法不施畏罪 金刚经 上告诉我们 华严经 上普贤菩萨广修供养 一切供养当中 法供养畏罪 这都是讲修福 法供养里面 第一殊胜的是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不是人人都能的 我们没有能力 为什么没有能力 业障太重了 没有能力 所以机缘非常不容易遇到 但是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 讲经说法人人都能 怎么说人人都能 你要想修这个福 多买几套讲经的录音带送人就行了 我们把讲经的录音带送给别人 送给别人的道场 那就是讲经说法度他 不必要自己讲 请人家带我讲 这很聪明很高明 好像你办学校当校长 可以不要上课 我请老师 聘请人代替我上课教学生 功德是你的 在以前没有办法 以前只有聘请法师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 当然那个条件比较困难 现在我们买录音带 录影带很便宜 所以说这种红法利生 法布施 法供养人人都有机会 问题就是你要会做 另外就是印经书 这也是非常好的法供养 法布施 这种布施一举三德 无论是你买录音带 录影带或者印书 你都要花钱 钱是财布施 你布施的物品 这是佛法 法布施 财 法都有了 别人听到经 从经典里面开悟 得到法喜 烦恼轻 智慧常 这是无谓不施 所以你一个做法 财 法 无谓三种不施都具足 一举三德 你的果报 你的财富 得智慧 得健康长寿 财布施的财富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谓不施的健康长寿 一生当中你说做好事 你要真正有智慧 给诸位说 只有这衣装是真正的好事 除这衣装之外 都不见得是真的好事 你花了很多精神 时间 金钱 未必能得到效果 唯独修法布施 这个功德是圆圆满满的 而且费用不多 人人都能做 人人都做得起 古人要是看到我们现代人 羡慕的不得了 他们想做 做不到 所以要明白道理 要了解事实真相 要会抓住机缘 善巧运用科学技术 帮助一切众生能够听闻正法 这是修大福德 修真实的福德 是正性者 正性就是成佛 明心见性 成佛的人 必不断灭香 也就是说 成佛之人一定会很认真努力的 在教化众生 在修复 广度众生 我跟诸位同修说 广度众生我们统统都有分 而且统统都可以做 不是不能做 在讲到你如果真正发心来弘扬佛法 那个福报就更大了 自利利他 无比的殊胜 法一定要有人弘扬 如果没有人弘扬 佛法在这个世间就断灭了 由此可知 如果是培养弘法人才 这世事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报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但是培养弘法人才 缘不容易 太难得了 民国初年 欧阳靖吴居士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 时间只有两年 明初的这些讲经弘法的大法师 大居士 几乎都是内学院出来的 两年 真正做了续佛会命 这真是无量功德 所以这个缘相当不容易 因为你必须要有经费 要有场所 要有师资 要有学生 少一个缘都没办法成就 很不容易 怎么办 实在讲有一个方法 我们自己劝自己 自己劝自己出来讲经说法 这个话再从前南 实实在在困难 在现在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在谈虚法师 念佛论 里面看到有一个居士正熙兵 正熙兵年岁并不大 他是一个商人 做生意的 以后听到谈老法师讲经 听得很欢喜 他就把生意丢掉了 不做生意了 跟着谈老学讲 弥陀经 他就会讲一部 弥陀经 学一部经不难 学讲一样 学会了之后 他就到处讲 弥陀经 到乡下 乡下没有人去 大法师很难到乡下去 乡下听经的也人不多 五个 六个 十个 八个就不得了 就很多了 这个村庄讲一部讲完了 再到那个村庄 他一年到头专门在外面讲 阿弥陀经 到处讲 阿弥陀经 就只会讲一部经 以后他是讲经时往生的 欲知实质 弥陀经 讲完了 请他来讲经的这些好朋友 他就跟那几个人商量 请他们给自己租一个房子 他说 我要走了 你要走了 还租房子干什么 他说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的那些朋友跟他说 你真的有把握 真有把握 那没问题 到我家去好了 都不顾忌 都没有忌讳 在他朋友家里面 打扫一个干净的房间 他是盘腿坐在床上 跟大家告别 请大家念佛送他往生 这些朋友就跟他说 过去这些往生的人 临走总是做几首祭 做几首诗 留着给我们做纪念 你也不能例外 也得给我们说几首祭 正居士就说 不必了 看我的样子就是很好的纪念 说完了 大家给他念佛 不到一刻钟 一刻钟是十五分钟 他就走了 这么样的自在 没有生病 学会讲 弥陀经 现在你们要想学讲 弥陀经 不难 弥陀经 的录音带 专门听这个带子 这个带子 如果听上一百遍 两百遍 你自然就会讲了 有什么难处 一门深入 我过去在洛杉矶 洛杉矶 洛杉矶有一个赵立本居士 十几年前 他听我讲 金刚经 讲 六祖弹经 以前我讲的 金刚经 讲的时间短 一个月讲圆满 六祖弹经 好像也是一个月讲圆满 二十几次 三十次 他拿到我这两套录音带 听得很喜欢 告诉我 法师 你其他的金 我都不想听了 我就听这两部 我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他来问我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没有问题 过了两年 我又到洛杉矶 他来看我 他说这两套带子 已经听了二十六遍 那我说你很熟了 应该可以讲了 他说可以 他原本是大学教授 退休了 他可以讲了 我就告诉他 你继续再去听 听满一百遍 他真听话 这两部经 他听了一百多遍 现在在美国到处讲经 有人请他讲 金刚经 讲 六祖弹经 他就去了 讲得很好 我今年夏天 如果在美国 要办佛学讲座 我就打算请他去讲 排他一个课 他很有经验 不难 一遍一遍的重负 不难 从前难 从前你听一个法师讲经 听完之后不记得 求法师再给你讲一遍 不可能 哪有一个法师给你讲十遍 二十遍 绝对不可能的 现在有录音带好 你可以听一百遍 听二百遍 哪有学不会的 只要你有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我学一部经 我将来专门讲这部经 没有不成就的 到哪里去讲 居士林也不请你 到哪里去讲 找你认识的朋友 到他们的家里去讲 三个人 五个人都可以 何必要那么多人 慢慢的法缘就书胜了 所以结法缘很重要 要知道平常多结缘 送经书 送录音带多结缘 缘结的多了 将来你听众就多了 听众靠缘分 没有缘分 讲的再好 也没有人来听 没缘 缘很深的人 讲的并不怎么好 听众满满的 他跟他有缘 听众就喜欢他 那就没有法子了 我们过去初学经 我们有二十多个同学 法缘最殊胜的是 灵看智居士 他讲的并不怎么好 我觉得他讲的东西不如我 但是听众他比我多 我的听众没有他多 缘 他跟那些人有缘 所以一定要广结善缘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希望同修们要发心 开始学 不要学太长 学短的 长的经像 无量寿经 很长 学一品 很好 譬如无量寿经 我们专学第六品 阿弥陀佛四十八院 专学这一部分 这个很好 可以到处去讲 我只讲一品 或者我们进宗所定的晚课 三十二到三十七品 这六品经都不长 都很短 讲这一部分也非常之好 这一部分是教人 断恶修善 持戒念佛 所以我们讲 有一个重点 有一个中心 有宗旨 有目标 有方向 学一样 无论在家 出家 应当要学 在家退休了 年岁大了 没事情干了 退休之后实在讲很无聊 我有好多朋友 同事 同学退休了 他们年龄有的比我大 见了 见了面都摇头 没事干 做吃等死 好悲伤 我们听了好难过 真的做吃等死 所以不如学会一部经 这一部经讲老实话 不要学太多 七天讲圆满 你学会一部经 七天讲圆满 那你人老退休了 你还有事情干 到处讲经 到处受人欢迎 晚年的生活过得多美满 那真有意思 学会讲一部经 不必长 七天就行了 你们如果真的学会了 马来西亚很多地方 都希望人去讲经 找不到人 你们可以每年到马来西亚 巡回十几个地方 一个地方去讲一次 也是去旅游去玩的话 那生活过得自在 太美满了 会叫人羡慕你 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学一样 开头学讲 找你的亲戚朋友 一个 两个就可以跟他讲 这是修福德 广度众生 六 无上正等正觉 可谓信德如来 果得佛之统称 此中举之为显二义 因上具显说具足相 隐含修福德二义 故意用坚寒信果二得之称 又欲及果正以明音心也 无上正等正觉 可谓信德如来 果得佛之统称 成佛都有十号 十种称号 十号都是通号 只要成佛一定具足这十个名号 十号里面第一个就是 如来 如来是明星见性的通称 如来是什么意思 金刚经上说的很好 如来者 诸法如意 只要你正的 诸法意如 不依不依 那就是如来 能清正这个境界 就是如来 此中举之为显二义 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举出如来这个名号 它含有两个意思 因上具显说具足相 隐含修福德二义 故以用兼含信果二德之称 又欲及果正以明音心也 由此可知 这个名号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含意很广很深 如来不但是信德 而且里面含着有句足相 从信德理体上讲 如来的法身 如来除法身之外 还有报身 还有印化身 这里面就含着这么多意思 法身是体 不生不灭 报身是香 智慧所成之身 有身无灭 印化身是他受用身 有因有果 有身有灭 那是世现的 在始法界 所谓印以什么身的度 佛就献什么身 众身当闻什么法 佛就说什么法 与一切众生感应 道交 一丝毫都不错 这衣装是我们前面曾经念过 诸佛如来所有一切事现 相上确实有说 心里面确实无念 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佛是有说无念 所谓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这才叫做正说 如果有念而说 那是凡夫说法 不是如来说法 如来说法决定是无念无说而说 所以这里面有性有香 有因有果 含着有这么多的意思在里面 7 前所谓无法者 是二边不着 法与非法皆无 如此 方式发菩提 若但会的不取法一面 未免落空 岂是发无上菩提 此中得法并说 故与前说相应成去之要之也 前所谓无法者 是二边不着 法与非法皆无 如此 方式发菩提 前 是讲前半部 前半部经义宗旨之所在 所以告诉你无法 教你二边不着 法是法香 有香 非法是空 空有二边不着 空有二边皆无 这是发菩提心 大乘佛法菩提心非常重要 不发菩提心就不能成佛 再跟诸位说 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 这一句话大家要牢牢记住 你要想在这一身当中 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发菩提心 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 里面 无论是中倍 下倍 上倍 经文明白的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条件 不管是四土三倍九品 统统要具足 没有说下下品往生 不需要发菩提心 没有这个道理 由此可知 发菩提心重要 现在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很少 什么原因 他有没有一项专念 有 一天到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最后不能往生 毛病出在哪里 没发菩提心 所以不能往生 单单一项专念 没有菩提心不能往生 单单有菩提心 没有一项专念 可已往生 往生的品位不高 这话不是我说的 偶艺大师说的 偶艺大师在 要解 里面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信愿之有无 发菩提心有信愿 决定可已往生 品位高下 在持名功夫的深浅 一项专念是持名功夫的高下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 发菩提心 品位高不高决定在一项专念 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发菩提心 偶艺大师所说的 跟此的讲的不一样 到底哪个对 讲的话不一样 你如果细细去揣摩一下 一样的 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 耳边不着 法与非法皆无 这才是发菩提心 偶艺大师教给我们的是 你只要真正发心 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偶艺大师这个讲法 我们好懂 一心一意发心求生净土 我们可以发这个心 跟金刚经合起来看 意思就更清楚了 金刚经上讲的 发菩提心是二边 不着我们一心求生净土 不着空一心求生 如果还有一个念头 舍不得这个地方 那不行 这个地方身心世界万元放下 放下是不着有 岂不是空有二边不着 偶艺大师讲的 跟金刚经讲的 没有两样 是一样的 这才能保证你往生 你真正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放下 什么都不能执着 明文立养要舍掉 心里面要舍得干干净净 有什么需要交代的事情 不要等着 我现在还没走 那不行 现在就要交代 时时刻刻准备走 要有这个念头 现在就交代清楚 交代清楚 没事了 那才是真正菩提心现前 需要交代的 赶紧交代掉 没有交代的更好 什么也都不要管 一切随它去 根本就不需要交代 那心就更干净了 更清净了 更清净了 没事了 什么叫菩提心 要搞清楚 否则的话 经上一再讲 上辈 中辈 下辈都是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还把菩提心 误会 还把菩提心 错解了 也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样样都放不下 还以为自己发了菩提心 这是对发菩提心错解了 误解了 将来还是不能往生 这个一定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点都不能错 若但会的不取法一面 这是说怕大家对于佛讲的这个意思错会了 只能体会一半 另一半没有能体会到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无量寿经 上讲的发菩提心 偶艺大师说 你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 就是无上菩提心 你听了这个话 只听一半的意思 那一半呢? 那一半不晓得 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地方明文立养我一样还不能放下 那就不是偶艺大师的意思 偶艺大师的意思是 一心一意只求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二心 没有另外一个念头 不能把另外的妄心 附加在这个上面 那就不是菩提心 古人比喻 醍醐里不可以掺杂毒药 掺一点毒药 醍醐也变成毒药 决定不许可的 所以这个意思 金刚精 一和 一死就圆满了 就知道 一定要万元放下 所以预防怕体会错误 只取一面 取一面 那就落空了 岂是发无上菩提 此中得法并说 故与前说相应成去之要 止也 这一段经文里面 属于有的 有发有的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前面讲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个地方讲的 你发就有的 你发心是应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正果 这个地方看到因果不虚 因果是真的 八 观则不应取香 得则不应肺相 修观众在见性 观相岂能见性 修观是大乘佛法行门的总说 我们念佛也是修观 修是修正 观是观念 我们许许多多的观念错误了 要依佛经的教会 把我们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 这个观念 一般也讲想法 看法 我们的想法 看法错了 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观 而修观的目的是见性 见性 我们换句话说 就是要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用这个说法 大家好懂 见性这个名词很不容易理解 换这个讲法行吗 行 因为性就是诸法识相 《班若经》 《班若经》上讲的 《诸法识相》 《诸法识一切法》 《识相》就是真相》 我们修观的目的 我们修观的目的 是为了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样说法 大家好懂 你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一定要用清净心 因为心不清净 一切真相 你决定不能了解 佛常常用水 佛常常用水 用镜子来做比喻 水一定要很干净 没有污染 很平的时候 它才有照的功能 才把外面的境界相照的很清楚 见到真相 如果水有污染 你照外面的像是污染的 如果这个水有波动 你照外面的像是凌乱的 是不完整的 你决定见不到真相 佛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像水一样 所以要修定 要修清净心 要修平等心 就像水一样 清净心是干净 没有污染 平等心不起波浪 这个时候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见到了 由此可知 如果你要试着香 取香就是执着 你要试分别 执着 分别是心动了 起波浪了 执着是污染了 你要试有分别 执着 你是决定见不到真相 要用佛门的术语 你有分别 执着 你决定不会见性 你见不了性 你要想见性 一定要离分别 执着 这个道理在此地 佛为什么在这个经上自始至中这样的强调 道理在此地 你不是这样修法 你见不了性 你成不了佛 你解决不了问题 你要想解决问题 要想成佛 非这样做不可 我们前面念过 信心不逆 信心不逆 信心不逆的意思就是说 非这么做不可 除这个做法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一定要离妄想 执着 分别就是妄想 所以修观不应取香 在一切境界不应该分别 执着 得则不应肺香 你将来成佛 正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有没有香 有 有具足香 你成了佛 却确实实得到报身 依正庄严 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假的 华藏世界不是假的 我们眼前这个世界也不是假的 都摆在面前 得不肺香 但是修观的时候不能这像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使法界一正庄严 你就有能力 有方法去辨 我们如何把眼前这个香 变成诸佛如来的净土 我们自己辨 不是别人帮我们辨 我们可以把自己现在叶爆生的生香 把它一转变 变成具足的爆生之香 把它变成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硬化生的生香 会变 刚才说过 香不会灭 它会变 怎么变 心变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是这个香 因为今天我们心里面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有贪甜吃慢 这个香是贪甜吃慢的香 是妄想 分别 执着的香 如果你把妄想 分别 执着 统统都放下 都打掉了 香马上就变了 那就是经上讲的 变成具足香 那就变成佛香 人香可以变成佛像 所以要晓得 我们修行的目的在哪里 是为了见性 观香 观香 岂能见性 观香就是者 你观香执着在香里面 你见不了性 是凡夫 在一切现香当中 有自己喜欢的 喜欢就深贪爱 喜欢就是妄想 贪爱是执着 就贪爱了 讨厌 讨厌也是妄想 总想离开它 远离它 远离它 就是烦恼 就是执着 怎样对一切 顺逆境界 生平等心 平等心 不是妄心 平等心 是真心 生清净心 清净心 是真心 没有污染 没有执着 心就清净 没有分别 心就平等 无量寿经 的经题 清净 平等 绝 心清净 平等 就绝了 就不迷 九 如意 虽不费相亦 虚不取相 方明为如 经着一边 不明如也 故斥之曰 行邪道 不能见 如意 虽不费相亦 虚不取相 方明为如 经文里面说的 如来者 诸法如意 我们什么时候正的如来 正的如来就是明心见性 我们念佛人就是得理一心不乱 什么时候能得理一心不乱 诸法如就正的 这是教给我们一个方法 这是明心见性的面面观 明心见性好像走到我们这个讲堂来 怎么走进来 很多的门 只要你找到门路 不管哪个门路 找到一个门路就能入 如也是个门路 你可以从诸法一如这个门路见性 怎样叫如 不着相 不费相 不费相 还是空有二边 不着 不费相 不着空 不取相 不着有 不费相 就是不取断灭相 相存在 知道它是刹那生灭的相续 何必要废除 何必要叫它断灭 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它是刹那 液果的生灭相续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所以没有必要去执着 这就好 这就自在 这个意思 希望大家要能体会 要细细去体会 体会的越深 你的的受用越舒胜 要应用在生活上 真正的能与十方一切诸佛感应道交 这就是得一切诸佛的互念加持 同时能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 也起感应道交 因为十法界一正庄严 是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 所以上可以对诸佛下至恶道众生 是一体的 它怎么不感应 金刚经 这个儒字讲得太好了 讲得太透彻了 经着一边 不明如也 所以佛说 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这个地方是补充前面一首 祭子里面所说的深意 为什么不在那个地方讲 再要这个地方讲 因为到这个地方 才显示出那个甚深的密意 这是不在前面讲 在此的讲的原因 这是显示给我们 真正修行人决定不能这在一边 空边有边 性边相边都不能够执着 执着 你心里面就有一物 换句话说 你的心被污染 你的心不平等 一定要做到无一物 无一物 那个念头在 还是有一物 有那个无一物 这个事情麻烦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心里还有个 什么都没有 心清净了 心里面还这了个清净 这就麻烦大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佛也说得很清楚 也说得很好 无始劫来的习气 总是这一边 无论哪一边 他总要靠一边 你叫他什么都不靠 佛讲二边不着 中道 又靠上中道 中道跟二边又对立了 中道不存 中道也没有 好 他又靠了个中道也没有 怎么样都搞不干净 这个执着 越来越维系 越维系 越不容易除掉 一直到等觉菩萨 还有一品身香 无名未破 那就是最维系的执着 我们学佛顶要紧的 就是要有觉有观 能够觉察 然后功夫才得力 这样粗的 明显的执着 是非人我 贪甜吃慢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能觉察 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所以你菩提心 怎么发都发不出来 发的是嘴皮上的菩提心 跟佛讲的菩提心不相应 就是你没有看破 没有放下 真正看破放下 那个心才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成佛的第一个因素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认真的去学习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九十六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九月六 请先开经本二百三十四页 十 此段不说观而说的者 是曰修因正果说也 一集曰性相相的说也 性相不相的 不明正果 亦显若能不着于相 相亦赫爱于性 故相的也 性是理 相是表 曰表里言则非依 表是理之表 理是表之理 和言之则性相非依也 经文不说观 而说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特别用这个字 金刚经 每一字 每一句 都有很深的意思 因此我们读诵研究 不能不细心 不能不留意 这一个字说明 修行人 却确实实有所得 不是没有的 真的会成佛 会成菩萨 会成阿罗汉 不是没有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没有超越六道 在这个世间里面 我们修善因一定会的善果 造恶因一定有恶报 能所皆空 可是因果不空 因为因果不空 它就有的 如果是没有的 修因没有果可证 那因果也就空了 诸位要晓得 因果决定不空 说的 这是就 修因正果 而说的 可是在前面 不但是如来果的 即使连小尘虚陀还 也不可得 不可得的意思 我们要明了 是正果的人 他自己心里若无其事 并不执着而已 不是他真的没正果 他真的有正 虚陀还就是虚陀还 阿那韩就是阿那韩 他确实正的这个果位 但是他自己不着想 这是本经说的很详细的地方 说修因正果 也就是就 性相相的 而说 性相要是不相的 不相的和我们讲的 不相应是一个意思 性不是相 相不是性 性相不相应 这个不叫正 我们今天的境界 就是性相不相应 为什么我们性相不相应 对于这其中的理 没搞清楚 对于所有一切相状的真相 也没搞清楚 所以我们在观念上 思想上 种种看法上 性相不是一它是二 这样就不能正果 怎么修也不能正果 实在讲 修理念 关键的地方 就是要把我们这些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 以往没有接触到佛法 没有听佛讲过 实在讲这些问题 的确只有世间极少数的聪明人 他们发现这个问题 感觉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而绝大多数的人粗心大意 一天到晚忙着生活 没想到还有这个问题存在 读了佛经之后 才知道不但还有这个问题存在 这还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是大问题 真相是 性有相无 有无的标准 佛法讲有 那就永恒不变 佛法说 空 说 无 说 幻 意思是说它会变 它不是永恒的 尤其我们在这部经里面说过多少次 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刹那生灭的 既然刹那生灭 当然它不是永恒的 所以佛说它无 说它是幻 说它是假 意思在此地 亦显 这个意思显示出 若能不着余相 幻相 无论它怎么样变化 只要你不去分别它 不去执着它 相不爱性 本来就不爱性 你执着是以为它妨爱性 这是我们一个错觉 一种迷惑颠倒的想法 不是事实 事实上决定不相妨碍 不妨碍就相的 就相应 实际上说 即使我们执着 如果从事实真相上来讲 它还是相应的 还是相的的 不过就是相的我们没有见到 如果说我们妄想 分别 执着 见不到事实真相 诸佛菩萨加持不加持我们 保佑不保佑我们 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多了 诸佛菩萨加持保佑 甚至于你根本就不相信佛法 毁谤佛法 竟干灭佛法之事 佛菩萨还是加持你 还是保佑你 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叫做大慈大悲 那我们要问 佛菩萨为什么要加持这些人 那个道理就是 性相相的 就这么个道理 我们没有见到 没有想到 实实在在 原来就是相的的 原来就是无碍的 我们学佛修行修什么 就是要把佛跟我们所讲的 我们去把它证实 就如此而已 底下这两句实在讲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 性是理 是体 像是外表 是作用 如果从表理来说 表理不一样 理是不一样 我们凡夫就着了这个相 于是事实真相 永远见不到 不知道表是理之表 理是表之理 表理是义不是二 这就是不义 从表理外表上来说 表理不一 非义非义 这个地方说一个原则 说一个纲领 诸位必须要知道 大说到法界 说到三千大千世界 小讲到围城 这是从相上讲 无论大小 无论减凡 我们今天讲一例围城简单 一个世界繁杂 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 不一不一 涵盖了是出世间一切法 我们要懂得这个原理 懂得这个原理 有什么用处 底下说 十一 若体会的 自能不取相 亦不取非相 又有行不 又能圆融 事事皆和中道 法法不为自信 若体会的 自能不取相 亦不取非相 你真正明白 通达了 你两边都不执着 两边都不取 像是外表 我们讲法相 使法界一正庄严的法相 你对于一切相不执着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四大类 把所有一切现象全都包括了 你不会执着 你不取非法相 非法相 非法相是空 你也不会执空 空有两边都不会执着 这个好处利益太大 前面说过 不但六道超越 十法界也没有了 你到哪里去 你住在一真法界里 这个层次就高 你跟诸佛菩萨 这个菩萨我们常讲的法身大事 你跟他们是同一个境界 又有行步 又能圆融 布施是世相 佛菩萨他做些什么 这一点诸位要知道 佛菩萨完全是在做布施 六度统统是布施 布施里面有三大类 有才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持戒 忍辱是无谓布施 精进 禅定 般若是法布施 所以你要问 诸佛菩萨在使法界里面 他做些什么 一个 布施 就统统包括进了 布施供养一切众生 他做这个事情 布施不着空 又能圆融 圆融是不着有 如果这了有 就不圆融 也就是所谓 行不施而不着相 我们常讲 三轮体空 不执着有我 我能施 也不执着有人 人接受我的不施 他不着这个相 也不执着我所施之物 这三方面都不执着 叫做三轮体空 他天天行不施 时时刻刻行不施 他的心清静 心里面真的若无其事 好像没做事 这就是常说 做而无做 做事行不施 无做事圆融 心地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我们要学这个 学这个的好处太大了 这个大的好处 我们的心量很小 不敢当 譬如说大福报来了 请你去做总统 这个事情不行 我做不到 我不敢当 实在讲 这还是小事情 给你发一笔大财 财产一下来了几千万 几亿万 这太多了 我接受不了 我们凡夫是这个 小小一点点就很满足 这不是大人物 学佛 佛的心要大 佛要办的事是尽虚空 辩法界 哪里一点点就满足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行步要圆融 圆融要行步 行步就是有次第 无论什么事情 有程序 有次第 有先后 这些实在讲都在一个 圆 字 佛与大菩萨在六道 十界里面现身说法 总在于 圆 圆成熟了 他就现身 圆不成熟 他等待 实在说 此方的圆不成熟 他方愿成熟了 佛菩萨在虚空法界硬化 可以讲没有一分 一秒钟是中断的 永远不中断的 世事皆和中道 法法不为自信 这是讲你真正体会得了 刚才讲的 三轮体空 这是符合于中道 即使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也不为自信 这句话不好懂 为什么说穿衣吃饭不为自信 你先要明了自信是什么 自信是真心 穿衣吃饭也是真心 待人接物也是真心 我现在穿衣吃饭 待人接物也用真心 我是不是佛菩萨 我们现在讲的真心 是自以为真心 其实不是真心 是假的 我们的问题就是认假不认真 把妄心当作真心 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的修行不能正果 我们错了 错认了 世尊在 冷言经 里面 对于这一桩事情 提出严重的呵斥 佛还举了一个例子 譬如真杀怎么能煮成饭 杀不是饭的因 因果搞错了 煮一锅沙想把它煮成饭出来 哪有这个道理 我们是用的妄心 用妄心修行 希望将来能正到佛果 就像煮沙做饭一样 永远不能成就 这样一来真心在哪里 真心是什么样子 能够提出这个问题 这就开始觉悟了 你知道现在用的心是妄心 你想求真心 真心理念 真心里面没有妄念 有妄念就不是真心 不但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 世间人也明了 清朝末年曾国藩先生读书笔记里面 对于真诚有个解释 什么叫成 一念不深 是未成 心里头没有一个念头 这叫成心 心里头还有是非人我 还有妄想 执着 哪里叫成 诚意 成心就是真心 就是真如本性 我们佛家讲 真心理念 没有妄念 无量寿经 经提上 清净心 平等心 决心 那就是真心的样子 我们的心情不清净 平不平等 绝不觉悟 这三桩事情要互相来解释 我心很清净 可是还有分别 这个高 那个低 那你就不清净 清净心一定平等 平等心一定清净 我一切都很平等 但是那个摊的念头还没断 那个摊是不清净 这么一看你就能看出 你的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是绝还是迷 果然绝 果然清净 果然平等 像释迦牟尼佛每天到蛇 为大臣去托波 穿衣 托波 法法不为自信 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是世皆和忠道 什么叫忠道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 那叫忠道 世上有说 世上有说 理上无说 相上有说 性上无说 世相上有 但是佛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 没有起心动念过就是和忠道 就是不为自信 我们学佛学什么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世代人皆悟之处 学释迦牟尼佛这一套本事 那叫真的学佛 在我们中国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 示现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他的的确 却是世世皆和忠道 法法 不为自信 我们在 谈经 里面看到他说法 看到他的生活 看到他的行持 他做到了 做得很像释迦牟尼佛 实在讲 谈经 是他的语录 我们就把他当佛看待 把他的语录尊称为经 就是因为他 是世皆和忠道 法法不为自信 其他祖师大德的著书 我们称之为语录 没有称作经 唯独六祖的语录 我们称他为经 能大师能够学到 我们为什么学不到 其实能大师之后 也有不少人学到了 哪些人 近代的虚云老和尚 他学到了 印光大师他学到了 我们从 印光大师文超 里面去看 从虚云老和尚的年谱里面去看 他们学到了 换句话说 大家容易了解 生活 工作 处世代人皆物用真心 不要用妄心 就对了 用真心与诸佛菩萨完全相应 真的是此的所说的 又有行不 又能圆融 华言经 上的 行不不爱圆融 圆融不爱行不 十二 前说观 世约应说 明修应不可取香 不可修有漏之福 此说的 世约果说 知正果不费香 修应亦不费相 亦广修福德 但不可取者而 前说观 世约应说 明修应不可取香 不可修有漏之福 这香就是有漏 这香修一切功德 都变成有漏的福德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不可以误会的 以为我们积功内得修的还不错 哪里晓得全是有漏福德 为什么是有漏福德 你是有漏心修的 漏是什么 漏是烦恼的代名词 这个意思是说 你本性里面原来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 烦恼把它漏掉了 好像一个器皿一样 我们拿个杯子 杯子渗水 水可以饮用 杯子底下有个小洞 虽然装进水 它慢慢就漏掉了 漏光了 把你的功德法材统统漏掉了 用它来比喻烦恼 只要你有烦恼 你修什么样的功德 都变成有漏的福德 学佛 为什么首先教你断烦恼 断烦恼之后 你才成为法器 法器也是我们佛门里面的术语 你才成个器 换句话说 你才有资格接受佛的大法 才能够修学 才能够成就 如果你还有烦恼 你不是法器 这个话说的很重 四红誓愿里面 一开端第一愿是发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那是发愿 发愿之后要起行 我们要真干 从哪里干起 断烦恼 烦恼断了之后 才有资格学法门 为什么 学了会开悟 烦恼没有断 学法门不能开悟 不能开悟变成什么 清凉大师所说的 增长邪见 法门里面如果渗透烦恼进去 就是斜之邪见 增长邪见 古时候善知识教学生非常严格 一定先教你断烦恼 烦恼断了之后 再让你学法门 我们在 《华严经》上看到 那是最高的标准 不是普通标准 实在讲我们做不到 善才童子在文书菩萨会中 断剑丝烦恼 断成沙烦恼 还要破一品无名 换句话说 是原教初驻菩萨 他不是凡夫 原初驻教发心驻 金刚经上讲的 他真正发菩提心 断烦恼的标准在此的 这个时候有资格法门无量誓愿学 学法门到哪里学? 去餐学 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 是法门无量誓愿学 到最后遇到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 那是什么? 那是佛到无上誓愿成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的 十大愿王倒归极乐 这四红誓愿次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过去讲 华颜 时曾经说过 一部 华颜经 是什么? 就是四红誓愿 这是我们修学真实的榜样 你怎么发心 怎样去断烦恼 怎么学法门 怎么成佛道 华颜经 尚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今天说实实在在的话 烦恼都没断 所修一切的善权是有漏之福 这个要知道 我们就没有法子把它变成功德 这样子我们看起来也很悲哀 实在讲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把我们所修一切的善业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一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这个有漏的善都变成无漏的功德 这个方法妙 除这个方法之外 我们没有第二个方法 佛的经典虽然多 千经万论里面找不到第二个方法 如何能把有漏之福变成无漏的功德 只有这么一个办法 这是世尊教给我们的 如何转变 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日常生活里面 断恶修善 在工作当中 待人皆悟知处 要知道断恶修善 不但一切恶的事要断 一切恶的念头都要断 我们的烦恼没断 分别执着没断 所以这个统统都是有漏的善福 但是我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断恶我要做 修善我也要做 做了之后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拿我们种种的善业 统统回向净土 庄严佛净土 这就是转的方法 把有漏之福转变成无漏功德的方法 前面说 观 这个地方讲的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的是从果上讲的 知正果不费香 佛正果了 却确实实现的身香跟我们不一样 佛就是跟我们在一起 现的这个身香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现的好香 殊胜庄严 它为什么有这么多好香 累世的善行 累世的福德 福报不是一生一世修的 深深世世的修基 这种人很了不起 深深世世的修基 一定要很大的耐心 毅力 修福而不享福 那个福就越修越大 越修越舒胜 可是我们人只知道这一生 不晓得前身 真的深深世世修吗 慈悲三昧水颤 里面讲的悟达国师 悟达国师是十世高僧 他出家修行 死了以后又的人生 又出家修行 十世高僧 到底十世还出家 因为福报太大 出家人也有大福报 做皇帝的老师 做了国师 做皇帝老师也不简单 过去身中实世的修行 哪里是偶然的 是出世间法里面 决定没有偶然的 你这一世觉得不满意 就怨天尤人 那怎么能成功 你不晓得 就是以我们人世间 现前社会来看 在家 出家的 出家有很多大和尚 有大福报的 你要是明了佛法 你就知道 类截所修 不是一世的 一世不可能 世间不要说是做帝王 做一个部长都要修好几世 都不是一世修来的 一世修的 做各小乡镇长 科长 科员差不多 这是我们在佛法里面看到的 做各县世长都不是一世修的 才知道世间的富贵 都是很多世的累积 连出家人的我们今天讲的名利 供养 冥望 也都是多生多劫的修基 如果他要享受 那这一生就想完了 就没有了 虽然有冥望 有力养 不接受 他来世福报就更大了 有名欲 力养而不接受的 像虚云老和尚 他在中国 外国 提起来没有人不尊敬 他得到大家的尊敬 自己若无其事 并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 平易近人 生活还是过得那么辛苦 没有讲求一定吃饭要多少菜 要怎样子 没有 决定没有讲求 这就是世事修行 福报献钱不售 给别人去售 虚老和尚一身建道场 我们在年谱里面看到的 建道场 修复道场 哪个道场年久施修了 他去化园 把那个道场修好 请一个有修行的出家人去当住持 他就离开了 再没有牵挂了 不说那个道场是我建的 没有 再不牵挂了 人家建道场 为佛法 为众生 不为自己 印光老法师一身印经 他归依的信徒太多了 所有一切的供养都拿去印经书 修法不施 我们得到他的恩惠就很大很大 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 许多的参考资料 古得的著书 都是印光老法师印的 苏州洪画社的 自己的生活依旧是那么样的倾苦 这就是福报 现前不想 我们要学 你能把这些事情看出来了 是智慧 你真肯向这些善知识去学 那叫大福报 真正有福 你是福会双修 绝不是眼前明文立养的受用 那就坏了 因为享福 给诸位说 没有不造业 那个造业太可怕 慈悲三昧水颤 里面 悟达国师是十世高森 皇帝供养他一个沈香宝座 他还迷了 还动了心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个念头一动 冤家债主贴上身 害了人面疮 几乎送了命 不容易 这事说明世间人的福报 都不是一生一世修得来的 享福很容易就把它享尽 好像储蓄一样 一点一滴去存钱 很不容易 好多年才攒一笔钱 要花两天就花光了 诸佛菩萨的高明处在哪里 他只是攒鸡 永远不花 花在哪里 给一切众生去花 自己永远不花 到果报上 就现出无比的一阵庄严 成了佛是信得完全显现 法葬比丘成佛 是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毕如这那成佛是现的是华藏世界 人家最后的这个果报 的这个果报是不是他求的 没有 永远没有求享受 永远没有一个贪图享受的意念 自自然然献出 这样殊胜庄严不可思议的果报 我们学佛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 这样的事实都不晓得 我们的佛教白学了 修福这一段特别提示我们 不要忘了修福 修福重要 怎么修福 不设计怎么可以利人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也很有道理 世间人说的 不是我们出家人说的 他说吃别人不愿意吃的食物 当然不好吃 好吃谁不喜欢吃 别人不愿吃的就不好吃 吃别人不愿意吃的食物 穿别人不愿意穿的衣服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什么事 利益众生的事情 这是人家不愿意做的 自己刻苦 节俭 利益一切众生 这叫做大人物 真正是大人物 在我们佛法 他是真正修福 佛门当中也常说 佛是门中好修福 可别修错了 佛门里面修福是有 但是修错的也不少 你要有智慧 要仔细去观察真佛还是假佛 真的佛那个福报就大了 今天还有一个同修问我 见到场福报大 提供给很多人在那里学佛 我说那个福报当然大 但是你要晓得真正修行才有福 如果不是真正修行 哪里来的福报 那没有福报 什么叫真正修行 古代的寺院 安堂跟现在不一样 古代的寺院 安堂真的是修学的道场 一般是二时讲经 二时修持 二时是多长的时间 经本里面讲的是 昼夜六时 昼夜是六时 一时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 二时是八小时 每天听经八个钟点 上午下午上课 行门里面大概不外乎两类 一个是参禅 一个是念佛 所以道场有讲堂 有禅堂 念佛堂 喜欢参禅的清晨四个小时 晚上四个小时 当中休息的时间 什么时间 夜晚十点钟到两点钟 你去睡觉的四个小时 半夜两点钟要起床 要用功 那叫做到场 所以他成就快 换句话说 你想打妄想没有时间 你想讲一句闲话 也没有时间 不让你有空闲的时间 去打妄想 去砸新闲话 那叫做道场 现在我们道场没有了 所以你记住 见道场观察观察 那里面有没有 道 今天居士林这个道场 一天才讲两小时的经 从前是八小时 那达了多少折扣 不够标准 实在讲 够标准是最低限度 要打对折才勉强过的去 对折是一天要四小时 所以希望同修 如果真正有福报 这个福报也是累劫所修 你要觉悟 我建立一个道场 不管大小 一天讲经四小时 我们统统打对折 修持也是四小时 也就是早课两个小时念佛 晚课两个小时念佛 一天念四个终点的佛 听讲四个终点的经 一天这个道场有八小时 才勉勉强强可以说这是个道场 如果真这样做 跟诸位说 你是今天世界的第一家 一切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保佑 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已没有了 你是第一家 只有你一家 那诸佛菩萨不保佑你 保佑谁 居士林有一桩事情是全世界第一家公斋 什么人到这儿吃饭都不要钱 一天三餐 一年到头 世界第一家 走遍全世界找不到 有些道场也发这个心 但是七天 他在法会上七天 他不是天天工 不是一年到头的 所以这是世界第一家 如果他也能够再做到 这个道场每天念佛四个小时 讲经四个小时 那了不起 那新加坡是 佛国修佛要这个修法 每天讲经四个小时不容易 你请一个法师 身体受不了 可以聘请几位法师 住在这个地方轮流讲 每天两个人讲就可以 三个人讲也行 这真正修佛 懂得什么叫做道场 在这个道场里面 你出钱 出力 福不堂捐 那就真修佛了 如果有这么大的地方 这里面没有讲经 也没有人修行 有妙无道 古人也说 不能新教 这个对于佛教毫无利益 一点好处都没有 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留意 认真朝这个目标去设想 朝这个目标去做 大家就真正有福了 现在整个世界都动乱 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 明白这个道理 知其所以然 换句话说 动乱当中 我们这个地区不乱 能不能做到 能 大家修佛 这个地区就不会受到别的地方的干扰 大多数的人修佛能转供业 也要真修 真正肯牺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的享受 来建立一个如法的道场 正果不费香 修应亦不费香 修应一定在世香上修 亦广修福德 但不可取折耳 如果取香 折香 那就是有漏的福报 是三界有漏福报 不取香 不着香 这是无漏的功德 无漏的功德 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个地方要跟诸位提示一下 不着香好懂 什么叫不取香 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不取香就是不攀圆 譬如我刚才跟诸位提起的 大家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如法的道场 实实在在讲 建这么一个道场并不困难 我们有这个心 有这个愿 要不要到处化缘去求人 不要 你只有这个心 这个愿 自然就成就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随缘而不攀圆 我要想建这么一个道场 我能做得到 我在新加坡向你们化缘 我相信搞一个道场不难 我为什么不做 攀圆 这是违背佛陀的教会 我们不能做出这个样子给后人看 看 看 某法师他到处去化缘 我们不能做这个 做这个不如不做 因为影响力非常不好 如果有人找到我的话 我愿意做 那样好做 我不是攀圆的 我在台湾的道场 在美国的道场 跟现在澳洲的道场 我都没动念头说是要搞一个道场 他自然来了 要找我 那我只好去了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你们找我 我讲话就方便 你们大家会听 你不听 我就走路了 我绝不要你这个道场 我绝不留恋这个道场 我交给你的 你相信 肯听 我很欢喜 我住在这里 你不肯听 不欢喜 我马上就走 我自在 没有一丝毫牵挂 没有一丝毫留恋 你有牵挂 有留恋 西方极乐世界没分 那就真正可惜了 这个地方样样能舍 西方极乐世界才有分 所以要真正能舍 真正为佛 真正为众生 这是有智慧 有福德 十三 修福不修会 不能的无上菩提果 此劫文切戒莫做不修福的菩提之念 修会不修福 亦不能的无上菩提果 此劫文切戒莫做不修福的菩提之念 要了解佛为我们讲经说法的深意 修福不修会 这些人很多 不能的无上菩提果 他从来也不想的无上菩提果 刚才讲的心量小 只想的眼前的福报 佛菩萨保佑我生官发财 家里平安 他都求这个 他哪里求正果 他没求 可是有一些现在讲是少数 不是多数 修会不修福 以为这样子可以正果 这个观念错了 这一段经文里面是尊切戒 莫做不修福的菩提之念 没有这个道理 前面说过成佛 佛教二足尊 佛会圆满 有福没有会不能成佛 有会没有福也不能成佛 一定要两样都具足 两样都圆满 这才知道为什么菩萨从出发心一直到等觉都在修福 会在哪里修 修福不着香 就是修会 可见得福会双修 福会等修 平等的 会跟福没有分开 这香 那就没有会 那就修福不修会 不着香是福会双修 这个要知道 修会不修福 亦不能的无上菩提果 意思都显示出来了 前记忠明见性不应取香 此明见性亦非非相 何而观之 以将礼 性、事、修 以及性相非依、非意、行不、圆容 之因因果果 说得细密之至矣 在 《金刚经》 的经文里面 如果没有古得为我们详细的解说 像这些地方在经文当中 我们确实很难看出来 念经都马马虎虎混过去 不知道字字句句里含着这么深的意思在 我们把前面的记子 跟这个经文合起来看 显示经里面讲理是 理根性是一 理就是性 性就是理 是即是修 修即是是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个差别 所以才分开来讲 理浅 性就生了 是 是指的是香 无论真妄、邪证、善恶都是是 修 那就断恶修善 修离不开是 就在世上断恶修善 以及 性相非依 非义 这个意思深 却确实实说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的确是非义非义 非义是讲从现相上来说 如果我们讲体相用 相语作用千变万化 无量无边 非义 非义是讲它的性 讲它的理 它的性 它的理是一个 能限万法的 是真如本性 是一 能变一切万法的事实 不是别的 法相综讲为实 唯独实是真有 其他的都是假的 实能变 性能限 这是讲非义 行不 是次第 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谓是有规矩 有先后 有方法 有次第 虽然 虽然在这些次第当中 它里面还有圆绒 这就非常不可思议 次第里面有圆绒 圆绒里面有次第 为什么 次第里面不着想就圆绒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就圆绒了 如果在次第当中 有分别 有执着就不圆绒 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 视线的身相 视线的生活 工作 他的工作是讲经说法 他的这个身与他的报身 与他的法身 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 他那个身就是报身 就是法身 一级是三 三级是一 为什么 不执着 法身不执着 前面讲报身也不执着 硬化身也不执着 统统不执着 一级是三 三级是一 我们今天不行 分别 执着 坚固的执着 我们自信也有三身 为什么不能正的 就是把这个夜报之身 坚固执着了 所以自己自信的三身不能圆融 道理在此地 这是说明行部里面 如何能够得到圆融 圆融里面又现出次地 为了教化众生 使法界一切众生 应以什么深度 他就现什么深 那叫圆融里面现行部 行部里面不爱圆融 这叫的大自在 所以这因因果果说的非常的细密 非常详细 非常精密 十四 相与非相 福与非福 两边不着 为正观念也 若但取一边 即非正观正念 相与非相 福与非福 两边不着 为正观念也 在修观的时候要注意 观 诸位要记住 就是我们思想观念 我们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想法 看法 这叫观念 观念错了 完全看错了 完全想错了 这个我们要承认 有一些人死不承认 认为他自己看得很正确 想得很正确 比别人都高明 其实全想错了 全看错了 依什么标准来修正 一 金刚般若 诸位要知道 金刚般若 上的标准 是如来果地上的标准 绝对的标准 决定不错 这是真实的标准 佛法传到中国来 诸位应当能够想到 当年高森向印度以外传法 那是四面八方 到处都红传 并不是特别喜欢中国 不是的 为什么四面八方去传播 而在中国生根 在中国茁壮开花结果 反而胜过 超过了印度 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中国人能接受 中国人谦虚 古时候的中国人 现在的中国人不见得谦虚 古时候的中国人谦虚 都是受儒家的教育 到家的教育 都能够自卑而尊人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 大家一听很有道理 很欢喜就接受了 不是偏爱中国人 诸佛菩萨在这两千年当中 在中国印画式现的也特别多 其他的国家 地区里没见过 像我们熟知的 几乎佛门里 大家都知道的 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 再来的 阿弥陀佛的化身 永明炎寿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释迦牟尼佛在来的 傅大师是在家居是 弥勒菩萨的化身 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我们现在素弥勒 都素布袋和尚的香 最近的印光大师 是大师至菩萨的化身 佛菩萨在中国是现硬化太多太多了 许多身份没有露出来 我们不知道 这几个是身份暴露了 我们才晓得 暴露的少 没有暴露的多 这是我们中国人真正有福 我们中国列祖列宗基的德行 这是基功内德的感召 我们要晓得自己观念错误 然后才能接受 依照佛的经典来修正 错在哪里? 错在执着 错在分别 佛教给我们于一切法 对于佛法也不例外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是法 佛法 我们要不要用它? 要 我们生活在其中 我们用它 我们接触它 我天天也在做 就是不能执着 执着是凡夫 不执着是佛菩萨 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 我们吃饭 我们是凡夫执着 佛菩萨也吃饭 他不执着 他不执着 他跟法性相应 他不为自信 吃饭不为自信 吃饭是事符合中道 我们吃饭要挑减 这个好吃 那个不好吃 这个味道好 那个味道不好 分别 执着 我们搞这些 我们穿衣也执着 他穿衣不执着 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人家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是样样分别 样样执着 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 除此之外 没有不同的地方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 也就是这一桩事情 相与非相 福与非福 两边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都有用处 不能执着 两边不住 这才是佛菩萨的观念 佛知知见 若但取一边 即非正观正念 你执着一边错了 执着两边 当然就更错了 大多数的凡夫执着有 少数的凡夫执着空 执着有的在三界里面欲界 色界 在这两界轮回 执着空的就到无色界 只有 直空都出不了三界 脱不了轮回 这叫做凡夫 空有两边不执着 这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十五 三十二相不应取 可知聚足相亦不应取 聚足相不应灭 可知三十二相亦不应灭 分而说之者 但未便于显明非亦非亦之亦而 三十二相不应取 三十二相不应取 可知聚足相亦不应取 三十二相是佛的应身 聚足相是佛的抱身 我们明了 应身的相不能者 抱身的相当然也不能者 聚足相不应灭 可知三十二相亦不应灭 有一些人误会 一定要灭相才见性 错了 相怎么能灭得掉 相只有变化 决定没有消灭的 前面经文上说的 聚足相不能灭 不应灭 那三十二相当然也不应灭 这是告诉我们 宇宙人生所有一切现相 不要存一个我要把它灭掉这个念头 不需要 为什么 不妨碍 对我们修行正果不妨碍 对我们生活也不妨碍 对我们弘法力生还事不妨碍 既然一切都不妨碍 你要灭它干什么 分而说之者 但未便于显明非亦非亦之亦而 把取向灭相分开来讲 显示不依不依的道理 就是非亦非亦的真相 从相用上讲非亦 从理体上讲非亦 分开来看 分开来说 意思特别的明显 这是说明佛为什么要这个说法 十六 当之聚足相 是由福慧双修来 修福时不着相 便是会也 因此 乃能成聚足相 的无上菩提 我们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大家都会修了 怎么个修法 修福不着相 这里面就有会 前面在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我们就详细的报告过 无助就是不执着 是智慧 身心是修福 无助跟身心是一桩事情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福慧双修 理事圆融 世上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 真的穿衣吃饭 一天到晚点点滴滴 我们所作所为的 在这里面断恶修闪 什么是恶 自立的就是恶 立他的就是闪 无论做什么 都想到别人的利益 照顾别人 在家里面我照顾这一家人 这是修福 你一家好 一家上轨道 你是这个世界第一家庭 给别人做好样子 是一个家的典型 一个家的模范 这就是普度众生 这是善 只为一家人利益 连邻居都没有考虑到 这是恶 诸位要晓得 善跟恶不在世 世上没有 在心 一念自私的心就是恶 一念利益众生的心就是善 譬如我们刚才举例讲一个道场 你这一个道场 做的像样 如法 不仅是你的这一个道场 诸佛护念 隆天保佑 一切善神都保佑你 你要晓得 你这一个如法的道场 会叫整个世界所有道场 把你当做榜样 都要照你这个样子学 你这个影响力就太大太大了 这叫普度众生 所以学佛的人 我一个人要做一切人的好样子 好榜样 像佛一样 佛菩萨硬化在世间 就是给一切人做好榜样 佛菩萨是现居世身 他有一个家庭 他的家一定是每一个家庭的好榜样 佛菩萨是现一个商人 做个商主 华盐经 五十三参友 今天讲的企业家 公司型号的大老板 他做所有一切商界的榜样 所有一切商人的模范 那就是菩萨 诸佛菩萨是现在各行各业之中 目的是什么 就是给那一个行业做个好样子 做典型 这叫普度众生 绝不是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出家 不是这样的 甚至于菩萨是现在那个行业里面 从来也没有看到他拜过佛 没有看到他学过佛 他的的确却是佛菩萨 他只教化那个行业 他没有讲来教化佛教 你在世相上看不出 但是你仔细观察他的精神 做法 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相应 这是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去体会 然后才晓得自己怎么修法 相貌 这说的很明显 不会双修修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相貌好 都希望自己身体好 都希望自己青春永驻 能不能做到 能 怎样做到 符会双修 记住 会就是不着香 会就是清净心 服侍利益一切众生 没有大智慧不能修大福报 大福报是要大智慧的人 大智慧是他肯放下 没有大智慧放不下 放不下 他很有钱 很有地位 他前身多少是累积下来的果报 这么一回事情 他这一生糊涂 福报现前 想福想糊涂了 是这么一回事情 修福不着香就是修会 就是福会双修 这样能够成就具足像 你想的相好光明 决定能得到 你想的无上菩提 也一定可以得到 162 解显正义 虚菩提 如若做事念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说诸法断灭 莫做事念 何以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于法不说断灭像 一 此节正式说明上来标示切借一段经文之所以然 上句名 做事念 之所以然 何以故 下 说 莫做事念 之所以然 上段正义 至此方显 这一节经文 正式说明前面一颗 标示切借 意思 之所以然 上句名 做事念 之所以然 何以故 下 说 莫做事念 之所以然 前面一段的经意 到这个地方就更加明显 我们只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佛叫着虚菩提尊者 凡是叫着名字 下面都是重要的开示 叫名字提醒他特别注意 辱若做事念 若 是假设 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念头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这正是尊者在开经前面所说的话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发无上菩提心 发这个大心的人 说诸法断灭 当然 这是没有这回事 但是 这是假设的 前面讲 做事念 做什么念 就是做这个念头 说诸法断灭像 实在说有这个错误观念的人 不是没有 如果没有 佛何必说 真的有 实在讲现代这些科学家 他们发现的就近似断灭像 一切法不深 但是要晓得 一切法也不灭 它不深那就好像断灭 后头有不灭 是 香续香 就在香续香里面看错了 看到那个香变了 以为它断灭了 譬如摆在我们眼前的 我们看这个人死了 就以为断灭 其实它不是死了 它是一个转变 它变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 香会变不会灭 它变成另外一个香 我们就叫这个香死了 那个香生了 这个香灭了 我们就会产生这种错觉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不是正观 所以告诫它 莫做事念 你不能这个说法 何以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于法不说断灭像 发无上菩提是觉悟的人 他使证觉觉悟的人 哪里会把事实真相看错 怎么又会说错 他没看错 当然他就不会说错 说错了 是看错了 是真正误会了 意思到这里 愈来愈清楚 愈来愈明了 这一段的意思很长 也很深 很广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九十七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金零九七网党 请先开经本二三六面 一六二 解显正义 虚菩提 如若做事念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说诸法断灭 莫做事念 何以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于法不说断灭像 一 此节正式说明上来标示 切借一段经文 之所以然 上句名 做事念 之所以然 何以故 下 说 莫做事念 之所以然 上段正义 至此方显 此节正式说明上来标示 切借一段经文 之所以然 这一句是 总结前文 说明这一段的止去 上句名 做事念 之所以然 后半句是 何以故下 说莫做事念 之所以然 上段正义 至此方显 佛说经的一去 到此的显示明了了 为什么佛在前面说 做事念 又教我们 莫做事念 真正的意思在哪里 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 二 佛说此前灭香一段文 正是阐明前云 无法发菩提心之真实意 应前心领会 菩提心要不要发 佛在一切大成经论当中 都劝发菩提心 如果不发菩提心 就不是修学大成法 换句话说 大成法就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怎么能不发 为什么佛在本经又说无法发菩提心 这里面的意思很深 金刚般若是我们自信当中本具的智慧 自信清净 一法不利 如果有发菩提心 岂不是叫立了一法吗 有一个菩提心 心就不清净 这个意思 真的要很细心的去体会 法是真发 有没有菩提心 真心 本心原本就是个菩提心 但是诸位要晓得 菩提心之明也不可得 明是假明 绝非事实 假明有没有 有 决定无有自信 这些全是原生之法 本经上说的很清楚 既是原生之法 总不外当体即空 不可得 那是你真正的菩提心 佛为什么在此的说明无法发菩提心 佛说的是真话 最怕我们凡夫初学 听到佛说发菩提心 于是以为有一个菩提心可发 在佛说法当中 又生起了分别 执着 那就错了 那就决定不是菩提心 什么是真正菩提心 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统统放下 那个心就是真正菩提心 有一丝毫的妄想 分别执着 就不是菩提心 佛在 观无量寿佛经 中说菩提心之体是至成心 真成到了极处叫至成 什么叫成 古人说过 一念不生是未成 由此可知 心里有一念就不成 有念都是妄念 妄念统统放下 统统舍弃 这个心叫成心 成到极处叫至成心 这是我们自信真心的本体 有体必有用 有用必定有自受用 他受用 也就是我们常说 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 你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 对自己就是自受用 对别人叫他受用 佛告诉我们 对自己叫身心 身心 古得的解释叫好善好得 善跟得是什么 善得达到极处就是祭兆 善是清净心 得是平等心 无量受精 精提上清净 平等 绝 他受用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清净 平等的关怀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众生 就是这个意思 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 这是菩提心 菩提心虽然发了 可不能执着 为什么 执着就与信德相违背 佛教给我们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要发 发了决定不能够执着 所以佛才叫我们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这是说 浅灭香 一段经文的深意 也是说明无法发菩提心的真实意 真实意确实如此 但是千万不要误会 无法发菩提心 那我就不发了 那你又错了 又折了像 这是凡夫的大毛病 不试着有 就试着空 佛教给我们要开智慧 开智慧是空有两边不着 两边不着的方法要发菩提心 而不着香 就对了 三 凡说理到今深处 切须细辩 不然 事必差之毫离 谬之千里 走入邪道而不自知 危险之智 此学佛所以要开圆解 要清净善之事 为己悟也 凡说理到今深处 金刚经的后半部 却确实实说理达到今深之处 切须细辩 很仔细的去辨别 去体会 不然 事必差之毫离 谬之千里 走入邪道而不自知 危险之智 这是 班若经 自古以来难讲的地方 我们在古人著书里面看到 唐诵以来 很多的法师大德们不愿意讲这部经典 原因是什么 怕大家听了这部经 曲解了一丝 把意思解错了 会错了意 那个麻烦就大了 这个地方真的是差之毫离 失之千里 此学佛所以要开圆解 要清净善之事 为己悟也 我们如果稍稍留意 只要稍稍留意 观察我们常常往来的一些同学 你会发现确实有人以为自己修得很不错了 其实他是全盘错了 自以为学得不错 自己很得意 一遇到挫折 一遇到丈难 他就退去了 原因在哪里 没有能开圆解 没有能解如来真实意 是把佛的真实意错解了 清净善之事也不容易 佛法的修学要靠缘分 缘分不是偶然的 多生多结的善根 福德才能够感的缘分 缘成熟了 遇到了 如果善根 福德不足 或者两者当中有一样不足 或是善根不足 或是福德不足 都容易曲解精益 虽遇到善之事 也很难得到真实的利益 由此可知 这个事情哪里能勉强 勉强不得的 古人说 师资道合 学生遇到好老师 好老师遇到好学生 可遇不可求 遇就是善根 福德 因缘的成就 不是勉强的来的 往往我们见到一位好老师 真善之事 他在一生教学当中 跟他的学生绝对不止一个人 两个人 有途众多到成千成万的 可是这千万学生当中 有几个真正的利益 可能只有一 两个 可能完全没有 而后才体会到 可遇不可求 这句话的深意 真正善之事 跟真正好学生 从什么地方能见到 从师身受受的态度当中 可以见到 做老师的 以真诚心传授 没有丝毫隐瞒 绝无令法 这是老师和盘脱出 而做学生的百分之百的顺从老师 老师和盘脱出 学生也和盘接受 全部接受过来 决定没有在里面挑选 决定没有怀疑 诸位想想看 这样的老师 学生哪里去找 所以说非常的难得 正因为难 佛菩萨不出事 为什么 不出事是他的慈悲 因为出事 众生造罪业 众生不能接受佛法 那就毁谤佛法 毁谤佛法罪业就中了 所以佛菩萨不出事 不让你有机会造这个罪业 这叫大慈大悲 所以佛出现于世间 不出事于世间 皆是大慈大悲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如果自己发心真想学 怎么办 我在此的提供给诸位 唯一的办法是身陪善根 佛门常讲修福修会 修会就身陪善根 修福是广结法源 我们从这里下手 只要用的是真心 只要有这个诚意 培养善根不是做不到 可以做得到 也可以在五年十年当中 将我们的善根培养到一个相当的程度 一定要认真做 而后才能感应到焦 至于像经文讲到今生之处 很难体会 要用什么方法 至成恭敬的去读诵 等到你心地清净 金刚经上所讲的 信心清净 则生十香 我不信 我就不会去读 我不会去诵 我当然信他 用读诵的方法 或者用听经的方法 一样 现在听经可以用录音带 可以用CD 一遍一遍反复的去听 听多了 心定下来了 把妄想 分别 执着都放下了 都舍离了 恢复到心的平静 恢复到心平等 清静 这个时候就生十香 生十相就生智慧 心生智慧 今生之理 你自然就能体会 不但能体会 一定能够圆解 圆解两个字非常重要 能圆解 你一定能够圆圆满满 活活泼泼的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叫做受持 受持是真正把精益都做到了 都变成生活行持 不会有一点点差错 将居士的注解里面 清静善之事 非常重要 四 发无上菩提者 当深度身是本分应尽之则 虽尽也等于未尽之心 启示说断灭诸法乎 又说若菩萨做誓言 我应灭度无量众生 则不明菩萨者 亦是说不可存亦 我能尽责之心 启示说断灭诸法乎 发无上菩提者 当深度身是本分应尽之则 发菩提心最重要的就是要发这个心 度化众生是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 应该尽的责任 正如同父母培养儿女 你要养育他 你要教导他 这是你应尽的责任 是你本分的责任 所谓天职 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他真的觉悟了 他觉悟什么 尽虚空 辩法界是一个自己 如果没有这种觉悟 度众生一定不平等 一定不清净 我为什么要度他 为什么要帮助他 一大堆的问题 不知道宇宙人生是一体 真正觉悟的人他知道 诸佛菩萨 他们却确实实是把度尽一切众生 认为是自己的天职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虽净也等于未净之心 虽然是净了心 净了力 还是等于没净心 没净力 为什么 云云众生这么多 你虽然是全心全力想帮他的忙 他现在还是不听话 还是不能接受 当然大乘法里 我们自己尽心尽力就是圆满 所以圆满不在乡上讲 是在你发心上讲 发心圆满 功德就圆满 这是不论是乡 戒律里面说 大乘论心不论是 小乘论是不论心 发意圆成 就圆满功德 这是冷言经上讲的 可是心上圆满 世上真的还是没有圆满 因此圆满的念头不能有 这是说虽净也等于未净 其是说断灭诸法乎 诸佛菩萨他们表现在外面的态度 永远是那么样的谦虚 永远是那么样的诚恳 这就是心形上圆满 世相上未尽 依旧要继续不断努力去做 虽做亦若无其事 亦无分别 执着 这就是两边不住 这就对了 佛在这部经上 前后所说都是教我们明白这个意思 要认真努力去做 做了又若无其事 心里面不沾丝毫的痕迹 又说若菩萨做誓言 我应灭度无量众生 则不明菩萨者 亦是说不可存亦 我能尽责之心 其是说断灭诸法乎 这个理生要细细体会 菩萨要不要发这个心 要 诸佛如来常常劝勉我们发这个心 但是发心怕着香 你依着香 你是不是菩萨 是的 什么菩萨 全教菩萨 全是全巧方便 简别你不是真正的菩萨 为什么 四香没断 我应灭度无量众生 是我香 我是能度 众生是为我所度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香 四香具足 则非菩萨 真菩萨是离四相 离四见 离四相 离四见的菩萨是什么地位 原教出著 别教出的 华严经 上所讲的法身大事 金刚经 上师尊 讲菩萨的标准是法身大事 你虽是菩萨 不是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要离乡 不能存着 我能度 众生为我所度 不能有这个分别 执着 有这个分别 执着就错了 是天天要干 心里面清清静静 一尘不染 一个妄念都不深 那就是真正的菩萨 五 佛的菩提无少法可得 是说虽得而不存有所得 亦非断灭诸法也 这是回顾前面重要经文的开示 说明菩萨不说断灭相 诸佛如来也不说断灭相 佛有没有的无上正等正觉 佛有的 虽得 绝对不会心里面 我正无上正等正觉 我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果有这个念头 他折了我乡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是法乡 换句话说 我执 法执都在 我法二执未破是凡夫 不是菩萨 他哪里能成佛 法身大是我法二执已经舍掉了 舍是舍心里面的妄想 分别执着 不是舍是 是要照做 是不能舍 为一切众生种种视线 种种说法 从来没有间断过 无少法可得是心里面 心清净没有丝毫的执着 世上从来没有见断过 不疲不厌 这是圣身之理 要细心去体会 这才能觉悟 六 正法身 得菩提 必须福慧双修 乃能卑至聚足固也 欲正平等法身 诸法 必须尽些狂心 一念不深 而后可耳 正法身 得菩提 必须福慧双修 乃能卑至聚足固也 前面这两句 是我们所有学佛人 念念希求的目标 正法身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两句的意思 就是世俗里常讲的 成佛正果 正无上菩提果 佛教导我们也是 以此为最高的目标 要怎样才能够正法身 得菩提 不要忘记 必须福慧双修 要修福 要修慧 福世世上修 落实在世相当中 佛魏菩萨说的六波罗蜜 不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这五条世世 每天在修学 时时刻刻在修学 从无间断 修学的方法 前面说的很多很多 要记住 般若是慧 般若怎么修法 虽然是一天到晚 一年到头 永无间断地在修 心里面若无其事 那就是般若 跟佛菩萨一样 无有少法可得 虽尽心尽力等于未尽心力 要让你的心清净 平等 这世慧 菩萨六大修学的纲领 在我们生活当中 一分钟 一秒钟都不能离开 要懂得一修一切修 穿衣也是六波罗蜜 吃饭也是六波罗蜜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尽是六波罗蜜 你这才叫福慧双修 你才能够悲至修足 悲至修足是应用在生活上 度化众生 普度众生 这个动力就是大慈悲心 一切善巧方便是智慧 没有善巧方便度不了众生 没有慈悲力量推动 你也不愿意度众生 一定要悲至修足 欲正平等法身 诸法如意 这是达到最高的境界 在修学上 这是真实的果报 这一个境界最低层的 就是圆教初驻菩萨 我们常讲的破异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正的一分法身 就见得一分诸法如意 本经里面所说的 非亦非亦 无时无虚 这个境界你能够契入一分 这是法身大事 怎样才能够入这个境界 必须尽些狂心 一念不深 而后可耳 这是难处 尽些狂心是 冷言经 尚所说的 狂心是妄想 一念不深 必须把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也就是说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平等法身 诸法如意 才能够现前 你才能够契入少分 如果妄想 分别 执着还在 还是那么多 甚至于一天比一天增长 那个没有用处 这个事情难 真难 不少人以为佛法自己修学的很不错了 以为自己妄想 分别 执着都没有了 可是在他的心念 言谈 举止当中 我们看得出来 妄想 分别 执着十足的存在 没有减少几分 哪里弹得上功夫 诸位必须晓得 或者也说 他理懂得了 他放不下 你们觉得这个话说的对吗 有些人点头不错 很对 其实完全错了 正是因为理没通 所以他放不下 理是看破 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 没能放下 换句话说 根本就没有看破 那些道理 不过是在佛经 古来祖师大德口里 所谓是道听途说而已 自己没有丝毫的领悟 他如果有领悟 哪有放不下的道理 他领悟一分决定放下一分 领悟二分决定放下二分 放不下是没入境界 这一点要清楚 这一点要清楚 要明了 才不至于自欺欺人 欺人还罢了 自欺亏吃大了 自己欺骗自己 完全不知道 这一桩事情 金刚经 的确帮我们很大的忙 这不经要常常读诵 常常去体会 真的帮助你看破 帮助你放下 也就是帮助你过诸佛菩萨的生活 7 度尽众生而不着相 非说一身不度 而未断灭相 行不失时 不应助相 并非不行不失 而成断灭相 度尽众生而不着相 非说一身不度 而未断灭相 这是再次为我们提示 度众生不着相 不是说一个众生都不度 那就错了 一个众生都不度 你就这了非法相 你这了空相 还是这相 度众生是不着空 不着相是不着有 空有两边不着 这才是正义 怎么可以说一个众生都不度 没这个道理 那是完全错了 那就是经上讲的断灭相 明白这个道理 就要能够举一反三 文艺之实 行不失时 不应助相 并非不行不失 而成断灭相 再举一个例子 不失在哪里行 就在生活当中行 在工作当中行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 我们的生活为一切众生 这就是不失 我们无论从事于某一种行业 都是为了服务社会大众 那就是不失 我每天想这些事情 一夜不失 我每天做这桩事情 深夜不失 我宣导这些事情 讲解说明这些事情 口夜不失 深与一三夜都在修不失 不失不着不失相较 三轮体空 你明白这个道理 持戒不着持戒相 忍辱不着忍辱相 精进不着精进相 那就是波罗蜜 那就是两边不住 那就是金刚经 上所说的 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由此可知 这些原理原则 修学刚领 却确实实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使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大圆满 使我们在工作里面的大自在 这是你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 无量寿经 上所说的 会以众生真实之力 这一点都不假 八 应如是降伏者 是执着与断灭 两边皆要降伏 不是降伏一边 降伏一边 还有那一边怎么办 所以它是全面的 它不是局部的 它是圆满的 它不是欠缺的 应如是降伏 前半部跟后半部都说到 所有一切执着要降伏 所有一切断灭的念头也要降伏 执着是妄想 断灭的念头也是妄想 所以在此的 我们做一个复习 想想前面佛给我们重要的教会 这些经文句子 九 但应如所交住 即是两边降伏 两边不住 如是一无所住 自能得所应住 亦即是如所交住 若心有住 则为非住也 但应如所交住 佛虽然是给虚菩提说的 虚菩提是我们的代表 为虚菩提说的 就是为我们自己说的 为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我们今天实际上所用的方法 巧妙到极处了 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福慧双修 就是卑至俱足 如何修学法 生活里工作当中 处世待人接物 事情照做 认真努力做 心里面不离这一句阿弥陀佛 心里面就是想着阿弥陀佛 就是念着阿弥陀佛 跟金刚经 讲的原理原则统统相应 而实际那个效果 比金刚经 讲的更要舒胜 为什么? 金刚经 上这个方法叫你 两边不着 要真正达到它的标准 你才能开悟 才能见性 你的功夫不到 你开不了悟 你见不了性 要达到金刚经的标准 上上成功夫 禅宗六祖会能大师 所接引的对象是上上根人 上根还不行 上上根人 中下根没分 这个没分就是你可以修 你开不了物 你得不到真实利益 解决不了六道生死的问题 可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个利益殊胜无比 功夫不到家也行 他能够待业往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比修班若的明星见性 见性成佛还要殊胜 为什么? 依照班若来修的见性成佛 也不过是原教初驻以上的菩萨而已 净宗法门所说的 阿弥陀佛在四十八院里面所讲的 这是我们净宗第一依据 四十八院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凡是深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不论品位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皆做阿维悦至菩萨 这还得了 阿维悦至菩萨 一般大臣今世尊常说的是七的以上 我们学佛的同修大家都知道 古代有一位龙树菩萨了不起 龙树菩萨在中国 中国大臣八个宗派 八宗共祖 他是八个宗的祖师 哪一个宗里面祖师都有龙树菩萨 八大宗的共祖 那还得了 他是什么地位 初的菩萨 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七的菩萨 比龙树菩萨高多了 他是初的 初的到七的 他还要修一个阿森指节才能到七的 你 你就晓得净土的殊胜不可思议 净土法门真正是男性之法 我们念佛人是不是就比龙树高了 不行 比不赏他 为什么 因为他老人家往生了 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 他一往生 那个品位就高了 本来就是初的 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品位提升就太快了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晓得的 映如所教著 应该就像佛教导我们的去住 实在讲 佛教导我们就是要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上 安住在西方极乐世界上 即是两边降伏 两边不住 怎么念佛人是两边不住 两边是空有两边 娑婆世界完全放下 再不挂在心上 不住有 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一念 不住空 岂不是空有两边都不住 决定往生不退成佛 这符合金刚般若的原理原则 念佛法门与金刚般若很相应 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如是一无所住 自能得所应住 一极是如所交住 若心有住 则未非住也 这个心必须要两边不住 要若无其事 但是这个修行方法是真难 所以为什么要上上根人才行 中下根人不容易做到 用念佛这个方法 就大大的不相同 念佛说老实话 你心住在其他法上 那就错了 住在阿弥陀佛上 就正确了 这个地方叫若心有住 我们住在阿弥陀佛上 住在西方极乐世界上 那是不是也是 则未非住 不是的 那什么原因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法信徒 弥陀佛名号是我们自信的德号 所以一念弥陀名号 一念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这是把心安住在自信上 为心净土 自信弥陀 这个对 这个没有错误 所以古德讲进宗念佛 按何道庙 表面上看到好像不符合 底下符合 按中符合 从有念念到无念 从者相念到离乡 按何道庙 因此这个法门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 上中下三根仆辈 力顿全收 净宗不可思议 所以十方三是一切诸佛赞叹 一切诸佛劝导我们 我们离开这个法门 想在一生当中成就 实在说不可能的事 十 此今有无边功德 而能信心不逆者 便为何丹如来 增幅灭罪 当的菩提 而此一甚深 必须深解 此今有无边功德 我们在此的念这一句 我相信同修们从开经一直到此的 听讲没有中断的人 你们会点头 能肯定 金刚经的的确 却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因为它是整个佛法精华之所在 精髓之所在 是整个佛法修学理论的中心 原理原则都在此今 而能信心不逆者 便为何丹如来 增幅灭罪 当的菩提 这里面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 信心不逆 四个字 如果真正做到这四个字 念佛往生决定是什么 尚上品往生 信心不逆 真的明了通达 肯定了 非照这个理论修不可 这才叫信心不逆 决定不能违背 一定要照办 这才叫信心不逆 信心不逆的成就 这底下三句 第一个 何丹如来 何丹如来 是叙佛会命 弘法立身 这样子说来 我们是不是要去讲经说法 诸位要晓得 讲经说法是叙佛会命 弘法立身的一种手段 手段方法多 无量无边 这是其中的一种 我不用这一种也可以 用其他的方式也行 其他什么方式 在我生活当中 在我工作当中 在我处世代人 接物当中 我做出来给大家看 本经开端 是迦牟尼佛每天都到舍位大臣去起食 这依托波 那是金刚般若波罗蜜 那是叙佛会命 弘法立身 生活当中做到了 我们要懂这个意思 这也是在这部经上实时提醒痛修的 我们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诸佛菩萨是给我们众生做样子 做好样子的 我们学佛就是学这些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言行 能不能为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模范 这是真正的叙佛会命 弘法立身 我们的家庭是所有一切家庭的好榜样 让别的家庭赞叹你 向你学习 你在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好榜样 你的事业是一切事业的好榜样 这是一个授持 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学者 经上常讲 授持 读诵 为人演说 演示表演 说就是讲经说法 演示要在生活里面做到 表演给别人看 释迦牟尼佛入舍位大臣 这一持播 那是演 须菩提一问 佛就说 前面是演 后头是说 不是单说没有演 他真做出来给我们看 佛做的是什么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 应模锁住 而身其心 心地清静 平等 慈悲 这是无助显示出来的 身心 每天工作照做 做得很认真 穿衣 衣服 穿得整整齐齐的 脱波 波拿在手上规规矩矩的 叫人看到 声恭敬心 有言有说 这样才能够喝丹如来 增福灭罪 那是当然之理 依照这个经典去修学 你在这里修福 赔福 福越赔越多 罪障 愈来愈少 这是罪灭的现象 当的菩提 那是后来的果报 现前的果报 你所得的好处 就是增福灭罪 将来的的好处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前面讲的正果 正法身 的菩提 而此一圣身 必须生解 这个意思 就是佛所教的 应如所教住 今有无边功德 这个意思生了 你不能生解怎么行 唯有生解 你才真正能够 生起信心不逆 然后你才真正能够 做到续佛会命 弘法立身 十一 若依旧尽了一说 法 报 应三身 皆是非常非断 此经约如来 指法身说 巨族相 指报身 三十二相 指应身 三身 三身并说 以名不应取相 不应灭相 因其非常 故不应取 因其非断 故不应灭 若依旧尽了一说 法 报 应三身 皆是非常非断 这是真正说实话 法身 报身 应身 如来在果地上 正得三身 三身都是 非常非断 常跟断都说不上 假如我们套六组会能的话 这个意思比较容易体会 能大师那个例子 我们可以说常断是二法 佛法是不二法 非常非断就是不二法 那就是佛法 如果说有长有断 我们懂得那是佛的方便说 是对于初学的人而说的 为什么 初学的人没有见到事实真相 无始劫以来生活在妄想 分别 执着之中 他这个习气很深 牢不可破 如果佛说真的 他不能接受 他也不会相信 所以佛必须顺着他的习气 慢慢的来纠正 来诱导 因此佛说法有方便说 有真实说 不是佛不说真实话 说真实话 你接受不了 所以佛说方便法 法身不身不灭 报身有身无灭 应身有身有灭 我们听起来可以接受 佛讲的不错 我们看到是这样的 如果说法身 报身 印化身都是不身不灭 那我们听起来就迷惑了 我们不能相信 其实怎么样 法 报 印三身统统是不身不灭 这是给你讲真话 不但佛的法报印三 身不身不灭 我们现前这个身也不身不灭 越说你越莫名其妙 这是讲真话 我们的身也是不身不灭 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不身不灭 到什么时候 你会点头同意 肯定 当你正到无身法忍 你就点头 无身法忍是一切法无身 无身就无灭 就是一切法不身不灭 你看到了 看到这个事实真相 忍是认可的意思 佛讲这个话我同意 我赞成 忍是同意的意思 认可的意思 肯定的意思 对于佛所讲的一切法 不身不灭 肯定 这个境界在大乘经上 佛说是七的菩萨 七的菩萨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身不灭 所以正无身忍 人王经 上说的 七的菩萨正下品无身法忍 八的正中品无身法忍 九的正上品无身法忍 无身法忍三个位次 我们念佛人回向 花开见佛物无身 花开见佛物无身 是什么地位 最低限度是原教七的菩萨的地位 七地 八地 九地无身法忍 花开见佛物无身 这个品位高 此经约如来 指法身说 聚足乡 指报身 三十二相 指应身 三十二相 这个我们在 金刚经 上看到多次了 此的非常明显的为我们表示出来 三身 凡是讲如来 都是指法身 都是指自信 从自信这方面说的 凡是讲具足相 身有无量相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这叫具足相 是报身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这是硬化身 硬身 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 就是这种硬身 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三身并说 以明不应取相 不应灭相 为什么不应取相 不应灭相 因为相非常 所以不应取 为什么相非常 这个事实真相 佛不是没说 佛说了 我们很不容易体会 佛跟我们讲 刹那九百身 灭叶因果报的相续相 这就是把非常说出来了 也显示出不生不灭 佛这种说法 实在讲还是不得已的一种方便说 真实说 不只刹那九百身灭 这个刹那当中 九万 九十万 九百万 九千万 九万万分之一都不止 但是这样说法 我们听了反而迷惑 所以佛以方便法靠近 这个说法接近事实真相 越说越接近 这叫善巧方便 这是为什么不应取相 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 为什么不应灭相 因为它确确实实现相 相不会灭的 相只有会变 相会变 相不会灭 相既然不灭 相是体之相 性体不灭 性腺的相怎么会灭 当然不会灭的 所以你就不应执着 或者说断灭相 不会断灭的 你说断灭相 你看错了 你也说错了 不是事实 因其非常 故不应取 因其非断 故不应灭 这个意思已经说出来了 诸位 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这个问题虽然讲了这么多 你若不能把它应用在生活上提起 关照 你很难得受用 许许多多的学佛人 读经 听经 好像很明白 读完了 听完了 他又迷了 老毛病 老习气 又犯了 原因在哪里 关照功夫提不起来 譬如我们刚才讲的 你真正提得起来 无论对人 对事 对物 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有一切现相 就用佛的话来说 刹那九百叶因果报的生灭相续 你能够念念不忘 用佛之佛见来看人 看事 看物 你还会不会执着 当然不执着了 你自然就放下了 为什么放下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你怎么会不放下 贪 甜 吃 慢 一桶桶断掉了 世间人为什么妄想那么多 忧虑那么多 得失念头那么重 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一无所知 以为这一切法是真的 以为真的能得到 殊不知一场空 全是假的 没有一法是真实的 一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一切法皆假 因果不假 因为因果不空 不假 所以佛教给我们而生其心 因果为什么不空 不假 因果能变 能变现相 才能改变 善因就把现相改善了 改成善果 恶因就把这现相改成恶报 善恶果报 从哪里来的 从身心 所以你要懂的身心 善心就是善的念头 一定有善果 恶的念头一定有恶报 六道轮回怎么来的 六道轮回就是我们善念 恶念变现出来的 善念多就变三善道的境界 恶念多就变三恶道的境界 所以要晓得因果不空 诸位一定要懂的这个道理 要明了事实真相 不要听了 金刚经 上什么都空 因果也没有了 那就不得了 那你造作罪业必堕三图 就是前面讲的 差之毫厘 谬知千里 走入邪道而不自知 佛不害你 金也不害你 是你自己把意思搞错了 会错了意思 这就不得了 十二 金指明明是显三生 非常非断知义 非常非断知义明 非亦非亦之义因而更明 然后见圆而之正也 金指 这是本经的宗旨 明明是显三生非常非断之义 说明这个道理 说明三生非常非断 换句话说 万法非常非断 再万法就讲的太笼统了 举一个例子 举如来果地上的三生 其余的就可想而知 就不必麻烦了 非常非断知义明 这个道理清楚了 真的明了了 非亦非亦之义因而更明 非亦非亦是本经里面重要的义理 我们在前面也用了很长的时间 为大家说明 这个道理确确实实难懂 如果你把 非常非断 的意思搞除清 非亦非亦 就好懂 就会更清楚 非亦非亦 涵盖了一切法 一切法从相上讲 非亦 不是一个千差万别 若从性上讲 没有差别 就是非亦 亦是两样 没有两样 体性是一个 相撞千差万别 体性非断 现相非长 它会变化 长就不变 非常 诸位想想 非常非断 非亦非亦 意思是一个不是两个 在跟你说非生非灭 还是一个意思 实在讲般若说理 说事都非常精深 不仅是理精深 是相也说的精深 现代科学 确实给我们帮了很多的忙 我们借重现在科学 融会在精益之中 使精深为妙的一礼 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几分 这不能不感谢近代的科学 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联想到古人 古人 古人怎么能信 怎么能领会 怎么能正的 我们不能不佩服 我们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 然后见原而知正也 你不懂这些精深为妙的义去 你的见解不原 你的知见不正 见解不原 知见不正 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理苦得了 何以故 原见正知才能够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之后 才能够理苦得了 所以修行一定要先开智慧 先解后行 要原解 大开原解之后 然后原修原正 华言 四科 我们 金刚经 这个本字也是四科 性 解 行 正 解在行之先 一定要先开原见 先开正之 而后你修行就一帆风顺 没有障碍 十三 定会曰修功 记照曰姓句 必须黎明绝香 依本记以修定 依本照以修会 定会修功 圆满君等 便能记照同时 便是正得法身 报应二身 即负显现 性虽随缘献香 而人超然不着 是言法而不着 本来不着 定会曰修功 我们讲戒 定会三学 这都是就修行功夫上来说的 功夫有浅身之别 记照曰姓句 记照是自己本性当中本来具足的 记是什么 记是姓定 人言经 上所讲的 守人言大定 那不是修来的 是自信本定 自信本定 在大乘法里也叫记 照是什么 照是自信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 也不是修来的 记照都是姓德 记是姓定 自信本定 照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 摩索不知 摩索不能 这是记照的意思 记而常照 照而常记 什么人有 见了信的人就有了 金刚经 尚所说的诸佛如来 如来就是见信了 诸佛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原教出驻菩萨破一品无名 见一分真信 他就有记照 就记而常照 照而常记 他就有了 所以原初驻菩萨就是诸佛如来 我们现在没见信 要怎样才能见信 要修定 要修会 这是论修行功夫 我们的定会怎么各修法 必须黎明觉香 一本记以修定 一本照以修会 这个标准高 说起来还勉强 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这种修法 就是大臣常说的 史诀 和本诀 修定修会是史诀 本记本照是本诀 史诀和本 是本不二 那叫究竟诀 这个话 我会说 这个话我会说 我很熟 但是做不到 做不到 这个话就是一句空话 没意义 可是我们自己要晓得 和人言 上针的是为我们 透出这个消息 本记本照在哪里 佛在人言会上说 就在我们六根门头 放光动的 不在别的地方 就在六根门头 六根门头是眼 耳鼻舌身 意就在这里 怎么各修法 交光大师所讲的 跟这个地方所讲的 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话是不一样的 交光法师讲的 舍识用根 根词的讲的 依本记以修定 依本照以修会 意思完全相同 六根本定 六根本照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不必讲六样 讲一样其他的 都可以以此类推 我们以眼见 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境界 这个境界在佛法讲色相 眼睛看外面的色相 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 照得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是会 是本照 虽然照 这里面确实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那是定 本记 眼如是 耳 鼻 蛇 身样样都如是 我们在见的时候 他会打妄想 会起心动念 这个很好看 多看几眼 那个不好看 不想再看他了 这事定也没有了 会也没有了 你心动 你在这个境界上 起了分别 执着 起了好恶 起了贪 甜 吃 你就错了 如何保持见色纹身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那就是这两句话 一本记修订 一本照修会 焦光大师在 《冷言经》 注解里面 教给我们用的这个方法 他没叫错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法子用得上 见色纹身还是会起心动念 还是会分别 执着 那就没法子 方法不是不好 理论没错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自己无始劫来 习气太深 业障太重 这个方法没有办法 改不过来 正是因为改不过来 佛才教给我们念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做得到 但是也要警觉心很高 如果警觉心不高 阿弥陀佛忘掉了 那就没有法子了 功夫怎么用 当我们见色纹身 心里面如果起了妄想 起了分别执着 赶快阿弥陀佛 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那些妄想 分别执着压下去 降伏其心 用什么降伏 用阿弥陀佛降伏其心 用这个方法 这样的人会念佛 他真会念佛 有人一天到晚 拿着念诸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念相续 没错 但是念念之中都把妄想 分别执着压下去 这个念佛叫功夫 有功夫 如果一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面还在打妄想 那什么都完了 那只是样子而已 古人讲的你一天念十万声 喊破喉咙也枉然 没用处 功夫得利不得利 就是你这一句 阿弥陀佛 能不能把所有一切的妄想 分别执着统统扶住 降伏其心 我们用这种方法 比般若的方法好 这个方法 业障深重 习气深重型 还能用得上 般若里面 你用本记 本照 你的业障习气重 完全用不上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好 你真肯用 当然开始有困难 开始想压压不住 只要你真肯压 真肯干 旧的诸佛护念 旧的诸菩萨来帮助你 所谓是三宝加持 慢慢会叫你功夫得利 能叫你服得住 扶住之后 你就能够的功夫成片 一心不乱 定会修功 圆满君等 便能祭照同时 便是正德法身 这是讲正果 要定会功夫相等 这个很重要 功夫不等 偏重再会 偏重再定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虽然也能得一些利益 的一点好处 不能见性 这就是为什么全教菩萨 全教菩萨在原教里面是实性位 没道初注 在别教里面是三贤位 别教的实注 实行 实回向都没见性 出的才见性 为什么有这些差别 就是他定会不等 有的修行人偏重在定 有的修行人偏重在会 定会不能够均等 所以他不能见性 一定要圆满均等 既照同时 既中有照 照中有记是自然的 没一丝毫一死在里面 这个时候就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正得法身了 报应二身 即负显现 正得法身 报身一定现前 报身是自受用身 你自受用身就变成报身 应身 化身也现前 应身 化身是与十方世界一切众身感应道交 这前面说过 自己并没有一死在 如果有一死在那就错了 自己没有一死在 众身有感 佛菩萨自自然然有应 应以什么身的度 就现什么身 应以什么身的度 不是菩萨说 我应该以什么身 没有这个念头 应以什么身是众身的意念 众身那一点微弱的意念 可能他自己都不晓得 因为菩萨的心很清静 因此这个感应对他来讲很灵敏 我们这个念头非常的微弱 像那个电波一样 很微弱的电波 但是他那个心感应非常灵敏 再微弱的 他都能够接收得到 微弱的波 甚至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有的时候 佛菩萨 我没有想你 你怎么来了 其实你已经动了念头 你不晓得 就是你那个波很弱 能够感应它来 性虽随缘现香 而人超然不着 虽然现香 虽然说法 它还是若无其事 还是如如不动 就像金刚经 末后所说的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誓言法而不着 本来不着 确实有这个意思 法而 是自然的意思 自自然然不着 清静心中却确实实不着 本来不着 由此可知 我们讲 这也是一个虚妄的执着 不是真的 是妄想 真心本性里面没有妄想 哪来的这不着 这个意思 越讲越深 越讲越细 一定要细心体会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般若言习报告 第九十八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九月八 请先开 经本第二百三十八面 十四 诸佛与大菩萨 魏力众生 恒献报生及印化等生生灭之香 而不住者法生 就其有常住法生而不住言 故曰法生非常 不住涅槃 虽不住 因其常在大定之中 故所献香 尽管生灭赤然 而法生常住自若 所谓过一切香 不着于香者 时有于此 故佑曰法生非断 不住生死 此事定会修功圆满境界 这一段的开示也非常之好 在学佛同修来说 这也是重要的佛学常识 为什么大乘法里面常说 法生非常非断 这是依什么说的 这里为我们讲清楚了 诸佛与大菩萨 这个地方是通止原教初住以上的果位 一直到究竟佛果 都包括在这一句当中 诸佛菩萨正果之后 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度众生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帮助众生了生死脱轮回 原正无上菩提 这是菩萨的事业 为这衣装事业 诸佛菩萨在虚空法界 无量无边的沙土随处现身 所现之身 有抱身 有硬化身 视线抱身的 譬如我们讲的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为利益众生 视线净土 视线的抱身 而实在说 阿弥陀佛也是九远节就成佛了 决定不是法藏比丘修行五节就成佛的 诸位晓得那是视线的 正如同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 北印度加皮罗为国视线的应身相同 他也决定不是在菩提树下夜度明星而正无上菩提的 九远节早就成佛 所以是视线的 世尊为我们视线的是应身 弥陀为我们视线的是抱身 这是不相同的所在 这种不相同是不是佛的意思 给诸位说 不是的 是基感相应的 众生有感佛则有应 就连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 也是实法界一切众生有感 阿弥陀佛有应 应化身有身有灭 佛所视线的抱身是有身无灭 唯独法身不身不灭 法身没有身灭 佛不住法身 这里关键的意思在此地 他正得法身 尤其是究竟佛果 他正得的是圆满的法身 虽然正得圆满法身 他不住 我们要体会这一点意思 他为什么不住 那叫大慈大悲 就其有常住法身而不住 所以说法身非常 法身非常的意思 跟不住涅槃的意思完全相同 因为他不住 所以随类现身 十方印化 虽不住 因其常在大定之中 这是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读到的 那家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不但抱身常在定中 即使佛的印化身也是常在定中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这个意思前面都曾经细说过 以佛说法而言 世尊在这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 佛说法不但是无有定法可说 佛实在是无法可说 所谓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为什么说他无说 常在定中 就是世线的印化身 也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 所谓是六根对六成的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在大定之中 这就是涅槃的意思 就是法身的意思 故所现相 尽管身灭赤然 像是加穆尼佛所示现的印身 住是八十年 是尊是八十岁入灭的 为大众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这是 身灭赤然 我们凡夫看到这个现象 而法身常住 法身是理体 抱身 印身是从体启用 从体上讲清静即灭相 所谓过一切相 过世超过 不着于相者 实由于此 佛在这不经上 教给我们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 这个纲领 原则通一切法门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这就是 无助身心 这是教给我们 为什么要不住于相 顾佑约法身非断 非断是不住身死 总而言之 这一段理念要紧的就是 不住涅槃 不住身死 不住涅槃就是献身 献种种身 说种种法 利益一切众身 不住身死就是 永远在大定之中 从来没有其心动念过 这就是不住身死 这就显示法身非断 这也是我们修学的大总持法门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 因为佛菩萨不住涅槃 不住空 涅槃是性体 性体空计 不住空而现相 虽现相而不住有 不但硬化身他不住 抱身也不住 法身也不住 三身圆满正的 三身都不住 这才叫真的正德 一住那就坏了 决定住不得的 定会功夫才能够圆满 如果有助 功夫就不圆满 这是法身大士们的境界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正会用功 真正会修行 所谓的力士练心 力士经历 我们眼见色 耳闻声 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当中 用功夫 用什么功夫 修定 修会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总不外乎定会这两个原则 修定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修定 定是这个修法的 除了修定 还得修会 会是怎么修的 会是外面六种境界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一点都不迷惑 这叫修会 所以会在定中 定在会中 定会等学 定会等运 这是真会用功 真会修行 我们在这段文字里面 要能把这个方法学会了 我们的受用就不可思议 十五 三身非常非断之明 非义也 而法身非常非断 与报应非常非断之所以然 则非义 故说义有种种义 说义有种种义 且义中有义 义中有义 值则皆非 不值则皆是 当如是见 如是知 如是见者则未原见 如是知者乃是正知 三身非常非断之明 非义也 义是不同 三身都是非常非断 都有这个意思 也都有这个讲法 这是不义 而法身非常非断 与报应非常非断之所以然 则非义 确实是不一样 故说义有种种义 说义有种种义 就在诸佛菩萨所证的的三身上来说 义与义确实有种种不同 且义中有义 义中有义 由此可知 义跟义不是二法 义义如果是二法 那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这一桩事情是教我们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上去观察 但是见要缘 解要缘 面面都观察到了 你见就缘了 见缘解就缘 这才能缘修缘症 最怕的是你只看到一边 没看到另外一边 你在这里面生起分别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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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错了 所以必须面面皆道 才知道一中有义 一中有义 执着皆非 不执着皆是 可见的问题就是在分别 执着 离开一切分别 执着 没有一样不是 法法皆是 如果执着 如果执着 那就错了 法法皆非 不能执着 不能执着其所以然的道理 前面都讲的很多很多 能够执着的三星不可得 你所执着的无论是是法 无论是佛法 都是原生之法 凡是原生之法都无自信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说明了 能执 所执据不可得 此的为什么讲长与非长 讲义语义 这是怕你有维系的执着 执着 维系的执着还是有妨碍 妨碍你明心见性 这种维系的执着说实在话 对于你要想了生死 永托轮回 已经没有妨碍了 但是要想达到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个维系的执着有障碍 必须要知道 必须要能把妄想 分别断掉 当如是见 如是知 如是见者则未原见 如是知者乃是正知 有了正知正见 有了圆满的见解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就是圆修圆正了 十六 明了非常非断之意 则非亦非亦 其亦乃的彻底 即诸法亦如 是法平等诸意 亦皆彻底 可见这不经的好处 却确实实能帮助我们 契入大开元解 大开元解就是宗门里面的大彻大悟 我们虽然达不到这个境界 这不经念多了 意思稍稍明白一些 多少它会帮助我们放下一些 能放下一些 念佛功夫就能够得力 待业往生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才有把握 所以 班若经 上讲的 非常非断 非亦非亦 诸法亦如 是法平等 这些都是 班若经 的经义 最精华的部分 最精彩的句子 它的意思 一里无限的声广 要细心去体会 受用不可思议 十七 恶药之修功 唯在不取相 不灭相 而以信为忠书 其但相不住 信义不住 并不注意不注意 通达此理以念佛 便得理一心 必生时报济光净土 恶药之修功 这事讲到总持法门 我们修行要把总纲领抓住 唯在不取相 不灭相 不取是不执着 不灭也不是有意远离他 都是对相说的 相不必执着他 也不必去远离他 为什么? 他不爱是 而以信为忠书 修行人要紧的是明心见性 无论修哪个法门 我们念佛也不例外 念佛如果要能得 理一心不乱 身时报装颜土 你一定要参透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还是以信为忠书 其但相不住 信义不住 前面 法身非常 不住涅槃 是信也不住 不住生死是相不住 不住涅槃是信不住 并不注意不注意 如果还有 我现在两边都不住了 还是一个妄想在 两边不住 这个念头也不能有 通达此理 以念佛 变得理一心 你要是把这个道理明白了 参透了 会用了 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处世代人接物当中 你会用这个原则 那好 你念阿弥陀佛是理一心不乱 将来往生生时报装颜土 常寄光净土 这是真实的上上品往生 从这一节显示的金刚般若 对于念佛法门实在是大有帮助 所以这不经我们要是跟 无量寿经 弥陀经 合起来看 利益无量无边 163 约不受福德 皆无我皆无我明 无我公圣隐世 虚菩提 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不失 佛在本经为我们较量功德 这个地方是第六次 前面我们曾经看过五次 先把前提说出来 假设 菩萨已满 满世圆满 横河沙等世界七宝不失 这个境界我们凡夫没有法自思量 真正是不可思议 一 一切法无我 如约无圣无凡 非亦非亦之理 亦是法法皆然 一切法无我 是真理 却确实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法乡宗里面发明这个事理 说得非常的详尽 一步百法明门论 就是为我们说明这一桩事情 我们到底下一节再说 因为他的经文在下面一节 本经前面或者是大乘经上常说 无凡无圣 非亦非亦 跟这一句这个意思完全贯通 所以他也是涵盖释出世间一切法 二 得无上果者 不费修福 但须不受不着耳 又不可闻不费修福而又生贪者也 得无上果者 不费修福 但须不受不着耳 这个开示非常重要 得无上果 我们把这个意思扩大来说 原教初驻菩萨 破异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那就是无上果 法身是无上果 正的一分也是正的无上果 从初驻菩萨一直到如来果位正的圆满法身 这是 《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如来 这些人修福 对于修福从未间断 不但菩萨修福 佛修福 释迦牟尼佛修福 阿弥陀佛修福 没有一尊佛不修福 佛已经福会二族尊 福会都圆满 他还要修福吗 他还修福 我们要不要修福 那不修福行吗 佛在果地上还要修福 可见得修福是菩萨事业里面第一桩大事 修福就是修布施波罗蜜 普贤菩萨 广修公养 是修福 但是要紧的是修福可不能享受 可不能享福 可不能这相 为什么 享福一定这相 这相才会享福 不能这相 这相就错了 又不可文不费修福 而又生贪着也 贪是烦恼的根源 无量无边的烦恼 生死 乃至于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从贪心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贪是根本 六道轮回的根本 一切罪业的根本 修福就怕你有贪心 所以教你不受不着 不受不着断贪烦恼 可以说你无使劫来所有的烦恼 从根拔除了 自古以来 无论在家 出家的真正修行人 表现给我们看的 都是修苦行 他不享福 出家人修苦行的很多 在家人修行的 只要诸位稍稍留意 他的物质生活总是比一般人要降一等 甚至于降好几等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 唐朝的旁居士 这是许多同修们都熟悉的 旁居士身在一个富有的环境当中 全家学佛 全家都证果 我们在传记 语录里面去看 应当是法身大事的境界 他把他家里面的财产装在一条船上 传话到大江当中 船底砸个洞让他沉下去 全不要了 不要了 怎么生活 编草鞋 草鞋在新加坡看不到了 中国大陆内地还有 用到草鞭 用茅草鞭 编草鞋 一双草鞋卖几文钱 每天编几双草鞋卖几个钱 能度日那就够了 就很欢喜 很自在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菩萨视线 教给我们一句话 人家说 你有钱 钱拿去做好事 不好吗 他告诉人说 好事不如无事 无事最好 好事不如无事 这就是一定要懂得修复 不能够享福 不能够这修复之乡 你一享福一执着 贪心就又起来了 佛教菩萨修不施 修供养 目的何在 把贪的根拔掉 你修不施还有着香 还要享福 你这个贪的烦恼永远不能拔除 那不是佛的目的 佛教给我们的目的要知道 三 此中 借不施福德 显成不受者之为得无我人 又借无我公圣 结束前文所言菩萨应通达无我法之义耳 此皆不过隐以不施多福 以为下文不受作章本尔 此中 借不施福德 显成不受者之为得无我人 在修不施里面 他能够修福不享福 修福不执着 成就了忍辱波罗蜜 他能忍 能忍才会有进步 才有精进波罗蜜 后面才有禅定 才有般若智慧 这才向各菩萨 福慧才能成就 又借无我公圣 结束前文所言菩萨应通达无我法之义耳 此皆不过隐以不施多福 以为下文不受作章本尔 主要意思是后面一段 这一段是先说菩萨以满横和杀树世界的七宝不施 举一个例子 修福 诸佛如来菩萨都修福 164 教圣 若父有人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 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 这是两个比较 前面这位菩萨是以满横和杀等世界七宝不施 后面这一位菩萨 若父有人 这个人是 知一切法无我 得成于忍 就像旁居士一样 旁居士所修的就是这个 得成于忍 这个菩萨所得的功德超过前面满横和杀等世界七宝不施的菩萨 我们看底下小柱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一一切法无我 一不百法明门论所云 一切法 一心法八 二心所有法五十一 三色法十一 四不相应行法二十四 有为法九十四 五无为法六 无我 一人无我 二法无我 二无我 一切法无我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要是真正明了通达 那就是法身大事 不是普通人 就是金刚经 上所讲的诸佛如来 那你也有分 一不百法明门论 所云百法明门论 是天清菩萨做的法相为十宗的经典 也是法相为十的纲要 也可以说是法相为十的概论 他的文字不多 是天清菩萨依据弥勒菩萨的 《瑜伽师的论》 这是法相宗的一部大论 根本的论点 《瑜伽师的论》 弥勒菩萨将是初世间一切法归纳为六百六十大类 天清菩萨看这部大论 论对于初学的人有困难 因为他说的太多 太繁琐 不是初学的人能够接受 所以将六百六十法再归纳为一百法 便利于初学 称之为百法明门 百,就是这一百法 诸位要晓得 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的是初世间法 把它归纳为一百大类 明,是智慧,门,是门禁 这个题目的意思 你可以从这一百法里面找到一个开悟的门禁 从这个门你就可以开悟 这是相宗入门的教科书 这不论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明,一切法无我 将一切法归纳为百法 归纳为一百大类 然后再给我们说明无我 两种无我 人无我 法无我 一切法无我 这个表解就列的很清楚 这一百法又分为五大类 心法八 我们常讲八十 八十是属于心法 八类 心所有法五十一 心所有法就是心法的作用 从它的作用上分为五十一类 色法十一 色法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物质现象 物理现象,都包含在色法里面 心是精神的一部分 色是物质的一部分 不相应行法二十四 它有这些事 这些事它不是心也不是物 但是它也离不开心物 离开心物 这个法就不存在 可是它却确实实不属于心 也不属于色法 所以单独给它立个名叫不相应行法 有二十四类 这四大类都叫做 有位法 金刚经 末后有一首记 一切有位法 如梦幻泡影 有位法就是讲心法 心所有法 色法 不相应行法 统统叫有位法 什么叫有位 有生有灭 刹那生灭 合起来九十四类 后面还有一大类叫做 无位法 无位法 无位法有六类 无位法是什么 没有生灭 像虚空 我们没有看过它生灭 所以虚空列在无位法里面 真如本性没有生灭 所以真如也列在无位法里面 合起来 九十四加六就是百法 把一切法分为一百大类 然后归结到 无我 人无我 人不外忽色 心根不相应 金刚经 上讲的很好 一切有位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硬坐如是观 人当然无我 人无我 法也无我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不相应形法 都是属于生灭法 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结论 一切法无我 因为无我 所以你不应该受 你受就错了 不但你想受错了 你执着也错了 不可以执着 我们看底下一段 还是解释这个问题 二 此菩萨之大做不师福德而不受 所以称其 的成于忍 精止并非不重视福德 唯当不着不受而已 一时屈重于的忍 此菩萨之大做不师福德而不受 所以称其的成于忍 他心是定的 只知道修福修得很快乐 修得很自在 不受福德 我们常讲 随缘而不攀缘 执着跟享受 是攀缘 离开 心里面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这个意念 一切随缘 随缘就自在了 随缘里面没有执着 没有贪受的念头 所以他 得成于忍 精止并非不重视福德 唯当不着不受而已 一时屈重于的忍 精义的宗旨 我们要清楚 不是说不重视修福 那你就错了 诸佛菩萨没有不修福的 六度里面第一个就是不师 哪有不修福的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 一开头 礼敬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公养 前三条都是修福 怎么不修福 班若今 里面佛教导我们 修福不可以执着 不能这项 为什么 你这项 你四项具足 你所修的福就变成六道轮回里面有漏的福报 这就搞错了 如果你要享受 要享福 也是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 不是如来果地上的福会二族尊 与那个不相干 没交涉了 这是我们要懂的 除这个意思之外 也非常重视的成余忍 这个很重要 忍是修行成败的关键 能忍就成功 不能忍就不能成就 成就与不成就 金刚经的标准是以 见性定做标准 也就是说你能够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这是金刚经上所说的菩萨 以这个为标准 忍是关键 六度里面说 你能够得成于忍 后面才有精进 禅定 般若你才有成就 如果没有 忍 你就不能成就 你所修的福在三界六道里面享受 你修的福不会是空的 一定会得福报 三一切法不外禁 行 果 禁 五蕴 六根 六成等式 行 三福 六合 三学 六度 十愿等式 果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乃至无上菩提等式也 一切法不外禁 行 果 前面我们是用 百法明门 来解释一切法无我 法相宗说的 相宗以外的经论 像 华言 法华 人言 这些代经 也都讲一切法 但是不像法相宗的分法 法相是弥勒菩萨分析的 他分得非常维系 其他经典没有这么详细 这是一般大臣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不外禁 行 果 把它分为三大类 禁 是禁戒 五蕴 六根 六成等式 这都是属于禁 行 三伏 六合 三学 六度 十愿等式 我们进宗学会的同修 在行门里面我们就定这五颗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行持当中的守则 我们要遵守的原则 果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乃至无上菩提等式也 这是果 这是大臣法 特地从初诸说起 与 金刚经 的教义相吻合 初诸的菩萨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这是真实的果报 大臣里面常常用这个方法来分 四 无我 为一切染尽诸法 原身体空 故一切法中本无有我 当之所谓我者 即众生无名不绝 于一切法中 忘身分别执着之见是也 而一切法性 本来空计 那有此物 因其本无 故当初之也 无我 为一切染尽诸法 原身体空 染法是六道 净法是四圣 染尽包含了十法界 诸位要晓得 十法界里面的佛 还不到初诸菩萨 我们这是原教 原教初诸菩萨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他住在哪里 他住一真法界 不是十法界 诸位要晓得 十法界有没有佛 有 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他们没有破无名 没有正法身 天台家讲藏 通 别 原 藏佛跟通佛教 十法界里面的佛 别教佛 原教佛是一真法界里面的佛 染 是六凡 静 是四圣法界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都是因缘身法 当体集空 了不可得 我在哪里 当然无我 无我是事实 我们今天的大病 就是坚固的执着有个我 这个事情真的是麻烦大了 念念当中有我 还有我所 我所有的 叫我所 我所有的是些什么东西 老实话 不外乎贪甜吃慢 我贪 我甜 我吃 我慢 总不外乎这些东西 一天到晚再造罪业 天天干这个事情 念佛不能往生 念佛往生的条件 心静则佛土静 你要把我 我所放下 你的心就清静 这样念佛才能往生 我 我所不放下 念佛都不能往生 所以要知道 使法界原身体空 故一切法中 本无有我 佛教给我们 无我 正确的 没讲错 佛丝毫没有勉强我们 因为本来 无我 你偏偏执着有个 我 我也是不相应行法 当之所谓我者 这说明什么是我 我是什么 即众生无明不觉 我 的念头 我 的执着 从哪里来的 从无明里面来的 从不觉 不觉就是迷 无明 我们说个粗的话 就是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 迷惑颠倒里面去建立一个 我 你要是晓得这个事实真相 我 是什么 我是无明 我是迷惑颠倒 于一切法中妄生 妄就是妄想 不是事实 生起了分别执着之件事也 这个叫我 金刚精 云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问你 我在哪里 你要是真正体会到三心不可得 我就没有了 我没有了 就恭喜你 你成菩萨 你是法身大事 为什么 你正无我法 这是法身大事 而一切法性 本来空计 那有此物 因其本无 故当初之也 本来没有 我 我且没有 哪来的 我所 要知道我们今天种种苦难 你为什么这么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愿增惠 求不得 佛经上讲的八苦交间 你为什么这么苦 就是你迷惑颠倒妄想当中生了一个我 你才受这么多苦难 如果你要是觉悟了 本来没有我 事实上也没有我 无论在哪一法里面找都找不到 我 你就解脱了 你就自在了 你就永远脱离轮回 就像观世音菩萨在 《心经》里面所说的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这一桩事情 由于我们迷得太久 迷得太深 佛在经上这样明显的为我们开示 我们听了也点头 也能接受 但是境界转不过来 转不过来是习气太深 转不过来 要转 不转不行 初学勉强的转 用什么方法 不施 不施就是放下 不施就是舍 从容易的地方先做起 譬如先舍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我不贪 我不具为己有 我所 先把我所有的舍掉 先舍我所 然后进一步 我 也放下 我也没有了 那就成功了 所以这是两个大的阶段 要知道怎样去做 五 此二句 上句是解 下句是行 何而观之 是明此菩萨解行成就 又上句知是会 下句忍是定 何之 便是定会均等 因定会均等 解行成就 所以所得功德 神前菩萨也 此二句 上句是解 下句是行 何而观之 是明此菩萨解行成就 知一切法无我 是 解 的成于忍是 行 这一小段经文和起来看 说明这个菩萨解行成就了 又上句知是会 下句忍是定 何之 便是定会均等 因定会均等 解行成就 所以所得功德 圣前菩萨也 前面那个菩萨是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不施 这个菩萨的功德超过前面 前面是在世相上的不施 这个菩萨明星见性 那个菩萨不能够跟他相比的 六 忍字 安安不迁也 必须功夫做到 的成于忍 方位真实通达 真是菩萨儿 忍字 安安不迁也 不迁就是不动的意思 用现代的话来说 不为外面一切环境所诱惑 所以它是定的 两个安 意思是说心安 身也安 身心都不受外境的诱惑 这叫忍 必须功夫做到 的成于忍 这叫真功夫 我们常说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五欲是财色明十岁 六成是色身香味触法 在你面前你还动不动心 如果还会动心 没用 你没有得到忍 这些东西在面前 如如不动 金刚经 后面我们还没念到 不取于香 如如不动 就是此的 得成于忍 得成于忍 是什么样子 外部着香 内部动心 这是 得成于忍 得成于忍 就是你定会均等 定会均等 就破无名 无名烦恼 为什么破不了 定会不均等 定会均等 就破无名 破一品无名 你就正义分法身 所以这个功德 不是前面大千世界七宝不失所能够相比的 方位真实通达 真是菩萨尔 真菩萨 金刚经 前面有标准 四相离了 四见离了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全都没有了 我们也很想破四相 断四见 怎么修法 这里好 交给你只要 得成于忍 四相就破了 四见就断了 得成于忍 怎么修法 你一定要深深的明了 一切法无我 你要真正通达这一个事实真相 真正通达一切法无我 你才能放得下 通达一切法无我 就是看破 你看不破 你怎么会放得下 必须看破之后 你才真能放下 你才成功 真正放下 那就是外不着香 不取余香 内不动心 如如不动 这是法生大事 所以这是真实通达 真的菩萨 金刚经 的标准 真菩萨 七 虚知解雇居行之先 然非如法实行 却有经验 何能深解 前云 行由解出 解因行成二语 即通达之真权 如是通达 乃得成忍耳 须知解雇居行之先 清梁大师的四分 性 解 行 正 解在行之先 然非如法实行 却有经验 何能深解 这就说明 解跟形式相符相成 你能够解的一分 你要不能做到一分 你那个解就不会进步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 你做到了 你那个解会进步 又提升了一分 然后你的行也跟着进步 解帮助行 行帮助解 解行是相符相成的 到底哪一个在先 哪一个在后 不一定 但是最初一定是 解 在先 行 在后 真正起修 不一定哪个先哪个后 所以你真正行 行当中有了经验 有了体会 你的解就更深入 更圆满 前云 行由解出 解应形成 能够达到圆解 是要真实修行功夫所成就的 你没有真实修行的功夫 你的解就不能够深 不能够圆 深解圆解一定要有真实修行的功夫 从这两句话 行由解出 解应形成 显示出它是相辅相成的 即通达之真权 真权是真理 我们讲的通达是出世间一切法 你一定要这样的修法 你才真正能通达 如是通达 乃的成忍耳 的成忍也不是容易 的成于忍是要解形功夫圆满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心里面若无其事 毫不勉强 真的放下 165 明由其不受 虚菩提 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 一 此节 正是开示学人 功夫必须做到如此 方能无我 故须是名成忍之所以然 的成于忍 所以然的道理 要细细的说明 说明的原因 就是要效法菩萨修福德不受福德 归结到最后 就是教我们契入 无我法 契入无我法 那就是正果 二 凡是菩萨 因其修福不受 方于无我承认 因不受故 所作福德 尽成无漏之功德 心有其境 明知曰寿 今曰 不受 证明其心空无尽也 凡是菩萨 因其修福不受 方于无我承认 这一句很重要 凡是菩萨 没有例外的 从原教初驻一直到等觉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每一位都是修福不享福 如果享福 他就不能够的成于忍 因为他修福不享福 所以他的成于忍 所以能够在六到十法界硬化度身 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 硬以什么身的度 他就是现什么身 我们世间人求佛菩萨 佛菩萨一定化身在人间 畜生到里面求佛菩萨 佛菩萨要视现畜生身 恶鬼身 恶鬼到里面求佛菩萨 佛菩萨要视现恶鬼身 六到三图苦 唯有菩萨的成于忍 他才不在乎 他不享福 他要享福 不会到六到里面来 六到里面太苦了 这就是说明他不受福的 在六到里面度化一切众生 修福 所以不能的成于忍 怎么能做得到 因不受雇 所作福的 净成无漏之功德 在经文上讲的 他的功德超过前面的菩萨 为什么 他不受不受福的 变成功德 如果受的话 功德就变成福德 功德没有了 功德跟福德不一样 福德不能明心见性 功德可以明心见性 可以见性成佛 下面再把兽的定义 做个简单恶药的解释 什么叫兽 心有其境 明知曰兽 你心里面没有放下 诸位要知道 世上放下了 可是心里还挂念着 你还是在兽 可见得这个兽的意思 必须心里面没有挂爱 没有牵挂 真的舍干净 精约不受 证明其心空无尽也 他的心恢复到本性 真心本性里面没有遗物 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很好 本来无遗物 如果有遗物 你还在兽 你没有做到不兽 不兽就是本来无遗物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丝毫牵挂都没有 古德常讲 一丝不挂 用这个来形容 心里面干干净净 没有丝毫的牵挂 这才叫不兽 有此可知 不兽不是在世相上讲的 相没有妨碍 世事无碍 什么东西有爱 心里面有爱 心里面真放下了 世上就无所谓 才真正能做到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可见得普贤菩萨这两愿 如果没有的成余忍 做不到 一定要先的成余忍 横顺 随喜才可以做得到 166 明不着请明其意 虚菩提白佛言 世尊 云和菩萨不受福德 佛讲四十一位法身大事修福不受福德 虚菩提哪里不知道 明知故问 代我们问的 为什么菩萨修福不受福德 一 问意要再令大众彻底明了 皆能答于 不受 知底 虚菩提问这一句话的意思在此地 二 知词问重要 当于下节开示 加一体会也 这一问的确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如果真正明了他的道理 明了他的事实真相 我们才肯发心学习 菩萨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要向他学习 所以理根是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白 下面是尊要为我们开示 这些开示非常重要 字字句句不但含义深广 在修学 实在讲修学就是生活 在生活上显示出来的是代用无方 所以我们应当要特别留意 167 是明不着 虚菩提 菩萨所做福德 不应贪着 事故说不受福德 佛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 说明为什么不执着 一出句言 做福德 使之虽不受而应做 不可因不受之言 勿会修福可还 当之做福德 即是修六度 是从大悲心出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为体 应于众生 而起大悲 应于大悲 生菩提心 云和可欢呼 出句言做福德 使之虽不受而应做 菩萨绝对不是说不修福 可以说从无间断的修福 我们世间人贪图福报 有的时候修福还会间断 菩萨不贪图福报 修福从来没有间断 为什么 那是信德 真的是开发自信 不可因不受之言 勿会修福可还 那就错了 当之做福德 即是修六度 是从大悲心出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为体 应于众生 而起大悲 应于大悲 生菩提心 云和可欢呼 这就是说明 菩萨修福非常积极 特别是 华严经 上的普贤菩萨十大愿王 愿愿在结论的时候 都告诉我们 无有疲厌 从来没有修习 没有感觉到疲倦 没有感觉的厌恶 认真努力不断的在修 什么是修福 六度就是修福 十愿就是修福 我们进宗学会定的五个科目 都是修福 三福 六合 三学 六度 十大愿王 绝对没有说修福 可以缓一缓 修会要紧 书不知会在福中 修福不着香 就是修会 修福不受福的就是缓 可见得福跟会是分不开的 如果修福这香 那就有福没有会 修福要是享福 有福没有会 只要不着香 不享福 会在其中 真的教你开智慧 底下说的好 完全是华严经 的教义 做福的就是修六度 这是从大悲心出 为什么不享福他会去修福 在一般人讲 我既然不享福 我福也不要修了 这是正理 很合乎逻辑 菩萨为什么那么傻 我们要是用逻辑来看菩萨 菩萨都很傻 不享福 修福 修了福 让别人去享福 这不是傻瓜吗 这个里面的意思就非常深 他有大悲心 大慈大悲 这个力量在推动他 世间人天天工作 勤苦的在修福 什么力量推动他 名利在推动他 执着享受在推动他 因为他有享受 所以他肯做 菩萨不享受 他为什么肯做 大慈悲的力量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为体 佛门里面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是佛法 佛法的根本是大慈大悲 诸佛菩萨怎么正果的 怎么修成的 就是大慈大悲 以清静心 平等心 无条件的关怀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这是大慈大悲 这里面有条件 那就不行 如果你执着有受 这就是有条件的 你的心不清静 不平等 那大悲心就失掉了 所以成佛 正果大悲心未体 大悲心从哪里来的 应于众生 离开众生 你这个大悲心 从哪里发 引不起来 虽然大悲心是信德 如果没有缘 它生不起来 缘是什么 缘是一切众生 特别是一些苦难的众生 苦难不仅限于物质生活的贫乏 物质生活贫乏是苦 物质生活非常富裕 苦不苦 受命到了 还要搞六到三图 这都是苦难众生 换句话说 没有觉悟 依旧迷惑颠倒 都是苦难的众生 我们不要看错了 有些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人 我们看到他好可怜 没错 他现在生活是可怜 他来生 来生不一定 剁三图 来生可能的人生 升天去享福了 他这一生是他受的果报 他受这个苦难当中 他造的业少 他妄想少 每天生活已经自顾不暇 还想什么 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出来 富贵人家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造作罪业 所以天到很公平 富贵人来生平见堕三图 平见苦难的人来生富贵 升天 所以风水轮流转 老天也很公平 不会说你苦 身身世世的苦 你享福 身身世世的享福 没这个道理 你仔细一观察 你才晓得每一个人造的夜报不一样 苦乐不相同 但是迷惑颠倒是相同的 佛菩萨大慈大悲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一切苦难都从迷惑颠倒 里面生的 唯有迷破了 你才能得到真正的乐 真正的乐一定是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你才是得的真乐 菩萨帮助众生 是帮助这个 所以对于六道众生 十法界的圣贤 所示现的都是修复不着 不受 这个意思生 应于大悲 生菩提心 菩提心是觉心 真正觉悟 彻底觉悟 圆满的觉悟 这个觉悟的心 决定是不着 不受 才觉悟 在家 出家 自古至今 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 只看到修行很不错的善知识 我们不晓得他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看不出来 但是从理上讲 佛菩萨硬化在这个世间 是献给我们做榜样 那个数量也很多很多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决定是有事献给我们看 只是我们不认识而已 但是在佛法上 像这部经上所讲的 解形相应 行解月身 能够观察得出来 从这个地方才能生起真正觉悟的心 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 亦有执着 亦有受的念头 我们马上就迷了 诸佛菩萨确实他已经不迷了 为什么还要做这个视线 这就是大慈大悲 给我们做一个样子 以静待的善知识来说 虚云老和尚 印光大师 这是两位出家人 他们做福德没有间断过 但是他们不执着 他们不受福德 虚云老和尚 我们不晓得他的究竟 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士至菩萨印画来的 大慈大悲做给我们看的 居士当中 下连居老居士 李炳南老居士也不是普通人 是现为我们做榜样 也是做福德不着不受 他们的生活不是一般人能过的 你要是知道一定会生惭愧心 鸡公内得从无间断 生活之节俭 是一个很贫苦人家的那种生活 这就是大慈大悲 这就是真的生菩提心 这是我们只要细心去观察 只要去留意 能体会到 我们向这些善知识学习 决定不错 不要有个念头 我的生活轻苦一点 但是也不能过它那么苦 你有这个念头在 你还是瘦 你还是没有放下 真正放下 没有念头 没有怨言 我修福人家享福 我在吃苦头 我为的是什么 你有这个念头 那你是凡夫 你贪甜吃慢筒筒都起来了 没有丝毫怨言 我们没有听说虚云老和尚有过埋怨 应光大师心里有难受 没听说过 他们的一生快快乐乐 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含义很深 一定要很细心的去体会 明了之后认真学习才得受用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九十九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九月九 请先开经本二百四十三面 二 若为求福德 以修六度 是名 贪者 则是自立 而非立身 非大悲心 非无上菩提 故 不应 也 这是说明佛教菩萨 为什么不能够受福德 不能够执着福德的原因 如果菩萨不修福德 那菩萨就不度众生 不能度众生 如果修福还附带着有条件 那救着香 像前面所说的四香具足 滩、甜、吃、慢没有断除 那是凡夫不是菩萨 因此佛教菩萨修福德 而不着福德香 同时决定不能够享受福德 有贪图享受的念头就错了 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 凡夫如果要是说修福没有果报 他决定不干 这是凡夫跟菩萨不相同的地方 凡夫只看到眼前的福报 种善因的善果 他一定要希求善果 菩萨这一句话适应不适应 给诸位说更适应 不但适应 圆满的适应 我们晓得善果 最大的善果 最圆满的善果是什么 是明星见性 这是究竟圆满的善果 由此可知 如果我们贪图世间五欲六成的小善果 小果报 这就把我们究竟圆满的善果障碍掉 不能够得到 不能够现前 这个损失实在讲是太大太大 由此可知 还是菩萨的眼光深远 他们的眼光大 看得远 看得真 佛的教界没有错误 这一段话我们要常常把它放在心上 时时刻刻警惕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凡夫 无量劫来我们的烦恼习气非常深重 一不小心就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 又搞自立 这个错误很容易犯 不要认为小错误没有大关系 你要是这个想法你就错了 这个小错误有大障碍 静一点讲 障碍你不能出离轮回 障碍你不能念佛往生 从远大的地方看 障碍你明星见性 障碍你见性成佛 可见得这不是小障碍 什么叫自立 什么叫立身 立身当中决定要把自立的念头断掉 自立的行为断掉 这里面就真正得到自立 诸位要晓得 没有自立的心 没有自立的行为 才是真正的自立 立他就是自立 如果有丝毫自立的念头在 自立不能立他 必须真正立他才能够自立 你的大悲心 大菩提心才能够发得出来 菩提心一发 就是发心柱的菩萨 发心柱是原教初柱 可见得菩提心不发则已 亦发不但是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这一段我们也就很明显的体会到 是排除我们发大慈悲心 发大菩提心的障碍 要晓得这个心发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什么东西把它障碍住 现在把这个障碍找出来 原因找出来 只要能够把原因跟障碍消除 大慈悲心 大菩提心自然就发出来 三 做福德 不着空也 大悲也 不贪着 不着有也 大智也 悲智俱足 空有不着 是明中道 即是应摩所住 行于不失 做福德 不着空也 大悲也 这是修福 修福 我们在讲习里面 很具体的说出修三福 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王 就像盖大楼一样 从地基一直盖到最高的顶层 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这是不着空 这是利益一切众生 大慈悲心 不贪着 不着有也 可见得佛所交给我们的 却确实实是空 有两边不住 这是智慧 班若智慧怎么修法 就是在修福当中不着香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 离香离念而修福德 这就是班若波罗蜜 这就是福慧双修 福里面有慧 慧里面有福 也就是 卑智俱足 空有不着 这也叫忠道 可是诸位同修心里面 不要印上一个忠道 心里面要是印上一个忠道 你就又错了 是名忠道 佛不得已给我们起个名字 这叫忠道 忠道也不能这 即是应摩所住 行于不失 前面佛在经上讲的很多 也讲的很详细 应摩所住 而身其心 应摩所住 而行不失 就是这样一个修学法 四 不着功成 便成不受 故不受亦是一切不受 平等法界 本来一切法无我 如是知 如是行 便是广修一切法 而行所无是 九九功成 则心若虚空 虽一切法 施然行之 不厌不倦 而相望于无何有 是知未 不受 一心清净 一成不染也 自然而非强制 恒事而非偶然 非至足 定会等 无以明知 明曰的成于忍 不着功成 成 是我们一般讲功夫生 功夫到家 已经能够做到自自然然 不起心动念 六根接触外面六成境界 自然而然不起心动念 功夫成就是真的不受 决定不会落印象 阿赖耶里面落印象 那是受 你受了 要做到不落印象 古人常常用镜子来做比喻 我们每天都会照镜子 早晨起来洗脸要照镜子 晚上睡觉之前也会照照镜子 古大德教给我们 我们用心要像镜子一样 镜子你照的时候清清楚楚 现得香很明显 它不着香 不但我们离开的时候 镜子里面没有这个香 正在照的时候 这镜子里面何尝有香 常常用这个观想 会开智慧 我们用心要学镜子一样 不但离开的时候没有香 正在照也不着香 绝不可以像照相机的底片一样 一照相马上就印上去 那就叫瘦 不瘦 镜子不瘦 照相机的底片瘦 诸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故不瘦亦是一切不瘦 世间五欲六成不瘦 佛法瘦不瘦 佛法也不瘦 佛在经上说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佛法也不瘦 无上正等正觉瘦不瘦 我们这个经读道词的 佛告诉我们这也不能瘦 真的是一切不瘦 一切不瘦是 平等法界 平等法界就是心性显露出来 本来一切法无我 平等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没有我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就是瘦 这个念头没有了 会用功的人 古人所讲的聪明灵力汉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常讲的上根力智 他就从日常生活当中下手 用真功夫 从根本修 从根本修就是修清静心 修清静心就是一切不瘦 用这种功夫 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待人接物当中 用心像镜子一样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切事情做得非常圆满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是上上乘功夫 这不是普通功夫 这是法身大事所修的 所以上根力智的人 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他就能做到 这个道理 是修我们要明了 我们也要认真的学习 如果你会了 受用无穷 一切不受的受用 那是真实的享受 在佛门里面称三昧 三昧翻成中国意思是正受 那是真正的享受 一切不受才是真正的享受 才叫做正受 别人生活在十法界里 生活在六道轮回里 你用这种功夫得力 你是生活在一真法界里 你生活在平等法界里 你生活在清净法界里 那怎么会一样 自然不一样 如是知 如是行 知就是觉悟 要像这样的觉悟 要像这样的修行 便是广修一切法 而行所无是 广修一切法 换句话说 生活还是照常生活 工作还是照常工作 跟过去没有减少一点点 没减少 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为什么会增加 菩萨要精进 精进就是工作量要增加 不会减少 这就是广修一切法 一切法前面说过 一般讲的敬 行 果 相宗里面讲的 五法三自性 八十二五我 一切法 一法里面就是一切法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虽修 因为他一切不受 所以若无其事 行魔所是 因为若无其事 所以他不疲不厌 不像一般人做工作 做久了就厌倦 世间人常讲干一行 愿一行 他初干还有兴趣 干了几年 老干这个事情 那就埋怨 就讨厌 菩萨干事情不会埋怨 越干越欢喜 为什么? 因为他一切不受 淳未立身 没有立己 立己就受 没有立己 淳未立身 这个非常非常要紧 久久功存 时间久了 功夫存了 我们一般讲功夫到家 班若经 上讲波罗蜜 就是功夫到家 就是功存的意思 则心若虚空 这是境界 好境界现前 心不但清静 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统统舍掉 虚空没有界限 没有污染 真心现前 有分别 有妄想 有执着 诸位要知道 那是妄心 我们学佛的人 不学佛的人 就不谈了 我们学佛的人 什么时候真心现前 自己知道 这个不必请教别人 什么时候到心若虚空 真心就现前 虽一切法 赤然行之 不厌不倦 一切法实在讲 就是指我们日常生活 生活很繁琐 工作 应酬里面显示出一切法 赤然行之 这很繁琐的事情 拉砸事情 一天到晚不中断 一年到头 一生一世 没完没了 可是菩萨行不厌不倦 不厌不倦是普相 不闲菩萨 行行愿愿都是无有疲艳 而相望于无何有 是知未不受 注解里面把不受的意思 不受的形象 到此的真的为我们说的很透彻 很明了 如果不说的这么详细 这么透彻 我们把经文含糊笼统念过去 如何能得受用 这个经意 如果我们真的明了 真的透彻 这一生受用无穷 我们现前就的大自在 现前就的真正的解脱 工作 生活依旧积极 绝对没有显示消极的状态 没有 生活的更情简 生活的更欢喜 生活的更活泼 这是在生活上表现的积极 工作更认真 更努力 更勤奋 大乘佛法哪有消极 这样的经典 这样的经教 给诸位说实在是稀有难逢 不容易听得到 听明白就要干 我们才不辜负 释迦牟尼佛 不辜负祖祖相传的教会 当中这一句话好 相忘于无何有 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应酬当中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那你就快乐 你就会不疲不厌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就是相忘 相忘于无何有 一心清静 一成不染 这是效果 这是成就 自然而非强制 这是自然的 没有一丝毫勉强在里面 我一定要这样做 佛教这样做 我不做不行 这还有点勉强 有一点勉强好不好 不错了 你的功没有存 但是这个功要继续不断用下去 我们现在是凡夫 是要勉强一点 久久功存 现在不勉强不行 做不到 一定要勉强自己 而且凡是用功的过来人都很清楚 要常常责备自己 勉励自己才行 为什么 在生活当中 一天到晚 老毛病 老习气 常常犯 说不瘦又瘦了 常常犯 常常犯 常常知道自己犯 给诸位说 这就是觉悟 常常犯 自己习惯成自然 不以为是过失 这个人叫迷惑颠倒 他不觉 能够知道自己 常常老毛病犯了 常常怎么又瘦了 怎么又会起心动念 又有分别执着 不要等现行 不要等造作 念头一声 马上就觉悟 业障习气重 一觉 妄念他就熄掉 就不会继续增长 这叫作用功 我们念佛人 在妄念起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 把念头马上转成阿弥陀佛 恢复到自己的心地清净无染 念佛人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好 很殊胜 念佛功夫如何能得力 如何能够在短短期间正的念佛三昧 今天经文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一直听下来的 我跟你讲念佛三昧好讲 平常念佛三昧不好讲 用念佛方法 念到一切法不受 念到心地清净无染 就叫作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功夫要再生了 那就叫一心不乱 功夫的浅身 完全在不受 在不执着 不受 不执着 一切都能不执着 都能放下 这事 是一心不乱 到一切法都不受 是 理一心不乱 那个境界高 恒是而非偶然 后头两句话好 自然不勉强 没有一丝毫勉强 自自然然不执着 自自然然不受 永恒的不受 不是暂时的 我来打个佛妻 我这七天不受 离开佛妻场所又受了 那个没用处 所以他不是短时期的 永恒的 你救的一心不乱 卑至足 定会等 足就是圆满的意思 大慈悲跟大智慧圆满 满足了 定会均等 定会等就破无名 定会不等不能破无名 或者是定多会少 会多定少 都不能破无名 不能正法身 破无名 正法身 一定要定会等 他为什么会等 诸位仔细想想 因为他是平等修 所以他容易等 我们一般人是修会 他就不修福 修福他就不修会 所以他的福会不等 有一些人在佛门里面很拥护 出钱 出力 但是听经从来没有看到过 他就是修福不修会 有的人比较辛苦 你叫他出点钱 他没钱 没有能力 奖金他天天都来 他修会没修福 一个是修福不修会 这个明星见性很困难 这不是等 我们今天在金刚经 学会什么叫等 这个很了不起 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一切不分别 不执着 就等了 你有分别 执着 你就不平 不等 所以修会原来就是修福 修福原来就是修会 福会是一次修的 不是两次修的 两次修的就不等 一次修的当然等 诸位听了 金刚般若 要是这一点没有听懂 没有学会 那你一步 金刚经 叫白听 你会用这个功夫 你的成就是 金刚三昧 再念佛人是 念佛三昧 你用这个理论来修 修成功之后叫 金刚般若三昧 无以明知 名曰的成余人 这种境界 这境界没名字 如何来显示这个境界 我们现在说 如何与人沟通 来说明这个境界 那先要讲个名词 实在不得已 叫他做的成余人 的成余人 也不能执着 这是不得已给他起了个假名 明没有离时 所以实至明归 明时已如 通达没有问题 不通达 又怕在这里面生起妄想 分别 执着 那就错了 这是 班若经 难讲之处 难懂之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大段 明诸法空相结成法不深 这段文很深 很难体会 所以在讲经文之前 又不能不啰嗦 先把这一段经文的大意 要做一个介绍 然后读经文就比较容易 这是我们在后半段 往往看到有很深的 意义非常深广的经文 都在经文前面要细细的来介绍 168 明诸法空相结成法不深 一 向后经文 正是点滴归原之处 故其所含之意 甚并深深细 并 attaches 说明 向后经文 从这往后 正是点滴归原之处 源头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点滴归原之处就是佛法里一般所说反本还原 消归自信 我们如何能够回归到自信 懂得回归自信 那就是诸佛如来 菩萨以下都做不到 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诸佛如来 诸位一定要记住 诸佛如来的名号 是从原教初驻菩萨起 破异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他才能够点滴归原 换句话说 点点滴滴 他都能够跟自信 跟真心相应 像世尊在本经义开端 为我们示现的这一 持播 他都能够跟自信相应 没有见性的菩萨做不到 他为什么做不到 没有见性的菩萨 他在一切法里面有寿 他不是不寿 见了性才不寿 不寿就见性 寿是享受 接受 寿有多寡不同 菩萨 阿罗汉 辟之佛 他们受 比我们轻 比我们少 我们这个受 非常的重 非常的繁多 就是样样都放不下 阿罗汉 他已经把三界六道放下 三界六道 这里面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他不受 但是他还有受 还有放不下的 是什么 涅槃他受 佛教给我们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 他生死不受 涅槃他受 这就不行 唯独明星见性的菩萨 涅槃也不受 生死 涅槃两边都不受 这叫法身大事 金刚经 上所称的诸佛如来都是讲法身大事 他们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没有一念不归原 没有一行不回归自信 这叫法身大事 这叫诸佛如来 跟经上讲的 诸法如意 不依不义 无时无需 完全相应 这就是点滴归原之处 顾其所含之意 底下经文里面字字句句的含义 甚广 甚深 甚细 字字句句的境界 无限的深广 也是无限的维系 必先加说明 这个在没有读经文之前必须要说明 然后我们入了经文才能体会 二 上来所说 千言万语 一言以弊之曰 无助而已 当之欲不住相 必须其心不取 不取 正未破我 正亦如平等之亦真法界 即是常住不动之法身 称为如来者事也 上来所说 千言万语 一言以弊之曰 无助而已 上来 如果从近处讲 就是这部 金刚经 从开端说到此的 从广处讲 释迦牟尼佛二十二年所讲的班若 从开端讲到此的 真的是千言万语 世尊二十二年所说的六百卷 大班若经 讲的是什么 给诸位说 两个字 无助而已 前面我们讲不受 不受就是无助 无助就是不受 二十二年就讲这个 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 说了这么多的话 就是因为你不肯不受 你一定要受 财劳累 世尊这么辛苦 苦口婆心 千言万语 一定要把事实真相说清楚 能受 所受 据不可得 你真正明白能受 所受 统统不可得 当体积空 你自然肯不受 肯放下 当之欲不助相 必须其心不取 不取 正未破我 我就是我值 不助相 本经所说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四大类就包含是出世间一切法相 一切法相总不出这四大类 我们要想离四相 要想不住四相 就是不住一切相 必须其心不取 取是攀缘的意思 心稍稍有一点攀缘 不行 学佛的人 我们一般看很不错 很有修行 是法不攀缘 佛法还攀缘 有些人在想要怎么盖一个道场 有的人在想我们如何去 硬经流通 做卡带 CD去流通 这不行 心头有助 都不干净 唐朝旁居士告诉我们 好事不如无事 佛又叫我们要做 一切法是燃行之 对的 菩萨行 他虽然做 他心干净 他不燃着 我们今天做 心有燃着 诸位要晓得 金刚般若 是教菩萨 不是教我们 我们今天是听了这部经学菩萨 在座里面学不住 学不受 这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念念设想 都为一切众生 决定没有为自己 那才行 决定不为自己 别人看不出来 自己清楚 自己是真正在学班若 还是拿班若做幌子来欺骗一切众生 这里面的最福果报就清清楚楚 如果是真做 恭喜你 纵然不能明星见性 你也能得三昧正寿 这个一定可以得到 如果回向求愿往生净土 你决定的身 果报在这一面 如果打着班若的旗号 装模作样 欺骗众生 将来的果报在阿比地狱 这个真的是很清楚 很明白 明眼人对于世间大富大贵 决定不羡慕 为什么 看得很清楚 往前走没几步 就是天堂 地狱的插路口 它往哪里去 我说没几步 就是没有几年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大富大贵的人不知道 修真实的福报 这一生享福的时候造作罪业 他迷惑颠倒 他并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 他以为他对社会 对国家 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 他没有智慧 有真正智慧的人不一样 所以天堂 地狱插路口就在眼前 自己知道走哪一条道路 前途无限的光明 他怎么不自在 他怎么不开悟 所以学佛顶要紧的是不攀缘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个人的一生自然有因果 我们这个道场 最近 了凡四讯 印了几万册 大家细细去读就明了 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你还愁什么 还要想到明天的生活 明年的生活 我下半辈子的生活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你打妄想 了凡先生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 从此以后什么都不想 他心定 他并没有开悟 他是明了人的一生 是被命运注定 他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 不再打妄想了 我们连这点功夫都没有 一天到晚还在胡思乱想 还在患得患失 不如了凡先生 学了佛之后应该怎样 把我们一生生活上的问题 统统交给佛菩萨 由佛菩萨来支配 由佛菩萨来管理 不要再操这个心 什么时候该建一个佛堂 佛菩萨来建 时节因缘到了 这个地方的众生有此必要 佛菩萨就来 无此必要 不来 何必要我们操心 弘法立身 我们做这个有此必要 佛菩萨自然送钱来给你 做得圆圆满满 无此必要 到处画小圆画得好辛苦 做得不圆满 做得叫大家生烦恼 那个不圆满 所以这些事情 统统交给佛菩萨 统统交给护法神 你说你有多自在 你有多清净 所以最要紧的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齐心不取 我们修行真的要在这里下功夫 不取 破我值 破我值的利益太大了 我值破了 一般讲超越六道轮回 正阿罗汉果 小圣是阿罗汉 大臣是菩萨 无量劫来生死轮回 牢不可破 今天能够突破 你就想这个功德利益多大 哪里是世间果报能够相比的 大千世界七宝不失也不能比 大千世界七宝不失 你也不过是有漏的福报而已 你能够想几世 想几百世富贵而已 你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界 这才晓得不取 金刚经 末后佛教给我们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才晓得这个功德利益 不可思议 不取 正未破我 为的就是破我值 正义如平等之一真法界 这就是入了 金刚经 诸佛如来的境界 不但我值破了 法值也破了 四相里面我相 人相是我值 众生相 受者相是法值 我见 人见是我值 众生见 受者见是法值 所以离相 离念 我 法二值都空 这个时候 正入一如平等的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一如法界 法法皆如 法法皆是 身佛平等 众生跟佛平等 情与无情平等 华言经 说 情与无情 同源种制 情与无情平等 这叫做一真法界 即是常驻不动之法身 称为如来者是也 这个境界我们称他做如来 如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此的讲的意思 金刚经 上讲的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这一段就是解释什么叫 诸法如意 以及如何能够修的诸法易如 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正的平等易如 就是正的法身自信 因为自信是清净 是平等的 法身是易如的 就是所谓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所以这不经是教我们成如来的 是教给我们成佛的 三 总之 全经所说之意 不外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八个字 此诸法空相一大段经义 乃是融会全经只去而就尽彻底已说之者 所谓点滴归圆也 故其所说 更圆更妙 总之 全经所说之意 不外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八个字 这八个字在后面 是全经的总结 结在这八个字上 此诸法空相一大段经义 这就是底下一大段的经文 要说明诸法空相 乃是融会全经只去而就尽彻底已说之者 所谓点滴归圆也 顾其所说 更圆更妙 这是金刚经 后半部的特色 我们在讲义 第四卷的开端 将居士把前半部 后半部做一个比较 说得很清楚 前半部的经义有浅 有深 后半部的经义为深无浅 这个意思越说越深 越说越广 越说越细 受用当然是不可思议 这一段是融会前面的指去 宗旨 去向 把它结归到自信上 所谓点滴归圆 四 全经皆说无我 至此则说无我缘无 无我尚无 则无住亦无住 不取亦不取亦 一切不存 那有二 那有边 那有中也 虽分分万有 有即是无 何以故 本不生故 是知未如如 是知未不动 是知未不取 全经皆说无我 般若可以说是自始而终 都说这个事实 都说这个道理 至此则说无我缘无 给你讲 无我 无我有没有 无我也没有 无我尚无 佛教给我们无住 则无住亦无住 你要住在无住上就坏了 你心里面还执着一个无我 还有一个无住 你已经就有住 你住在无住上 这就错了 无住也没有 叫你不取 你就执着有个不取 你还是取 你取了一个 不取 你的心还是不清净 不取亦不取亦 亦且不存 哪有二 边上且没有 哪有中 给你讲中道 是明中道 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中道 边都没有 哪来中 虽分分万有 这是我们讲宇宙人生森罗万象 摆在我们眼前的非常复杂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你看到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是乱成一团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苦不堪言 新加坡是各福地 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 无论在精神 物质上 压力很少 我们走过世界许许多多的地区 你到那个地方你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 住在这个地方至少还有安全感 现在社会非常的安定 治安很好 还有一点安全感 可是人他会打妄想 现在新加坡不错有安全感 再过十年 二十年有没有 这又打了很多问号 妄想多 想前想后 想近想远 天天在打妄想 你说这个生活活得多苦 不知道事实真相 真相是什么 虽分分万有 有即是无 这是事实真相 金刚经 自始至终也为我们说出 也说得很多 说得很详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泡影 佛在大乘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想身 我们的念头越复杂 外面的像就越复杂 大家果然把心静下来 什么都不想了 给诸位说天下太平 什么事也没有 现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乱 诸位不必念很多书 不必要很大的学问 我们中年人细细回顾一下 三十年前的社会 我们中国讲三十年是一世 世界的事是三个时 三十年是一世 三十年前的人比现代人妄想少 没有现在人想的那么多 想的那么远 想的那么复杂 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跟今天社会比较 那个时候的社会安定 动乱少 天灾人祸也少 三十年之后 人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诸位能知道吗 被电视广播害了 从前小孩多天真 什么事都不懂 天真活泼 现在两岁的小孩都胡思乱想 为什么 一天到晚看电视 你才晓得整个世界动乱不安根源在哪里 在电视 这个东西害死人 可是你们还是喜欢它 这有什么办法 今天说老实话 大家讲这个世界 我们地球被污染了 要想搞环保 真正能够把环保做得好的 必须把电视统统消灭掉 你们诸位细细想 对佛法能够说是有深一点的体会 细细想 你就知道我讲的话正确 恢复到人心的正常 平静 佛法常讲 依报随着正报转 我们今天被电视 广播 大众传播的资讯害了 底下说明它的原因 何以故 本不生故 是知味如如 是知味不动 是知味不取 可见得如如 不动 不取 乃至于前面讲的不受 这个意思 的确是甚广 甚深 甚细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字样 只能体会到一点粗浅的意思 及其身为广博的意思 我们体会不到 我们是了解皮毛而已 必须要知道 三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森罗万象 元其性空 了不可得 然后你才能够体会 佛在这里教给我们 无助 无我 不受 的精神博大为妙之意 你才能够体会得到 五 身心不取 即是取了意 身心不动 其心早动意 身心如如 尚何如如之有 耶 身心处我 则我见我相俨然也 底下说得好 身心不取 即是取了意 我不取 不取早已经取了 身心不动 其心早动意 身心如如 尚何如如之有 耶 你全都动心了 从这个地方 诸位多少能够体会一点 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醒大家 劝勉大家 对人 对事 对物要学着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又不费事 就是事相我们还照做 不是说离开人 离开事 离开物 不是的 我们没有离开 天天照样生活 照样工作 修福德 生活 工作 待人是修福德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是修智慧 福慧双修 卑至等运 你的成就才是圆满的 才是福慧均等 等就破无名 就正法身 不是教你不做 样样都做 欢欢喜喜的做 身心处我 则我见我相掩然也 这一段的大意 的确非常重要 我们起个念头 要破我值 诸位想想 我值能破得了吗 决定破不了 所以小城的修学太难 小城仍着相修 大城比小城要快多了 大城懂得理想 不着想 大城里面的禅又高明了 禅是真实智慧 禅是般若而不是禅定 诸位要晓得 禅是修班若 你以为禅是修禅定 那就错了 为什么他不叫修班若 叫修禅 定跟会是一起 定里面有会 会里面有定 定就是会 会就是定 它是这个意思 六组弹经 一打开 第一页六组就开示 先把修学的总纲领提出来 教大家 总静心念 摩赫班若波罗蜜 把宗旨马上就献出来了 他修的是什么 摩赫班若波罗蜜 他修的是班若智慧 摩赫是大 大班若智慧 六 此一大段所说 正是极力发挥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至就尽处 即是引导学人 观照身般若处 以及另一切众生 得大自在处 若瞻一毫攀原相 名字相 以及心原相 便无入处 此一大段所说 正是极力发挥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至就尽处 向下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经文要把这个道理 跟事项说清楚 说明白 即是引导学人 观照身般若处 是遵说这一段经的目的 在此的 帮助我们 希望我们能用得上 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在日用平常当中 能够提得起观照的功夫 像观音菩萨 心经 里面所说的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这一段就是教给我们这个方法 会用这个方法 你就能够 照见五蕴皆空 果然没错 跟科题上相应 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诸法空相 就是诸法不生 这才能 度一切苦恶 见思苦 成杀苦 无名苦 这三样都断掉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是这一段经文修学的结果 一及另一切众生 的大自在处 大自在是讲受用 心经 一开端 观自在 你会用这个观照的方法 你就自在 宗门里面的观照 功夫也有三等 最初就是用 观照 我们要学 什么叫观照 时时刻刻提得起来 佛在经上讲的教训 时时刻刻我们能记住 能够提得起来 照是怎么样 照是比照比照 我的起心动念 我的言语行为 跟佛的教训相应不相应 照就是对照一下 把他拿来对照一下 时时刻刻要对照 一步对照 自己就走差 就走错了 这叫观照 观照功夫成熟就升等 叫照住 到照住的时候就得定 不必向前面时时刻刻拿来对照 这个时候心已经平等 也就是说班若三昧得到了 念佛的人讲念佛三昧得到了 心里面已经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都很微薄 逐渐逐渐淡了 这是照住 功夫在网上提升是 照见 见世见性 就明星见性 照见 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 是刹那九百身灭的相续相 你看到了 你看到真相 看到真相这才了解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 真的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照见了 这是观照功夫的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 诸位要晓得 跟我们念佛功夫三个层次完全相同 而且观照跟念佛可以配合 念佛第一个功夫叫 功夫成片 念佛人功夫成片 跟信踪的观照是一个意思 境界是相同的 敬踪的 是一心不乱 就是照住 的念佛三昧 敬踪的 礼一心不乱 就是照见 念佛念道礼一心不乱 就是大事至菩萨讲的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心开就是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所以自得心开的境界 是礼一心的境界 是信踪照见的境界 我们用的名词不相同 用的方法不相同 宗门跟信踪里面用观照 用这个方法 唯秘观照 冷言经 上所说的 而我们敬踪就是用一句佛号 无量寿经 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我们这个专念 实在讲比观照方便 而他的成就比观照舒胜 观照的功夫不是不好 很好 若不回向求生净土 纵然他到最高的等级照见 诸位想象也不过是原教初驻 二驻菩萨 只能到这个地位 可是 静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炳拔志 七弟 八德的菩萨 不能比 所以从果汉 所以从果上来讲 静宗方法比他容易 条件比他简单 成就比他高的太多太多 即使像江卫农居士一身学班若 研究班若 弘扬班若 他自己还是念佛求生净土 你要问为什么 果报比一比 净土太舒胜 为什么不专修净土经典 去学金刚经 金刚经 对于念佛法门有大帮助 帮助看破 放下 看破 放下 说老实话 只要看破一点点 放下一点点 就决定能往生 如果不能看破 不能放下一天十万身佛号 往生还是靠不住 所以 金刚经 对念佛人帮助太大 这个道理在此地 近代中国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 夏连居老居士为我们重新汇集 无量寿经 将为农老居士把 金刚经 的经义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透彻 古来没有过 真正是空前 可能也绝后 往后再有一个像江卫农居士这样的人 恐怕也找不到 这对于我们现代 对于今后修学成就的人来讲 这两个人的贡献 这两个人的贡献不可思议 若瞻一毫潘元像 名字像 以及新元香 便无入处 这一句可以说是对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也是非常强烈的警告 马明菩萨在《大臣起性论》里 一开端就告诉我们 他那部书名字叫《大臣起性》 换句话说 是修学大臣入门的书 学大臣法要从他这一部书学起 第一本教科书 一开端就告诉我们这三桩事情 离名字像 离言说像 离心元香 跟此的的意思差不多 相仿佛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言说香 他这里有个攀元香 丝毫不能够有 沾上一点点 大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 念佛人如果沾上一点点就不能往生 不要以为我有性 愿 行 经上讲性愿行三个条件就能往生 没错 性 愿 行是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要有成绩 你拿不出成绩来不能往生 成绩是什么 心境则途境 你用性愿行这个方法 是不是修到清净心 果然清净心现前 那当然往生 我们常常在经上 祖师著书上读过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什么叫相应 清净心 换句话说 一念当中言说像 名字像 心元香 统统没有 那就相应 如果沾上一点点就不相应 那一念就不相应 我们如何从一念相应 渐渐学到念念相应 那你往生就有把握 这个很要紧 千万不要把这三句话等闲 那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 攀缘香 攀缘跟随缘要辨别的很清楚 诸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表演 视线的是随缘 没有一丝毫攀缘 攀缘是什么 我想怎么做是攀缘 随缘是横顺众生 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做的有偏差 我告诉你修正一点 这是随缘 我给你修正 你接受很好 你不接受就算了 你接受是如法 正法的善果 你不接受 我看你造罪业 你将来的恶报 我的责任不能不告诉你 但是我不能够勉强 你一定要接受 一定要不接受 我有这个念头 那就攀缘 接受 不接受是你的事情 善果 恶报也是你的事情 与我毫不相干 这是随缘 这不是攀缘 攀缘跟随缘很大的差别 我们学佛目的何在 这个的确是个大前提 学佛的人很多 你问问他为什么学佛 他不知道 有很多人没地方去 无聊 无聊来学佛也不错 听经也是消遣 打发时间 这个有什么结果 种一点善根而已 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学佛的目的先要定清楚 好像我们要到哪里去 先要把目标定清楚 方向定清楚 这就有意义 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的目的是往生 我们的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条件是必须把这边完全舍弃掉 所以丝毫攀缘的念头都没有 这个世界舍得干干净净 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连我也没有 哪里有我所 这才真的叫干干净净 名字香 新缘香 新缘跟攀缘又不一样 新缘 譬如我们前面讲的文 你有个念头不取 这是新缘香 有个念头我心不动 有个念头我也学如如 这是新缘相 也就是我们常讲意念牵挂 你心里面还有牵挂 及其维系的牵挂 都是属于新缘相 必须要叫你心里面毫无牵挂 这是不能不离 不能不放下 如果不能放下 如果不能舍弃 这个现象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学佛学了很多年 为什么不开悟 我们平常也很用功 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障碍的根本就在此的 你没有把这个放下 所以听经不开悟 念佛功夫不能成片 道理在此地 七 行人应先明了理体 本来无相 所以应不取向 时时处处 皆应观照诸法 本来无相之理体 是之为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行人应先明了理体 本来无相 行人是修行人 精刚经上讲的是总原则 总纲领 这个原则 纲领能够贯穿显密宗教 一切法门 我们念佛都不能够例外 都在他原理 原则之中 行人就是泛指修行人 无论你是学哪一宗 学哪一种法门 你应当首先明了理体 本来无相 理体是真如本性 是一切现相的本性 是一切事的道理 是一切万物的本体 从性上说 从理上 从体上 没有现相 没有相 所以应不取相 应是应当 应该不取相 不取相是正常的 取相就错 取相是不正常 时时处处 接应观照诸法 本来无相之理体 这是教给我们 怎么样观照 换句话说 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样用功 千万不要以为 我每天念多少卷经 念多少佛号 念多少变咒语 每天拜多少佛 这没用的 这是形式 样子 无济于事 真正的功夫 要在理想 理念 这才是真正功夫 这个地方 教给我们 怎样理想 理念 也就是说 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提起 观照的功夫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对人 想一切众生的本性 看到人就想到本性 看到一切万物的本体 体就是性 性就是体 碰到一些事情 事情很多 从早到晚太多 太繁杂 是有个理 是从哪里来 从理上来 再想想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的 不错 理本来没有事 性本来没有乡 体本来没有物 体性是空气的 你能够这样子 在人 事 物里面去观察 在乡上就见性 见乡就是见性 见事就是见理 见物就是见体 这个叫用功 抓到门路 会用功 这个功夫得力 自然就不着香 功夫用唇 你就得三昧 功夫唇是什么 就自然而然 一丝毫勉强都没有 自自然然不会折香 自自然然不会取香 连不取 不着 不受这个念头都没有 这是你学班若的功夫 真正得力 这也有个名词 叫做 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可见得这个修学 是元修 元修一定是建立在 元解的基础上 元解在哪里 第一句话说 行人应先明了 理体本来无相 这是元解 不但外面境界相 没有 空的 我们念念思维的心相 也是空的 也没有 三心不可得 三心是讲我们里面 讲自己 我们能够执着的 能取 能受 能折 那是三心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不可得 换句话说 你能执着 能取 能攀缘 能受 不可得 你所攀缘 所取 所受 是外面的境界 外面境界因缘所生 无有自信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内外聚不可得 这是元解 你真明白了 宇宙人生真相 你真的明白了 现象是什么回事 现象是叶因果爆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所以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 所以佛教给我们身心 而身其心 万法皆空 佛教给我们不住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这个法才圆容 才自在 不能偏在一边 偏在一边就错了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100卷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9年2月3年10月0 请先开经本第245面 八 罗易经中 语语能正道 句句可入门 以 弥陀经 言之 如直持名号 一心不乱 两语 固然说有前后 直持是下首处 一心是直持之功效 然若不能体会 一心以其修 终亦不能做到直持 然则一心不乱 岂可仅做功效观之乎 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大乘乐意经典 所谓 乐意 就是他所说的道理 所说的方法 确实能够帮助我们 在一生当中 修学能达到开悟 能达到见性成佛的效果 这样的经论才称之 为乐意的经典 除尽宗经典之外 像 华言 法华 人言 人家 金刚班若 都是属于乐意的大乘经 这些经典里面 字字句句都能够帮助我们正道 都能够帮助我们入门 这个门就是大乘乐意之门 这不是普通的门径 下面举一个例子说 他不举别的经 举 阿弥陀经 将为农居士用意就很深 在佛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把 弥陀经 看浅了 把净土法门看错了 以为这个法门是老太婆教 以为 弥陀经 里面没有什么道理 殊不知 弥陀经 才是大乘了一经中的精华 经文看起来好像很浅 实际上是其身无比 我们看到连池大师的书抄 偶艺大师的要解 就知道 弥陀经 却确实实是不思义经 这里举出两句 这两句也是 弥陀经 里面最要紧的两句话 直池名号 一心不乱 这两句话字字都含无量意 我们就把这两句话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直池 在本经里面讲的多 世尊在这一回里面 交给我们 寿池 读诵 为人眼说 这一句话重负了很多次 多次的重负当然是非常重要 受持 就是 弥陀经 上的 指持 佛教给我们指持的是名号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念佛的人很多 真正做到这四个字的人不多 为什么 如果真的做到这四个字 底下那一句的效果 他会得到 他会得一心不乱 念佛念了一辈子 一心不乱没得到 什么原因 没有支持名号 所以你得不到一心 可见支持不容易 当然这其中第一要紧的事情 还是要明了名号的意义 这是进宗法门里面常说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名号有什么功德 就是相上来说 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包括 尽了 释迦牟尼四十九年所说 一代实教就在这一句名号之中 这是我们就是论事 才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随唐古大德将士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做个比较 哪一部经第一 这一比较之后 几乎大家都公认 大放广佛华言经 是第一经 为什么称华言经是第一经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华言经对于宇宙人生的事理 性相 因果 面面都说到 说得非常完整 清凉大师以四科判经 性 解 行 正 这个教义源源满满 确实可以称为第一经 可是在把华言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 大家公认 无量寿经 第一 这是第一当中的第一 为什么一开端不把无量寿经看作第一 要比较之下才称之为第一 这是刚才说过华言经讲的圆满 无量寿经跟弥陀经 讲的没有 华言 圆满 面面都讲到 没有 为什么 无量寿经 会把 华言经 比下去 华言 到最后也成佛了 怎么成佛的 普贤菩萨十大愿亡到归极乐才成佛 由此可知 华言 到最后 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成不了佛 由此可知 原来 无量寿经 是 华言经 的总结 是 华言经 的归宿 华言 是大本 弥陀经 是小本 大本 小本 是一样的 所以是 大放广佛华言经 的归宿 总结 结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是第一的第一 没有话说 无量寿经 我们现在采取的本资 是下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 总共有48品 这48品 哪一品第一 我想大家都知道第六品第一 第六品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这一部 无量寿经 都是讲四十八愿 字字句句没有离开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 这是静宗的中心 是静宗的根本 四十八愿 哪一愿第一 古大德几乎是公认第十八愿第一 第十八愿说的是 十念必生 这是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说出来 由此可知 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要是把它展开来就是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展开来就是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再一扩大展开就是 大放广佛华言经 华言经 再一展开就是 大藏经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 不仅是尊所说 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为法界众生演说无量无边的经典 都不出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才认识 阿弥陀佛 这一句名号真实不可思议 你才肯受持 直持比受持更近一步 直是什么 就是坚固的执着 金刚般若是要把执着打破 我们念佛人要坚固的执着 要牢牢的执着 这就是法门不相同 般若是讲空 要统统舍掉 我们静宗统统舍掉 阿弥陀佛坚固的抓住 这是跟静宗修学的方法不一样 法门不相同 要把它抓住 决定不放松 大士智菩萨教给我们 二六时中要静念相继 这才是真正直持 所以你要懂得名号的意义 刚才这样子较量都是从箱上说的 如果我们说的更深一层 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 这四个字都是梵语音译 阿帆作无 弥陀帆作量 佛帆作觉 所以要用中文译出 它的意思是无量觉 无量包括了世间法 出世间法 是出世间法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没有法字计算的 那真是经上所说的 为佛与佛 方能究竟 等觉菩萨也没法子 也不能知道他的编辑 这是自信 信德 六祖会能大师所谓 和其自信 本来具足 无量无边 一切法 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 能生万法 使法界一正 庄严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自信的体 像 德用 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统统包含了 所以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 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德号 念这个名号能见性 念这个名号能正无上菩提 所以大师至菩萨才说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不假方便 是不需要再借任何一个方法来帮助 不需要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 这样的不可思议 自得心开 心开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就用这一个 这是他身的意思 他是自信得好 我们再从因果上来看 那更不可思议 从因果上看 一定要懂得因果的原理 佛在了一经中 像 华言 里面所说的 一切诸法 包括世间法 初世间法 十法界一正庄严 这里面包括一真法界 这些境界从哪里来的 经上说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因为 华言经 上有 为时所变 所以法相为时宗吧 华言经 也算他们主要经典之一 法相宗总共有六部经 十一部论 华言 是六经之一 佛又常在大成经上 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降生 这些要紧的经文句子 他的甚深 广播的意义 你要是明了 然后你才会真正相信因果 因果里面 既然一切法从心降生 所以大势至菩萨交给我们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就是从心降生 大势至菩萨所依据的 就是从心降生 所以我们才知道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我们今天一天到晚起心动念 我们念的是什么 给诸位说 念什么就变什么 世间人一天到晚念什么 念钞票 念黄金 念美钞 天天念这些 念这个东西变什么 诸位晓得 念这个是念贪 贪图是 一天明文立仰 五欲六成的享受 他念贪心 念贪 将来变什么 变恶鬼 所以诸位晓得 念黄金 美钞 念五欲六成 他是念鬼 他念鬼 将来死 他就变成鬼 是这么个道理 一天到晚发脾气 这个人看不顺眼 那个事情看不惯 那是田会 田会是念地狱 将来就变地狱 这不是好事情 所以佛教给我们念佛 使法界里念佛最圆满 我们天天念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念佛成佛 这就是指持名号 你要不把名号 功德利益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搞透彻 指持两个字相当不容易 人真的到指持 就是一心念佛 无量寿经 上讲的 一项专念 一项就是一心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专念 其他的统统放下 心里面再也不牵挂 那才叫做指持名号 你这个念法 的一心不乱就很可能 看你功夫的情多 功夫情多从哪里说 你是不是真的放下 是不是真的彻底放下 放下是功夫 放下 所有一切障碍 没有了 把业障放下了 第二层的功夫 你是不是专念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专享西方极乐世界 果然如此 一心不乱很容易得到 因为你这种念 你已经是一心称念 由此可知 这两句虽然一个是功夫 一个是效果 效果也是功夫 功夫也是效果 这才符合 金刚经上所讲的原理 万法一如 如果它是两桩事情 那就不是一如 它确实不违背 金刚经上最高的原理 一如 非一非一 直持名号 跟 一心不乱 从相上讲 非一 它是两桩事情 一个是功夫 一个是功效 从理上讲 它是一样的 它不义 所谓是因中有果 果中有因 因果不二 功夫跟效果是一 不是二 静踪的下手处 就是在直持 直持必须要放下万元 金刚班 若的确帮我们很大的忙 帮我们看破世界 看破宇宙人生的假乡 我们才真正从心里面把它舍弃掉 不但身外之物 我再不牵挂 再也不忧虑 再也不去想它 即使这个身体也不想它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这就是直持名号 这样念佛决定往生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所谓是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漏掉 底下文我们念念就行 意思都说道 然若不能体会一心以起修 忠意不能做到直持 要想真正做到直持 一定要懂的一心 一向 带经上给我们讲的 一向专念 一心称念 这才行 由此可知 一心不乱 如果仅仅当作功效来看 那还是有偏差 与非亦非亦 诸法亦如的原理就不相应 九 此经句句说理 说修 即无一句不可以贯通全经 故随念一句 皆可从此悟到 此经句句说理 说修 即无一句不可以贯通全经 这个意思 我想每一位同修读诵 《金刚经》的经文 多少都能够有一些体会 纵然不能够很深的体会 浅浅的体会 我相信一定有 却确实实 这个经文字字句句 都能够贯彻全经 前面能贯彻到后面 后面也能贯通到前面 故随念一句 皆可从此悟到 我们读到后面的经文 会更深刻的体会到前面所讲 读经的时候 读到前面经文 也能够领会到今后面的义去 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悟处 悟有大悟 有小悟 悟有浅身次第不同 这是我们读诵 受持真实的受用 十 若真灵力汉 得知大臣佛说是法应 便可随念一句 以应之于是是法法 换言之 便是是是法法 都向这法应上理会之 如此方式会用工人 则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亦得真实受用也 若真灵力汉 灵力汉是禅宗里面常说 即是交下里面所讲的上根立志 根性很利的人 得知大臣佛说是法应 便可随念一句 以应之于是是法法 上根立志的人 他们聪明 他们知道怎么修 知道如何用工 我们虽然不是上根立志 但是也应当学习 我们纵然得不到大的利益 可是小的受用是决定可以得到 大臣经 尤其是了义的经 真的字字句句都是法应 法应 跟中国古人讲没有问题 那个意思很明显 跟现代人 跟现代外国人讲 他们的印象很模糊 不知道这个印是做什么用的 尤其现代 现在在外国我们都签字 都不用印 印没用处 现在印都变成艺术品 变成欣赏的 从前 印是代表信用 政府机关有公文要告诉老百姓 如果这上面没有印 那就是假的 大家不能接受 必须要把官府的大印盖上 这是正式的文件 是地方长官负责任颁布的 我们要接受 要奉行 佛有没有印 佛没有印 佛所说的法 就叫做法印 佛讲的原理 原则 凡是符合佛所说的原理 原则 这是真经 这不是假的 在通常讲 小陈有三法印 小陈经所说的决定 不会违背这三个原则 无我 无常 涅槃 大陈经里面叫一法印 石像 石像是什么 事实真相 所有一切大陈经 都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大陈经与石相印 这叫总印 如果要别说 佛在大陈里面字字句句都是法印 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 我们不能违背 应当依教奉行 佛法师实在在讲 的确是合情 合理 合法 佛没有说只有他一个人说的称之为经 别人说的都不行 佛没有这个说法 而且佛很开明 给我们讲佛的经有五种人说 除佛以外 佛的弟子 仙人 诸天 变化人 除佛以外 其他人所说的 一定要跟佛说的原理 原则相同 佛点头都承认他是佛经 这就讲与法印相合 他讲的大陈法门 确实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虽不是佛说的 佛听了会点头同意 跟佛讲的没有两样 由此可知 佛法是非常开明 今天讲的民主 绝没有专制 没有独大 譬如民国初年以来 应光大师提倡 了凡四训 提倡 安世全书 安世全书 前面一部分是 文昌帝君英智文 的注解 文昌帝君英智文 是道教的 不是佛教 了凡四训 是一个普通在家居室教训儿子的四篇文章 这不是佛经 应祖一声大力提倡 我们也跟在后面继续提倡 有人就问我 曾经有一位法师来责备我 来找麻烦 他说 你出了家 讲经的法师 你讲佛经就好了 为什么讲外道的经 我说 我什么时候讲外道 他说 你讲的 了凡四训 不是外道 他把 了凡四训 当做外道 我说 你说这个 这我是讲了很多遍 文昌帝君英智文 也讲过 太上感应篇 也讲过 这都是道教 我说 虽然他不是佛经 但是他是佛法 法应承认过的 他说 什么法应 我就念给他听 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我说 这一手计算不算法应 他也算很聪明 掉头就跑了 再不说了 这几本书里面 是不是讲 诸恶末做 众善奉行 那就对了 跟佛讲的有什么两样 而且讲的 更维系 很符合于我们中国人社会环境 所以祖师提倡 不会错 这就是讲大臣法应 金刚经 上字字句句都可以作为法应 不只是 印模所著 而升其心 好的句子太多太多 确实可随念一句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是事法 把里面来印证 譬如 无助身心 无助身心是 金刚经 上的总原则 总原理 如果把无助身心 四个字做一个方应 那里面就很有味道 你念 无助身心 你再从下面念到上蓝 身心无助 还可以到过头来念 无助心身 你念圆圈 心身无助 你怎么念 越念就越有味道 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用在工作里面 这叫修菩萨行 存这个心 叫修菩萨道 学菩萨行 换言之 便是事事法法 都向这法应上理会之 如此方式会用工人 则行住坐卧 不离这个 亦得真实受用也 这是确确实实 我们才会得真实的受用 无助 不能有一丝毫的执着 身心 念念利益一切众生 生这个心 这一段在经文前面说了这么多 为的是底下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非常深 非常广 非常维系 所以在讲经文之前 做一个整体的介绍 再入经文就容易懂了 如果不是这样详细介绍 这个经文的深意 实在很难看得出来 这一段的大科是要说明 诸法空乡 说明 法不深 我们看佛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把这个意思为我们说清楚 说明白 168 敏香入体曰 圣浩明离去 来斥烦情 须菩提 若有人言 如来若来若去若做若我 是人不解我所说意 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意思 实在讲我们不懂 看不出他的意思来 虽然前面讲得多 诸位看这个经文能懂意思吗 若不懂意思 看看科题 敏香入体 怎样 敏香 不着香 不着香就见性 体就适性 由此可知 佛原来在这里面举一个例子来说 他举的什么例子 他举名号 举佛号 约圣号明离去来 举一个例子 如来这个名号没有来去 你要说如来若来若去 你根本不懂这个意思 名号如是 法法皆然 哪依法有来去 来去的意思深 八部 里面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依不依 你懂的一句 你全都懂了 知道 不来不去 就晓得一切法都不生不灭 一切法都不依不依 跟 金刚经 前面讲的意思就通了 可见得这一句话里面 意思真的很深 很广 很细 粗心的人念这一句不懂 不知道 佛说什么意思 一 诸法空相 是大乘法应 不来不去 等据 莫非法应 法应者 一切法皆可以此意应定之之位 此事力 来去等 皆是对待之事项 诸法空相 是大乘法应 万法皆空 无论从体上说 无论从相上说 无论从作用上说 我们前面都说的很多很多 一般初学的 像小乘经上常讲 体讲空 相讲有 作用也讲有 不讲空 可是在大乘了义经上 给我们说实话 体 像 作用据不可得 这才彻底 这才究竟圆满 所以这是大乘法应 不来不去等据 莫非法应 不来不去 像前面讲的非意非意 无时无需 都是法应 都是讲的原理原则 法应者 一切法皆可以此意应定之之位 这是个原理 在数学里面讲这是个公式 它能够涵盖一切 能够包括一切 此事力 这一句话是世尊在此的举一个例子说 来去等 皆是对待之事项 由此可知 凡是相对的事项 都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观察 我们才得到它的真相 二 欲振性体 必须超越一切对待 空其虚相 空其诸法之相 即明相入体之意 欲振性体 欲振性体就是你要想明心见性 我们念佛的人 你要想的一心不乱 的一心不乱就是这 能见性 相对的是凡夫境界 四相 四相怎么来的 四相是从对待当中产生 先有个我 我的对面就有人 我跟人就对立 我 人是一边 对面就是众生 由此可知 六道里面怎么建立的 从一个相对逐渐逐渐变成 无量无边的对立 这是六道的现象 佛的方法很巧妙 教给我们腹地抽心 从什么地方来突破 这么复杂相对的环境 这么复杂它有个根源 那个根源是 我 把 我 去掉了 在复杂相对的 马上就解决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从我执 法执上下手 这个法字非常妙 非常的高明 所以 必须超越一切对待 空其虚相 空其诸法之相 即敏相入体之意 相 相不会灭 相是决定有 但是要知道 相是假相 幻相 为什么说它是假的 是幻的 它会变 它虽然不会灭 它会变 会变就不是真的 佛法里面讲真假 它的定义 永远不变就叫真 会变就是假的 我们这个身体的像是假的 它会变 不是一年一年的变 那变得太慢了 你看走了眼 也不是一天天的变 是刹那刹那在变 所以 哪里有 我 不要以为你从家里到这里来 实在讲你家里也没有你 到这里来也没有你 你在哪里 这个幻相 刹那刹那在变 刹那相续相 要懂这个道理 要知道事实真相 我们在这里做一秒钟 一秒钟不知道变了多少 一秒钟太长太长 就以佛的方便说 也不可思议 佛说一坛只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个生灭 我们讲一坛只一秒钟 但四次 我们一秒钟已经有两个十万八千次生灭的变化 你说 我在哪里 确确实实没有我 金刚经 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真话 是事实真相 空其虚相 空是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永远不去分别 永远也不要执着 一切是随缘就好 学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怎么生活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所以佛菩萨的大自在 得大解脱 解脱就是自在 他懂得很顺 懂得随缘 如果我们有分别 有执着 就决定不能随缘 决定不能随顺 必须要把一切分别 执着统统放下 分别 执着很难放下 为什么放不下 事实真相没搞清楚 如果真正明了 金刚经上这个话 也是法应 三星不可得 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常常想着这一句话 三星不可得 是无我 我没有了 诸法 诸法空香 向有体空 了不可得 内外聚不可得 我们分别 执着放下了 再不做这个傻事情 分别 执着是傻事 迷人干这个 觉悟的人没有 觉悟的人再不搞分别 执着 所以他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他一天到晚 法喜充满 快乐自在 空其诸法之乡 这个意思深 平常我们讲钱的意思 我在讲经常讲 只讲什么 把我们心里面 想的那个香去掉 没有叫你去外面 把心里面的丝 想拿掉 丝就是分别 想就是这项 丝 心里面有个田 画上格子 那是分别 分别就有界限 田字是表示界限 你心里面起了分别 想 心里面就有香 想一个人就有人的香 想一个是有事的香 想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的香 把那个田拿掉 香拿掉 就剩下一个心 那个心就干净 就清净 这个意思浅 金刚经 上半部有声有浅 金刚经 到下半部 这个讲法不行了 这个讲法不彻底 固然心里面的妄想 分别 执着没有了 事实上的香呢 事实上的香 真的没有 事实上的像是梦幻泡影 可见得 金刚经 后半部的意思 真的为声无浅 后半部的意思 声广 为细 却确实实没有 却确实实了不可得 这才真正见性 即相即性 所以后半部经法法皆是 不像前半部法法皆非 后半部是法法皆是 这是闽香入体 的惊为之意 三 躺着一香 壁质越影越多 万象纷纭 永永不得清净 这是真的 刚才我说出六道里面 六道的现象是无量无边的对立 形成这样复杂的现象 这种复杂的现象 实在讲就是最初者了一个像 佛在经上讲 最初一念不觉而有无明 从这里第一个对立起来 这一个对立起来 马上就起了一个连锁的作用 从一个对立一变就变成无量无边的对立 这个麻烦大了 这就是六道轮回怎么来的 怎么回事 把它的根源观察到 四 读经文法 不可这文字相 不可这言说相 佛所说法 无非令人离乡正性 故语言文字 皆不可知 读经文法 不可这文字相 不可这言说相 这几句话 大乘经里面实时提示 不断地在提示 为什么佛不厌其烦这么多次的提出 实在讲 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无量 解来 分别 执着的习气太深 说实在的话 佛提示一千次 一万次都不多 我们没做到 我们没做到 做到就不必再提了 没做到事实时刻刻要提醒 我们今天读经 哪有不着文字相的道理 我们听经 哪有不着言说相的道理 果然不着呢 那就好办 你读经会开悟 听经会见性 我们读经不开悟 听经也不见性 什么原因 这文字相 这言说相 这个老毛病 老习气改不掉 听了经 离开讲堂 这个法师还讲得不错 比那个讲得好 那个不如这个 你不都在分别 执着 打妄想吗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所以屡次的提醒 这是大慈大悲 佛所说法 无非令人离乡正性 故语言文字 皆不可知 我们读经 学佛 我们的目的 跟佛教给我们的目的不一样 佛教我们目的 是希望我们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而我们学佛的目的 是希望升官发财 家庭平安 健康长寿 目的不相同 佛的目标究竟圆满 我们的目标太渺小 但是我们这个小目标 是牢牢的执着 死都不肯放松 所以佛显示 这个大的方向 目标 我们永远不能够完成 这个道理在此地 佛的确在了一经中 苦口婆心为我们开示 希望我们在这里觉悟 真正学佛就是真正取佛所教导的方向 目标 我们以见性 以成佛 以往生净土为目标 那你就要真学 一切放下 都不能够执着 5. 此人全不知性 这余明言 是余佛说之意 毫无领会 故曰 不解我所说意 呵斥此人不解 正欲一切人生解空向之意去也 此人全不知性 就是经文里面说 若有人言 这是什么人 凡夫之人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要问 如来是什么意思 如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怎么个讲法 你读了 金刚经 如来是若来若去若做若卧 你讲的没错 金刚经 上说的 这个说法是不解如来所说意 前面经文上讲的 那个意思很正确 如来者 诸法如意 那个意思是对的 这个意思就完全错解了 此人全不知性 这余明言 教你不执着文字相 不执着言说相 他文字相 言说相统统兜着了 是余佛说之意 毫无领会 故曰 不解我所说意 呵斥此人不解 正欲一切人身解空向之意去也 佛则被这个人 菩萨聪明 从这个人的反面 就是菩萨应当要学习的 反面就是真正理解佛所说的意去 169 是正义 这一段解释 为什么佛说他不解如来所说意 何以故 如来者 摩索从来 亦摩索去 顾名如来 这是 如来 又一个意思 如来是不来不去 非亦非亦 跟前面 诸法如意 一个意思 两种说法 一个意思 一 如来 即是法身 法身常住不动 无所谓去来也 法身便一切处 亦无虚乎去来也 佛的十号 成佛都有十个号 这十个号 如来是第一个号 他排列的次序有关系 如来是排第一号 如果不正的 如 那就不叫做成佛 如 是什么 如 是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是法界的本体 现代哲学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 这些哲学家在人间来讲 是非常聪明的人 哲学是求智慧的 他们在探讨宇宙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一切万物从哪里来的 要找它的根源 这个根源就叫本体 找这个东西 所有一切万物 我们今天讲太虚空 空间 时间 过去人家对时间 还没有什么观念 现在科学家也探讨 时间从哪里来的 空间从哪里来的 的确时间 空间也有起源之处 不是讲时空没有边际 那是讲广大没有边际 其实它还是有源头的 所以时间跟空间也不是真的 它也是各现相 自信变现出来的 我们讲时空是有开头 是有结束 也就是说时空都是有生灭 从什么地方去体会 从做梦 你想象你做梦时 你梦中有没有时间 空间 有 梦中确实有时空 哪里能离得开时空 梦里面时空从哪里来的 当然从发梦那个时候出现 那就是时空的起点 什么时候时空灭了 一觉睡醒 时空就灭 时空有生灭 所以它也不是真实的 也是虚妄的 妄想变现出来的 在摆法里面 空间 时间都排在不相应形法里面 有位法 它的名词叫时分 方分 时是时间 方就是方位 东南西北 四围上下 十方 因为空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因此在无畏法里面也把它放上 叫虚空无畏 动物有生老病死 植物有生住一灭 矿物有沉住坏空 都有很明显的变化 空间好像没有看到变化 三千年前空间是这样 三千年后空间还是这样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也把它放在无畏法 无畏法六个 只有 真如无畏 是真的无畏法 其他的五种是相似无畏 因为在里面看不到它的生灭 所以就把它放在无畏法 但它不是真的无畏法 所以我们从梦幻泡影里面去体会到 时空有生灭 禅宗里面讲 粉碎虚空 这个话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在我们佛法里面也常说 大家不留意 等觉菩萨破罪后一品身香无名 身香无名 生起一切现香 就是这个无名所生起一切现香 这个现香里面就包括时空 如果这一品身香无名 断了 时间 空间就结束 时空里面 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也结束 可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 到那个顶点的时候 现在科学家教 起点 就是佛法里讲的身香无名 等觉菩萨到这个境界 他破不破 他不破 这叫道价慈航 他不是没有能力破 他有能力 有能力而不破 不破 就好像在做梦一样 他可以醒过来 他不想醒 继续在做梦 做梦干什么 梦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做梦 帮助那些人 他是可以醒来 他不想醒 他要去帮助那些梦中人 这叫做大慈大悲 广度众生 他有能力 科学家讲的起点 我们佛经里面有 但是这个点我们找不到 凭着科学仪器去探测 那是探不到的 必须要甚深的禅定 才能把宇宙起源的地方找到 等觉菩萨才找到 如 是真如 真如便虚空法界 无处不在 你怎么能说它有来有去 就如同我们现在讲的无线电波 电视台里放出来的频率 电波 涵盖着整个地区 你不能说它有来有去 我这里有个电视机 频道一波对了 画面马上就现前 你不能说它来 我把它关起来 不能说它去 它没有来去 这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诸位要晓得 佛的真如本性尽虚空 便法界 我们的真如本性也是尽虚空 便法界 今天晚上你们到这个讲堂来听经 你们来了没有 有没有来去 你要说 我有来有去 就是前面所说的糊涂人 是人不解我所说意 你从家里到这儿听经 听完再回家 有没有来去 不来不去 摸索从来 一摸索去 这是真的 你确实没有来 确实没有去 确实没有来 为什么有来去的香 当初出生 随处灭境 你有来去这个香 是你妄想 分别 执着变现出来的 你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你就看到真相 真相是什么 没有来去 你在家里是在那个空间里面现香 到这个地方是在此的现象 你在路上走 每一公尺 每一公里 刹那刹那在那里边 那个香灭 这个香身 是这样的 当初出生 随处灭境 哪有来去 由此可知 诸佛菩萨 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硬化 有没有来去 没有 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不迷了 明星见性 能力恢复了 的自在 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拜佛 去听经 去度化众生 我们有没有来去 没有来去 我们可以现无量无边身 不止 梵网经 上说释迦牧尼佛千百亿化身 千百亿有数量 其实没有数量 哪个地方有感 哪个地方就有印 因为你的法身便一切处 法身就像无限电波一样便一切处 哪个地方有电视机一波就现前 佛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要晓得 佛如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是 没有例外的 这个意思深广 维系 要体会这个意思 这是诸法实相 实相也就是空相 因为它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 确确实实不来不去 你一定要懂得 法身便一切处 二 摩索从来 亦摩索去 非未必尽无来去 是说来亦无处 去亦无处 摩索 这 无处也 形容法身本便一切处 岂更有来处去处乎 亦即住而无住 无住而住 乃离向之极致 来去与不来去之相距离 以 摩索从来 亦摩索去 非未必尽无来去 这是从相上讲 相有限 有影 现相我们叫它来 隐磨我们叫它去 实在是影线 而我们凡夫影线不自在 受业力的支配 什么叫业力 妄想 业是造作 造作的结果叫作业 我们成天想东 想西 成天都打妄想 妄想的结果就叫作业 因为业力在支配 所以佛叫给我们身心 身心是什么 我不想别的 我专想佛 想佛 佛的境界就现前 佛门也常说 大乘法里面讲十法界 一法界线 九法界隐 像我们现在人法界 十法界的人法界 这个法界的香线出来 其他九个法界的香都隐 都没有 都不见了 隐藏了 这一个法界线前的九赞 时间是极 还是长 还是短 也是业力在做主宰 有功夫的人 不要说是圣人 说凡夫 凡夫的功夫 禅定 修得禅定的人 他是定功在主宰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他是定功 定功还是业力 他的业跟我们一般的业力 不一样 他修顶 欲界凡夫是善恶业力 在主宰 善业限三善道的境界 恶业限三恶道的境界 这个境界是虚妄的 不是实在的 怎么会变现出来 业力再变现出来 所以他是业因果报 刹那生灭的相续相 这是六道里面的真相 我们要晓得 要清楚 是自己业力 变现出来的 诸佛菩萨在这里面的硬化 是他愿力与众生业力交感 而变现出来 三千年前 释迦牧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 是现成佛 那是怎么回事情 他老人家的愿力 跟我们众生的业力 感应到交显现出来的 也是无来无去 统统都是无来无去 非为必尽无来去 这是从相上讲 众生执着 相限就来了 相不献就灭 就去了 我们有这么一个执着 是说来亦无处 去亦无处 摩索者 无处也 经上讲的 摩索 是摩索 从来亦摩索去 没有处所 为什么没有处所 尽虚空 变法界是一个法身 你怎么能够说有处所 就像我们今天打开电视机的频道 画面出现了 你怎么能说他有处所 我打开 来了 关掉 去了 这个来去可以说 但是你说处所 你不能讲 如果有处所就有一定的地方 就这个处所 那个地方 那个处所就不行 就不现 他尽虚空 便法界到处都现 他可以同时许许多多地方都出现 没有处所 再有处所就错了 没有处所 形容法身本便一切处 其更有来处去处乎 这是事实真相 绝对不是说 成了佛 是如来果边的事情 与我们不相干 就错了 那佛给我们讲这个经干什么 佛举他这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不但每一个人 所有一切众生 连蚊虫 蚂蚁也是这样的 蚂蚁 他造作的罪业重 剁了个小身 他也是当初出生 随处灭境 他寿命长短 也是受他业力支配 都是业因果报的相续项 佛法讲六道轮回 其实六道轮回这一桩事情 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生之前 我们晓得古印度就有很多很多的宗教 在释迦牟尼佛之前 古印度宗教都修订 他们那些人在禅定里面看到六道 所以六道轮回是印度很古老的说法 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这是事实 古印度这些宗教家们 对于六道情况了解的很透彻 因为他们的定功能够升到 飞响飞飞响天 实在了不起 他知道六道之当然 不晓得六道之所以然 六道他都看到 情况都了解 六道怎么来的他不知道 六道怎么样超越 他不知道 有不少人想超越六道 但是没有办法 佛才出现于世 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佛出现于世 把六道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 教给大家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 佛为这个才出现于世间 现代的西洋人对这桩事情逐渐接受 有很多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们相信轮回 现在在美国就很多 他怎么相信的 用科学方法证明 在证明的许许多多方法当中 占绝大多数是用催眠术 把一个人催眠 然后问他 你回到过去 回到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回到前身去 你现在见到什么 他就说出那个状况 你做什么事情 你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这一问 有很多是动物 用催眠术 发现人前身有很多是从动物里面来的 还带着有动物的习气 现在有很多催眠 并不是有意要找前身 不是的 他生病了 找了很多医生 很久都医不好 不知道怎么办 用催眠的方法 找到他疾病的来源 真的能够找到 帮助医药的治疗 恢复他身心的健康 但是附带的就找到前身去了 把轮回这桩事情证实了 我过去有一段时间 不长 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 我看报纸 杂志 灯的轮回这些事情 我就把它剪下来 现在慢慢就变成一本书 将来可以让靖宗学会把它印出来 很有趣味 都是真实的事情 像现在新加坡这些报纸上 我也常常看到灯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如果有新人去搜集 我想一年 两年就变成一个小册子 这都是事实 让我们多了解宇宙人生那些复杂的夜阴果报 我们从这些地方 这是事实摆在面前 你不能不相信 兼顾我们对佛所讲的信心 才知道佛陀的伟大 佛陀的高明 宇宙人生一切事理 现象 讲得真是无为不至 讲得非常的透彻 所以要晓得 一切法却确实实不来不去 佛说这些话用意在哪里 还是教给我们 无助身心 我们做不到 所以越说越广 越说越深 越说越细 叫你彻底明白 无助身心是有此必要 那就真干了 一极住而无助 无助而住 乃离向之极致 来去与不来去之相距离 你必须彻底了解真相 一意 来去这个念头就没有了 统统断掉了 恢复自信真正的清静 佛说的无助身心 你才能做到真实圆满 无助身心里面 功夫浅身差别的距离很大很大 我们前面说过 初出正的 就是初出可以做到无助身心 是原教初注菩萨 可是从初注到等觉 那个距离太大 佛常常在经上告诉我们 成佛修行要经历三大阿僧止结 三大阿僧止结给谁说的 不是给我们说的 是原教初注菩萨 也就是说 你真正做到无助身心 那一天算起 算到三大阿僧止结 你正到法云的的菩萨 第一个阿僧止结 正三十个位次 十注 十行 十回向 第二个阿僧止结 从初的到七的 第三个阿僧止结 八地 九地 十的 三大阿僧止结 从初注菩萨到法云的的菩萨 是这个算法 没有正的初注以前不算 这才晓得无助身心 前身差别很大 不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要想学 说实在话学了什么 相似 我们学无助身心 是相似位 可能连相似位都做不到 相似位做不到 那是观行位 天台大师讲六集 如果完全做不到 照着经讲 我也会讲 讲给大家听 听了很欢喜 完全没有做到 还是造作 还是妄想 分别 执着 这叫名字位 有名无实 有解无形 有解 有形 真的做了 真干了 那叫观行位 你提得起观照功夫 这就是前面 这就是前面讲的法应 你能够把 印模锁住 而升其心 时时刻刻在你的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去体会 那是观行 你真正在用功 是真照做 做到跟佛菩萨的境界很接近 很像 但是还没有能正的菩萨的果位 那才叫相似位 相似位是很接近 再往上面去是分正位 那就真的是出著菩萨 这是修学的三个阶段 三个层次 我们今天不用这个方法 虽不用这个方法 原理 原则相同 般若他们的方法 观照 照著 照见 照见 那就是分正位 这是原教出著 照著是相似位 观照是观行位 那是真用功 功夫用的上力了 我们念佛 我们是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功夫成片 就是般若里面的观照 功夫成片 我们念佛的功夫得力了 是一心不乱就是他们的照著 相似位 理一心不乱就是他们的照见 分正位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我们用的方法是念佛 但是念佛你要会念 不会念不行 怎么叫会念 一心称念 那叫会念 你念佛还有二心 还有三心 那个不会念 你怎么念 功夫也不能成片 所以念佛要真正得到念佛的利益 心要干净 世间法 出世间法统统放下 一心一意称念阿弥陀佛 那叫做会念 你才能够的功夫成片 才能够的一心不乱 我们今天念佛 夹杂的太多 绝明妙行菩萨讲得好 念佛最忌讳的是夹杂 我们不但夹杂世间法 没有一样放得下 连佛法也放不下 还夹杂着佛法 你说怎么得了 不怀疑 可能我们同修们都做到 但是夹杂 剑断 这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原因 我们要痛改这个毛病 要真正做到不夹杂 不剑断 不剑断不是我们口里面念的不剑断 心里面意念不剑断 不一定在口上 譬如老太太心里面常念挂着孙子 她喜欢这个孙子 她并没有一天到晚念着孙子 没有 也没有一天到晚去想孙子那个香 没有 在她心上真有 随时随刻提别的事情 她不注意 一提到孙子 她眼睛就圆了 这说明什么 她心上真有 那叫意念 我们如果能够像这些老太太 把阿弥陀佛当作孙子就行了 心上真有 说别的她不注意 不放在心上 一提起阿弥陀佛精神就来了 那就是念佛人 不一定佛号挂在口上 心上真有 这是大事至菩萨讲的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心上真有 这才行 什么事情摆在面前 这是第一 其他都排在后头 都不重要 这样念佛才能成功 才能够念到功夫成片 念到一心不乱 这才决定能往生 否则的话 有口无心 一面念一面又拉拉杂杂的想 这个不行 这个没用处 今天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一灵意卷新加坡佛教居士灵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十月一 请先开经本第二百四十七面 三 真如者 无可浅 明真 亦无可立 明如 实乡者 虽无乡 而亦无不乡也 所以节之曰 故明如来 明者 假明也 这是解释经文 如来者 这一句的含义 真如 尤其是 班若经 中 自始至终教我们离乡 离到无可离了 这个地方 浅 就是离 无可离 那就是真的 能够离的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能离之心是假的 所离之乡也是假的 能离所离都是假的 道离无可离 那就是真的 真性是这样显现出来的 佛门里面讲 明心见性 性是怎么见到的 一直道离无可离的时候 真心就现前了 那就是真的 真性里面也没有一法可离 为什么 如果建立一法 这一法是虚妄的 你能够见 当然就能够离 能够离的就不是真的 无可离 我们叫它做 真 也无可见力 我们叫它做 如 这是真如两个字的含义 什么叫 实相 实相就是事实真相 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凡是讲到 相 我们一定要联想到它有体 它有作用 体 相 用 说一个 里面就包含这三个 体是空气的 所以说是无相 可是它的作用 作用有相 作用不是没有相 我们现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森罗万相 你不能说它没有相 所以叫做无不相 无相无不相 这一句里面诸位一定要懂得 说无相是从体上讲 说无不相 无不相就是有相 是从相上说的 从作用上说的 相虽然是假的 但是它有 有这么一回事情 虽有 它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 刹那生灭 了不可得 但是它有 世尊在经文将要结束的时候 说出 顾名如来 这是 如来 的意思 在这里又有一番说明 佛是用种种不同的讲法 让我们体会这个意理既深又广 又极其维系 顾名 名是假名 也不能执着这个名 如果执着名 我们又错了 在 金刚经 里面 极非是名 这个句子我们读的很多 用意就在此地 四 念佛人往生 须知弥陀来接 而出未尝来也 往生西方 而亦未尝去也 虽未尝来去 亦何妨献来献去 何以故 不来不去者 理体也 有来有去者 世相也 理事不二 性相圆融 本无爱也 此等事实真相 惊人为之不同 因此之空间转变然也 何去来之有灾 念佛人往生 须知弥陀来接 而出未尝来也 往生西方 而亦未尝去也 虽未尝来去 亦何妨献来献去 我们先来研究这一句 这在我们修净土的人 尤其是发心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问题要清楚 没有问题当然最好 心很清净 如果有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要不是彻底解决 这个疑问会产生障碍 严重的 障碍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 那个问题真的就大了 浅一点的 怕因为这个疑问 将来生到西方边地去了 实在讲 能生边地也算不错 不过就是耽误五百年不能见佛文法而已 实际上西方世界讲的五百年 是我们人间的五百年 因为西方世界没有年月日 是我们人间五百年来算的 既然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往生 阿弥陀佛来迎接 这是真的 无论是三倍九品 下下品往生佛也来接引 佛来了没有 在我们看 佛真来了 真的陷在我们面前 有一些人灵中见佛 佛从天上下降 从云端里面下降 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佛真的来了 来接引他 来带他 他跟他去 大家也看到佛真的往西方那边去 这个在乡上有来有去 可是你要懂得 在理上讲 佛没有来 也没有去 没有来 没有去 为什么见到来 见到去 实在讲 就跟我们看电视 那个画面一样 你从画面上看到他来了 也看到他去了 始终没有离开 那个方狂 这一桩事情 就是众生与佛感应道交 他的真相就是 《冷言经》上所说的 当初出生 随处灭境 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 现代科学家所讲的 佛是从另一个维次的空间 转变成我们现在的三维次空间 四维次空间 我们见到了 这个相见到了 他把往生这个人带去之后 又转变另一个维次的空间 我们见不到了 消失了 这个说法 是现代科学家的讲法 不同的空间 这是事实 却有其事 我们晓得 宇宙之间不同空间的维次 应当是无限度的 不只是三维空间 四维空间 现在科学家已经证实 有十一维次的空间 可是我们从理论上来推想 不只应当是无量无边 这空间怎么变现的 是众生妄想 分别 执着变现出来的 如果离开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那个空间 我们佛法里面叫 一真法界 那是真实的 就是一丝毫没有改变 从真如本性里面显现出来的 没有改变过 改变 谁去改变 为时所变 所以是时变的 时 每一个众生不一样 因此 每一个众生生活的时空 也不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在理上才能讲得通 世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而初未常来也 佛来皆 佛有没有来 佛没有来 如来者 摩索从来 亦摩索去 是众生在这个时候 心里面起了感应 他要往生 我们念佛 为什么佛不来 灵命中人念佛 佛为什么来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现在念佛 嘴巴里求往生 心里实在不想去 如果是阿弥陀佛 现前 吓死了 那还得了 所以佛不来 这个心跟佛没有感应 只是通通消息而已 不可能有感应的 灵命中的人 他求生的意念非常恳切 他真要去 这个世间活了这么多年 看得不耐烦 真的放下了 不想再多住 这个心跟佛的心 就能感应到佛现前 由此可知 真的是感应到焦 丝毫不爽 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佛在哪里应 就在他面前应 像我们看电视一样 电视机摆在面前 平到一波 画面就现前 所以原具足了 佛就现身 是这么一回事情 佛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实在讲也未常去 只是一个空间的转变 空间的转变 实在说是念头的转变 我们这个念头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头转变了 这个念头是非常的强烈 让这个境界立刻就转换 所以虽然不来不去 事实上就不来不去 但是我们看到表面上这个现象 说他来去也没有说错 只要你真正明白事实真相 佛现相了 来了 佛相消失了 走了 我们也能够这样说 所以 一何妨献来献去 佛能献 我们每一个众生都能献 能献不是佛的专利 所有一切众生各个都能献 不过众生所献的不自在 怎么晓得一切众生都会献 我们从一个例子上能够体会到 凡夫之人你睡觉会做梦 不但晚上睡觉会做梦 你要是疲倦了 在那里打个瞌睡都会做梦 你要晓得 梦就是另一个不同的时空 可见得那个境界真的是自己所变现的 我们做梦自己做不了主 不想做他也得要做 不想做噩梦是偏偏要做噩梦 做不了主宰 这就是业障 我们有业障 诸佛菩萨没有业障 所以他献身自在 应以什么身的度 他就献什么身 他很自在 我们是被业障障碍了自信 也献 献得不自在 不是不献 这些理事如果我们多去想想 细心去思维经里面的要义 多少也能够体会到一些 何以故 不来不去者 理体也 从真如本性 从理上 从体上说 确实没有来去 我们的真心本性 法身便一切处 尽虚空 便法界 哪有来去 有来有去者 是相也 说有来有去 是从事上 相上讲的 但是要知道 理事不二 理根事事一不是二 性相圆融 凡夫之人 所谓迷惑颠倒 他是把理根事分开了 性根相也分开了 不知道理事 性相是一不是二 于是他在一切法理 缘不过来 生起妄想 分别 执着 他还是会变 但是越变境界越差 越变那个境界 他越感觉到苦 三界六道的苦境界 从哪里来的 就是自己变现出来的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如果觉悟了 明白这个道理了 他变得境界就很自在 他能够得到乐的受用 所以明了的人得乐 迷惑的人受苦 境界给人苦乐的感受不相同 理事不二 性相圆融 本无碍也 此等事实真相 惊人为之不同因次之空间转变然也 何去来之有灾 现代的科学家 他们晓得这些现象 却确实实是不同为次的时空的转变 明白这个道理 才晓得确实不来不去 就像我们看电视收这个频道一样 我们频道播对了 这个画面现前 不能说他来 我们把频道关掉 没有了 也不能说他去 真的是不来不去 五 即是来去要再不来不去上体认 不来不去即再来去上做出 此事念佛求生之要觉 得此要觉 决定往生 决定见佛 即是来去要再不来不去上体认 这是教给我们 如何在相上见性 如何在世上见性 你要会了 就是宗门所谓 头头是道 左右逢源 那就真的的自在了 真的开智慧了 这是举一个例子 来去是现象 不来不去是理体 我们从相上去体会性体 这样修法会开悟 这是开悟的一个方法 一个门禁 不来不去 这是理 是性 即再来去中做出 性虽然是空气的 但是它不是死的 它是活活泼泼 活活泼泼的性体 从哪里表现 从事相上表现 由此可知 有体有用 这个就对了 此事念佛求生之要觉 得此要觉 决定往生 决定见佛 特别说给我们念佛人听的 教导我们念佛人 平常要用这个功夫 要在现象当中体会性体 要把性体活活泼泼应用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生活有乐趣 我们一般人常讲 这个生活有价值 有意义 有价值 有意义 就是讲的幸福 快乐 美满 如果生活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讲幸福 快乐 美满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像这些地方 我们都应当要细心去体会 修信宗的 这是重要的观型 用功的原则 念佛人也一样用得上 具体而言 如果实在不会用 就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就行了 虽然你还搞不清楚 古人常讲 你老实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叫 暗和道妙 虽然没清楚 却确实实合乎原理原则 没有违背这个原理原则 这是念佛法门不可思议之处 念佛法门第一殊胜之处 六 性相亦如 法界平等 一切对待之相 不能离绝呆之性而别有 绝呆之性 意味常离对待之相而独存 事故当于日常一切对待之事相上 虽无妨随缘而行 却不可随缘而转 原因了者 得机便了 不与纠缠 原因结者 亦无防结 但不攀缘 性相亦如 法界平等 一切对待之相 不能离绝呆之性而别有 佛菩萨 像本经里面讲的 法身大事 他们的心是平的 几乎看不到有起伏 水平 他那个心平 虽然没有达到究竟 如何达到究竟 就如同我们看水一样 我们看海水 在没有风浪的时候 水很平 很近 但是底下 他还流动 往深处走 深海里面 他还是在流动 上面不动了 下面还在流动 这就像法身大事们 表面上平了 里面还有差别 一直到如来的果位 完全平了 再往深处 广处都不动 都达到清静 那叫 究竟圆满绝 我们现在先谈粗显的 性相亦如 法界平等 他明白一个道理 实法界一正庄严 都是自性里面 变现出来的 他懂得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既然是真如本性 变现出来的 一切法的性体 无二无别 觉悟的人 从相上见到性 从世上见到理 自自然然妄想 分别 执着放下了 不再打妄想 不再干这个傻事了 所以他心清静 他心平等 我们的心为什么不清静 不平等 我们听经也听了很多 也读得很多 佛讲宇宙人身体 像 作用的大道理 我们也好像懂得 也似乎明白了 可是境界风一动 我们的心马上就起波浪 你要是不相信 你走到门口 遇到一个无缘无故的人 骂你几句 你马上就生气了 你的心就动了 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诱惑 经不起考验 为什么 实在讲 佛讲的这些理 我们听了似乎懂得 没有真正懂得 如果真正懂得的话 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你的心一定是平静的 绝对不会被外境转动 你要问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都在 《金刚经》上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还有什么好动心的 动念头的 没有了 知道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知道一切法 缘起信空 了不可得 无论是什么境界 再大的变化 他见到如如不动 天翻地覆 他看到若无其事 没事 这是真正从相 上见到性 从世上见到理 所以这种功夫 大乘佛法里面叫做 性定 他不是修来的 不是修的定 修的定靠不住 这叫自性本定 就像 《冷言经》里面所说的 守冷言大定 他是属于 自性本定 决定不受虚妄境界的 动摇 绝呆之性 亦未尝离对待之相 而独存 前面一句明白了 这一句就好懂了 性跟相一体 是跟理一体 决定不是两桩事情 性不可以离开相 而独存 正如同相不能离开 性而别有 两个关系是 亦不是二 是一体之两面 事故当于日常一切对待之事 相上 虽无妨随缘而行 却不可随缘而转 底下这几句话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修行的秘诀 如果你要会了 那你的本事可不小了 你的生活就改变了 这个改变不是小的改变 是从凡夫的生活改变成佛菩萨的生活 那是的大自在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一法不是相对的 眼所见的 耳所听的 乃至于你心里面所想的 你所想的有能想 有所想 你见的有能见 有所见 你听的有能听 有所听 全是相对的 全是对待法 这里教给我们用功 如何能在一切对待法里面随缘 底下就是不变 却不可随缘而转 就是不变的意思 可以随缘 但是不能变 变就坏了 那个不变是什么不变 要懂 清静 平等心不变 这个东西不能变 我们依这个经义来讲 相可以随缘 是可以随缘 随缘里面不变自信 我们就成功了 实在讲 诸佛菩萨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有什么不一样 他就是这个本事 随缘不变 这句话 我在讲习里面把它说成四句 随缘不变 是教菩萨的 我们要学 我们一定要随缘 随缘里面修什么 修不变 不变 简单的讲 不分别 不执着 学这个 随缘里面学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能够到不起心 不动念 那是高端的 开头下手 从不分别 不执着下手 如果能到不起心 不动念 那你已经得到三昧了 你已经有相当的功夫了 这个要真干 这叫真修 这不是装模作样的 是真实功夫 这是菩萨行 第二类 再来人 佛与大菩萨到架慈行 再来的 他们是 不变随缘 他已经不变了 所以不变随缘 是到架慈行 佛菩萨是现在我们世间 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世间 他是不变随缘 不变功夫到家了 我们现在随缘里面学不变 人家已经是不变随缘 像印光大师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 他是西方世界大士 至菩萨再来的 人家也是不变来随缘的 在中国巨师大德里面 有不少人身分暴露的 是古佛再来的 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 永明严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唐朝的副大士是在家居室 是弥勒菩萨再来的 是现在家人的身份 寒山 时德是文书 普贤菩萨再来的 风干和尚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这些再来的人 不变随缘 再来人 还有两种 小乘阿罗汉跟辟之佛 我们叫他做小乘 这种人 不变不随缘 他不到人间来 不跟你们接触 另外一类是我们凡夫 随缘随着变 所以我把这一句说成四句 我这个讲法你们很好懂 佛菩萨 罗汉 凡夫 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 你就明了 一样穿衣 一样吃饭 一样工作 没有两样 就是随缘不变不一样 那个不相同 这个地方教给我们随缘不变 这是教菩萨法 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虽无妨随缘而行 却不可随缘而转 这就是随缘不变 原因了这 得即便了 不予纠缠 人与人之间 这举例子给你讲 真的是越讲越细 人与人之间凡事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 见个面点头笑一笑 这也是关系 这个关系是浅的 关系深的就变成一家人 变成父子家清卷属 缘很复杂 非常复杂 数不尽 也数不尽 佛为大家讲经说法 只好把复杂的因缘归纳为四大类 再复杂也不外乎这四大类 这四大类是什么 报恩的 那你们的关系非常好 非常友好 为什么 有恩义在 来报恩的 抱怨的 那你们的关系会处得非常不好 冤家巨头 不是冤家不巨头 冤家来了 这是报恩 抱怨的 还有两种是讨债 还债的 总不外乎这四类 一家人在一起四种缘 轻微朋友也是这四种缘 只是这四种缘有亲有书 有近有缘 所以你在马路上走路 在外国是常有 中国人是没有这个习惯 外国人遇到 不认识也跟你打个招呼 点个头 那也是缘 中国人好像没有这个习惯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你也不理会一下 这都是缘 那缘该了的 譬如说你遇到个讨债的 讨债的要害他 我们现前借人家钱 当然到时候要害他 可是有些债是前世的 过去生的 我们不知道 这个钱或者是无缘无故被人拿走了 或者是被人骗去了 或者是某一种环境之下 人家抢去了 我们也拿不回来了 统统有缘 就连那个小偷 把你的财物偷去了 也是缘 他为什么不偷隔壁的 偷你的 你要晓得 隔壁那个人不欠他 前世不欠他 他不会去偷他的 他来偷我的 我不学佛 我不知道 学了佛才晓得 这个账了了 他偷去算了 不必去报案 账到这里就结了 这个好 你要真正懂得 你不懂得不行 总而言之 不是我欠他的 就是他欠我的 我没有欠他 他偷去了 他来生欠我的 来生欠我的怎么样 也一笔勾掉 我也不要了 那到来生 我还在去偷他的吗 来生 我们到极乐世界 做佛 不要了 这就是说 原因了这 得即便了 这举一个例子 不必再啰嗦了 从这个例子 诸位就要能体会到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所以学佛的人 很开心 很自在 这就了了 不与纠缠 一纠缠就没完没了 那个麻烦才大 深深事事在纠缠 这是愚痴 这不是智慧 智慧的人一刀两断 再不搞这个麻烦事情 原因结者 亦无防结 但不攀缘 结缘 特别是佛教导菩萨 要与一切众生 结法缘 你不结法缘 你怎么能度众生 缘要结 不妨碍结 但是不要攀缘 什么叫攀缘 我们用最简单 很清楚的话 来给诸位说 结缘里面有感情 就攀缘了 那个不好 结缘里面是智慧 是理智 这个对的 为什么 后头没有麻烦 没有纠缠 有个情在里面就有纠缠 智在里面没有纠缠 所以我们要鼓励 学佛的同修 要与一切众生 结法缘 把佛法介绍给他 把断恶修善的这些方法 介绍给一切众生 介绍就好了 不要去扯关系 一切随缘 不要去攀缘 这一段好 这一段真的是 教给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学佛怎么样过日子 怎么样生活 非常的具体 非常有用 七 二六十中 果能如是情情观照 秘密勘验 心把的定 脚力的牢 部位相所付 而敏相入体 此事学人第一者功夫 便是随顺真如 便是指指向上 二六十中 果能如是情情观照 秘密勘验 心把的定 脚力的牢 部位相所付 而敏相入体 前面把方法 前面把方法交给我们 要认真去做 二六十中 就是讲 不间断 古时候的中国 用的时间单位 是昼夜十二十 现在一般算命 还用中国的老十成 子丑银卯成四五位 算命排八字 还是用这个 我们中国一时 是现在的两时 现在的两时 是我们的一时 我们现在的时间单位 叫小时 外国人不称小时 没有小时 这个意思 我们中国人称小时 比我们中国原先的时辰小一倍 现在用二十四个时辰 二六就是白天六十 晚上六十 昼夜不间断 功夫要这样做法 现在人用功就很困难 古时候 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的 佛当年在世 跟释迦牟尼佛学佛的这些人 佛给他们规定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夜晚十点钟睡觉 两点钟就要起床 就要用功办到 所以他真的可以做到不间断 睡眠的时间少 不是很长 因为睡眠是昏尘 你的功夫中断 间断了 出家人在那个时候睡眠 佛并没有限制 但是绝大多数所谓不到单 他们不躺下来睡 就打坐 睡觉也打坐 坐在那边睡 容易警觉 躺下来睡 会睡得很熟 不容易警觉 古时候用这个方法 勉励自己 希望做到功夫不间断 这是我们所谓的苦行 吃不会吃得很饱 当然也不会吃得很好 睡也睡不好 穿也不会穿得很暖 这种生活方式很有道理 叫你时时刻刻知道做人很苦 赶紧脱离六道轮回 他用意在此地 你吃得太好 穿得太好 一切都很舒服 不想离开六道 这六道还不错 跟你讲西方极乐世界 摇头 我没有见到 我现在这里很不错 不想去 所以佛教弟子们过这种苦行的生活 常常提醒警觉 这真的是大智慧 无量节来我们在六道里打滚 苦不堪言 诸位要细细想想就知道 太苦了 能有警觉心 想出离六道轮回 这叫真正觉悟 所以佛一切的教导设施 都是帮助人觉悟的 二六时钟 果能如是情情观照 秘密勘验 这个秘密是细心 很细心的去体验 就能晓得自己的功夫了 功夫在哪里做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随缘不变 在一切随缘里面去学不变 在禁缘当中 应当乐的 要赶快乐 应当节的 可以节 节不能攀缘 节缘里面不能有感情 有感情就是攀缘 节缘最好是节法缘 善 恶缘都不好 恶缘更不能节 节了恶缘将来 冤冤相报 节了善缘将来要报恩 总而言之 报恩 抱怨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你还是在搞六道轮回 节什么缘好 节法缘好 法缘就是劝人念佛 劝人求生净土 这个缘好 我们自己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如其我一个人去 为什么我不多劝一些人 多带一些人去 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看到你带一大批人来 这个很高兴 这不是一个人 这么多人跟你一到来 这个很有意义 所以是多节法缘 情情关照 秘密堪厌 都是讲前面的功夫 底下两句话很要紧 我们功夫能不能成就 我们念佛能不能的一心 能不能功夫成片 这两句话关系很大 心把的定 角力的劳 心把的定 我们在境界里面绝对不会被外境动摇 我们的心始终就是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念佛求生净土 不会为世缘动心 角力的劳 是讲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随缘 不会随缘所转 不会为境界所转 也就是我们持戒要清净 戒律清净就是脚跟站的劳 一切如理如法 心把的定 心地清净 不畏相转 身心都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 正是本经末后 是尊教给须菩提尊者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不取余香 角力的劳 如如不动 心把的定 这样就能成功 敏香入体 要用在净土宗来说 你就容易的一心不乱 你能够这个修法 你就能得一心不乱 此是学人第一者功夫 便是随顺真如 便是指指向上 这里面三句 第一句示范说 无论你是学哪一个宗派 哪一个法门 你能够运用这个原则原理 这是第一等的功夫 随顺真如是信宗常讲的 这就是随顺真如 指指向上是单宗里面所讲的 这种修法就是宗门里面 向上依着 讲的就是这个 由此可知 我们念佛用得上 我们在方法上 行事上 跟宗门教下不一样 但是在精神上 在原理 原则上完全相同 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 八 果能如是 责任他万象分成 自不为其所动 以上皆是从诸法空相其修之方便 有缘人随修行之 大有受用 果能如是 你果然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方法 而且这个理论与方法 你都可以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它用在你工作上 对人 对事 对物 你统统都会用了 责任他万象分成 自不为其所动 这个社会怎么样的复杂 人是怎么样的混乱 你也不乱 你也不杂 你不为其所动 以上皆是从诸法空相其修之方便 金刚般若 到最后 结归在诸法空相 这是说出诸法空相的修法 有缘人随修行之 大有受用 哪些是有缘 我们都是有缘的 你今天读到这部经 听到这部经 这就是有缘 没有缘的听不到 我们在此的讲经 我们的录像带 录音带流通出去了 将来能够听到词带的 也都是有缘的 有缘 你要真听懂了 听明白了 肯照这个样子去做 那就恭喜你 你一定得大受用 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你能够改变你的工作 这个改变不是在形式上的改变 不是叫你在工作上改行 不是的 你还是照样生活 还照样工作 改变是你在生活工作里面得乐 你不会的苦 这就是大受用 一七零 约臣界名利 亦多名为臣 非多问为臣多佛 须菩提 若善男子 善女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 岁位为臣 于亦云合 是为臣众 名位多部 臣是最小的 是物质里面最小的 界是世界 是物相里面最大的 金刚经 上讲的这个 现代科学研究的重心也是这个 他研究大的 在那里探讨 观察 在探讨 研究太空 无量无边的太空 现在科学家在探讨 虚空 太空有没有边际 边际在什么地方 这是讲大的 小的研究为臣 佛法教为臣 他们在研究原子 电子 基本粒子 现在最新的量子 这是最小的 佛在这一段 就是把一个最大 最小的 来告诉我们如何在观念里面 把一多 大小 这都是相对的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 还是从虚妄 分别 执着理念来的 不是真的 也要把它舍掉 一 此名众缘聚散 无常之意也 文中众在 遂合二字 因其可遂可合 足正为 尘世界之乡 皆是原生 当体即空 而法性中 本无此物 故虽不断灭 而不可执着也 此名众缘聚散 无常之意 经文的真正意思 在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 现在科学家懂得 宇宙一切万法 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最小的 基本粒子聚集 而变现出来的 科学里面 所谓是 方程式 它的组合排列 不相同 所以变成原子 原子的组织排列 又不相同 这样变成分子 由分子变现出 动物 植物 矿物 一切万物 这是把物质的 根源找到了 其实说到最小的 今天讲到量子 讲到基本粒子 有许多科学家 也观察到了 实在讲 这个东西 就是波动的现象 科学家承认 他们讲基本粒子 或者讲波动 意思都相同 基本粒子就是波动 波动就是他们观察当中 所谓的基本粒子 认识这一个事实 那就是 金刚经 后面讲的 一合相 合式组合 同样一个东西 组合不相同 变成种种复杂的现象 相有没有 相没有 相 实在讲就是这个基本粒子的聚散 聚集起来 有了 相现前了 散开来 没有了 聚散无常 所以相是假相 不是真相 相是患有 不是真有 这是事实 一定要晓得 这是说 众元聚散无常之意 文中众在碎和二字 先说把这个世界碾碎 这正是科学家用分裂的方法 最小的物质 一粒为成 把它分开来 分成小的 然后再分 再发现原子 电子 基本粒子 越分越细才发现到 这是碎 用这个方法 和 是组合 这个基本粒子组合 那就变成世界 所以这两个字意思很深很深 我们现在讲分解 碎 就是分解 和 是组合 因其可碎可合 足正为成世界之相 皆是原生 当体即空 世界怎么来的 为成组合的 它可以组合 它可以分解 从基本的物质上来观察 现在在一般上说 过去认为物质最小的是原子 原子不能再分了 以后科学再进步 技术再进步 把原子也分裂 这是大家都晓得 把它分成中子 质子 以后认为中子 质子不能再分了 现在中子 质子又可以分 它里面还是三个最小的东西 现在科学名词叫 夸克 组合的 夸克将来还能不能再分 科学家现在在一般观念上讲 应该还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 看看将来技术再进步 大概还可以分 所以才晓得 一切法原生 因原生法 原生之法没有自性 没有自性是没有自体 所以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这是说宇宙的现象 所有动物 植物 矿物 小到围成 带到太虚空 都是因原生法 都是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 哪一样东西是自己的 你要能了解事实真相 你还会执着吗 你还会打妄想 这是我的 那个东西我要占有它 那个念头就没有了 这统统叫妄想 妄念 绝非事实 说老实话 身体都不是自己的 身体也是这些 基本物质组合而成的 原具身体就在 原散身体就没有了 哪里是真的 连身都不可得 金刚经 前面讲 不但身不可得 心也不可得 心也没有 这是我们讲的更抽象 因为心不是色法 不是物质 心是精神 这一部分 也是原生 八十五十亿 心所都是原生的 这才了解 原来身心万物都不可得 都是原具原散的 假相而已 而法性中 本无此物 法性是真的 真如本性 是我们自己 佛法归根究底 就是找到自己 这个跟科学不一样 科学在这里探索 到后来没有结论 科学走到最后一场空 我们佛法走到最后 有个真正的自己 真如本性 这个东西不生不灭 禅宗所谓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本无此物 故虽不断灭 而不可执着也 这些幻想 我们觉悟的人 修行的人 应当是任他万象纷纭 自不为其所动 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生活 除世待人皆悟的态度 诸佛菩萨如是 我们今天学佛 学菩萨亦如是 所以一切万象 需不需要断 不需要 为什么 假的 当体极空 你要断他干什么 你有个断的念头 错了 不理会他 不执着他 他就没有了 就不相干了 要紧的 决定不能执着 能不执着 四项就破了 我项 人项 众生项 受者项就破了 只要有丝毫的执着 谁执着 我 就有我项 有丝毫的执着都不行 诸位一定要记住 有四项就是六道凡夫 有四项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这项决定不能成就 项不容易断 说老实话 讲是讲的容易 你断断看 我要断 我 还在 我想断 还在 起心动念他在 不起心不动念他在 他还在 这才知道难 因为难 诸佛如来大慈大悲 给我们开了一个方便法门 教我们代业往生 不断也能出去 可是诸位要记住 不断也能出离六道轮回 只有这一条路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这跟重奖一样 你中了特奖 只有这一条路才走得通 你怎么刚刚好碰上 这不容易 真的比中特奖还要困难 我们今天中了特奖 自己不晓得 那是糊涂 那才叫真可惜 这就是中了特奖 不去对奖 太可惜了 我们今天中了特奖 念佛往生就对奖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对奖了 这个要晓得 所以最要紧的是不执着 知道事实真相 与一切法都不执着 不但不执着 连分别都不要 一心一意抓住 念阿弥陀佛 一句弥陀念到底 二 当知世界为尘 大小虽疏 无实则依 世尊说此 是遇人彻底了解 世间所有 大智世界 小智为尘 莫非虚妄 当体即空 不可执着 不必贪恋 一切放下 方能于时相相应也 迷人长劫之中 为造获叶苦耳 当知世界为尘 大小虽疏 无实则依 大是世界 太空 小 我们今天讲的量子 量子力学 是现在讲的最小的 大小不一样 但是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大世界原生性空 小 小到为尘 小到中子 至子 原子 也是原生性空 无实则依 无实是空 性空 体性空 这是依 世尊说此 是遇人彻底了解世间所有 了解这个干什么 教你放下 教你不要苦苦的去执着 佛讲经说法目的在此地 大智世界 小至为尘 莫非虚妄 当体即空 讲到世界 讲到为尘 这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包括在其中 这个要知道 要晓得当体即空 要晓得统统都是虚妄的 金刚经 经文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后面 祭送礼告诉我们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后面 梦幻泡影 四句记 是整个 金刚般若 的总结 你要常常念着 常常想着 你自然就会放下 就会看破 放下 烦恼就轻了 智慧就长了 放下的好处太多了 开真实智慧 那真是的大受用 温哥华城老居士刻了一个印章 就是这四句记 我们现在把印章放大 印在背心上 我看到很多人穿着 好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这是好事情 不可执着 不必贪恋 诸佛菩萨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 不要执着 不要贪恋 一切放下 佛教给我们 诸位要晓得 他做到了 他要是没有做到 交给我们 我们会不相信 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帝王之家 世间人要求富贵 他是现成的 富贵现成的来的 统统舍弃掉 统统放下 他要不出家 可以继承王位 王位不要了 荣耀不要了 地位不要了 权力不要了 出了家 富贵也不要了 他真放得下 真没有贪恋 出家之后 三一一波 每天到外面去 起时 做给我们看 他的生活非常快乐 非常自在 我们世间人看到苦 其实那个生活是大自在 身心没有丝毫压力 没了 我们下个离子 我下个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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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